道之宗旨 今天讲到第十七句的经文 己利利人 我们听说 孔老夫子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获 那么孔老夫子 他一生的修行的这个依据啊 就是在做人的德目上 那但是呢 这个也有一个时间上的变化 年龄上的变化 也就是说 随着年纪的增长 那么他必须呢 有进一层的突破 那这一层的突破呢 代表一种修行的功夫 那孔老夫子 他给我们人 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那三十而立 你看三十岁 正好是一个人 最青春 最光滑 最精粹的一个年代 如果说我们把 人的一生 分为四季 那么春天 就是零岁到二十岁之间 夏天呢 就是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你看春天 这个 春雨下来 然后呢 滋润万物 万物呢 准备呢 这个 蓬勃发展 但是真正蓬勃发展 要等到夏天 所以二十岁到四十岁 这段过程 正好是大地呢 萌动 大地精致 整个万物 欣欣向荣 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四十岁到六十岁 这个就是人的中壮年的时期 中壮年的时期呢 那这个时候呢 事业有成 享受的年轻人 年轻的时代 所努力下来的成果 那么呢 不用像夏天 那个时期啊 要拼命的去蓬勃发展啊 拼命的去 努力业绩啊 创造事业啊 这个时候就是 收成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说秋收 那这样的一个秋收的时期啊 是一个太平的年代 是一个无事的年代 秋收之后 人农民啊 大家都在田里面 准备冬季的食品 冬季过冬的食物啊 所以大家呢 都是啊 欢庆年年啊 准备过冬 所以过冬是要有准备的 那么你看 这个六十岁到八十岁 那就是冬天的时期 人 走到了这个冬季的时期 那冬季呢 代表的 万物收束 万物凋零 整个天地呢 停止冰封 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即使 即使没有下雪的地方 那也是呢 这个大地呢 一片的 这个极境 那这种极境呢 就给人一种澄清 这个定 静律的 这样的一个心情啊 可以让人 在下一个季节里面 重新出发 那么如果人 能够活过八十岁 那他就一个 新的一个 年代的轮回 又开始了 所以八十岁的人 就好像呢 这个 小孩子一样 所谓 烦恼还童啊 那我们都希望 烦恼还童 我们也希望呢 自己 有那个 寿命 能够活过八十岁 然后呢 继续的 在休学的路上 有所突破 那这样看起来 我们如果 少年得志的人 晚运不佳 那这样呢 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因为老年人 已经没有体力了 即使有心 想要创造事物 想要打拼事业 但是呢 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呢 我们不期待说 这个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 如果呢 能够让你安享晚年 那当然呢 是一个很美好 很圆满的一生啊 可是想想 人的一生 哪有不经过奋斗 就凭空得来的呢 不经过奋斗 就凭空得来 这种呢 也是有啊 但是呢 这个在过程之中啊 他们就比较没有体悟到 那一种人生 所需要面对的 那一种困顿打击 以及呢 各种的这种 毁谤批评 乃至各种摧折 那所以 三十而立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间点呢 孔老夫子给我们做示范 是你起码呢 在三十岁 你要有立 那立是什么 立就是一个立足点 你要有那个立足点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立足点上 你可以安身立命 你可以顶天立地 你可以跟整个人 天地弯物 共处 的一个立足点 那所以这个立足点 对自己来讲 是很重要 那么如果说 你的立足点 是父母亲给你的 是祖上给你的 那当然 这个也是一个立足点 但是呢 要保有家业 保有这个祖上的德 所以你要继续的 己利利人 我们不要让父不过三代 这样的一句话 成为我们的魔咒 父呢 就要继续的保持下去 让他父更有贵 贵 贵贵双全了 你还能够得到 青红双响 你还能够 得到这个 天觉 所谓 人觉 焉有 天觉贵 公民焉有 道明高 这句话 人觉 就是我们 人世间 的这个 官路 富贵 那这些 公民立路啊 这些是人觉 是人给你的 是后天的福报 那天觉呢 天觉是 我们在天上的 一个 一个这种 神位 也就是说我们 佛菩萨 所证得的 一个位阶 这个是天觉 那人觉的福报 是比不上天觉 更不用讲 他的那一份 清静自在 但是我们在人世间啊 讲的都是跟人 有关系的 我们每天 所处 所言所行 都是跟人的互动 那如果把人抽离了 你讲到几粒粒人 那个也没有 粒早点 也就是说 这句话也没有意义的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 你还在 深山鼓洞修行 你还在 这个庙里面 敲塔念唱 那么呢 这个已经不是 符合现代的时机 那不是符合现代的时机 你连粒都没有 更不用说要粒人了 你看这个飞机 它还有一种 这个立足点 也就是说它的航道 飞机的航道 只要呢 它根据这个航道而飞行 那么就能够达到目标 船 火车 火车有轨道 船也有它的航道 那么 只要靠着 依赖了这个航道而走 那就可以走到目标 那人也有一个目标 这个 我们人的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回归本位 如果说 你把目标定在 我要当总统 我要做董事长 那你的志向未免太小了 你的目标呢 太近了 如果说 总统啦 这个董事长啦 这些 这些人的福报 都比不上 仙佛菩萨 那么你 为什么不求 那种永恒的乐寿呢 为什么不求那种 光明清净的 本来面目呢 所以人的航道 就是 人的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其实这个我们就一再的强调 你把人的标准做好 你就可以立在这个标准上 好好的来成就你自己 包括你要追求的这些 人世间的公民利路 你都可以追求得到 那么你如果说 你命里有的 那么你就会拥有那么多 你命里没有的 你就不会拥有那么多 也就是说你命里 有一千万 那么这个一千万呢 你还必须去 在你的立足点上 好好的去努力 去奋斗 你要去申请 像老天爷申请 申请你的福报 让你这个人世间 能够享有 你之前所奋斗下来的 那一点福报 继续在你这一世里面用 但是呢 也有可能福报 你所申请的福报啊 他不是全部给你 譬如说你申请的 福报是一千万 但是呢 老天子给你五百万 那这另外五百万也是你的 但是呢 暂时不给你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要看你的心念 你的度量 还有你的修为 来订定啊 你可以享有的福报 那所以老天认为你的 你的修为 你的心量还不够那么大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给你完全的福报 让你下一辈子 再继续拥有 这一辈子不完全给你 那还有啊 就是 你去申请的这个福报 那么要看你怎么申请 你的申请 如果是 用正当的手段 就是你去奋斗 你去努力 你去正常的 去公司上班 赚钱 这个就是你该有的福报 甚至你做董事长了 你去跟人家做业务 你赚多少钱 这些呢 都要透过人世间的努力啊 去申请 该有的 该是你的 就会给你 所以呢 你根本不需要操心 但是说你 不是说你不用努力哦 你还是要努力去申请 因为呢 老天会依据 你努力的程度 来给你 多少福报 一个人 一千万 假设一千万的话 那么你这一生 你怎么努力 就给你多少 有的人是 早给 有的人晚给 有的人平均给 早给的就是我们说的 少年得志 结果呢 晚年七场 落魄不甘啊 那这样呢 还不如说 不要那么早给 所以老天有一个 横梁的尺度啊 那么这个横梁的尺度呢 都看你的心的变化 那你会说老天到底是谁啊 谁在阻挡这件事情 没有人在阻挡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你的念 你的 你的波动 你的那个磁场 你的磁场感应到整个万事万物 然后呢 他所回馈给来 给你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因果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呢 因为太过微妙 这个微妙的变化 撒那撒那在生命 人的这个智慧啊 一时还没有办法领悟到这种现象 但人的智慧本来是圆满具足的啊 所以你没有办法领悟到这个现象 也就是说你的圆满智慧是还没有达到圆满具足 那要谁才可以呢 只有佛菩萨才可以 了解到整个因果现象 所以有一句话说 理不出心性啊 道理的理 这个道理啊 不出心性啊 人的心 人的性 他那个变化 都是在撒那撒那之间 性是不动 可是性会受的这个心的干扰 性会因为心的干扰而呈现出各种喜怒爱乐 贪嗔痴爱 所以心性的变化 都是 那个理 对理的认知 有多深 有多浅 那那是 是不出因果 是呢 就是人世间的各类事情 我们说人跟自己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人跟自然的关系 我们说过这三种关系啊 就是道之宗子 所强调的三条路线 三个范围 通通包括了 那道之宗子呢 以儒家的修辞为主 所以呢 通通把这个 收纳在道之宗子里面 我们如果能够照着 道之宗子的每一条经文 立志去实践 做一条 就得一条 做了 圆满了 那你就成佛了 所以今天讲到几历历人啊 我们要想到自己的立足点在哪里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公民立路 这个福报的问题 如果说 你所申请的不是正当的手段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你用了欺骗拐蒙 这个方法 得到钱财 你要知道 这个钱财 也是你的 本来是你的 结果呢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来得到你应该得的钱 所以呢 整个 新的变化波动 已经产生了坏的影响 你本来可以申请到一千万的 结果呢 已经打折了 可能打了对折 也可能打了两折三折 你只有申请到五百万 或者是说更少 只有申请到两百万三百万 可是你本来有一千万啊 你用这种 偷遍欺诈的方式 结果呢 你得到两百万 三百万 你还很高兴 你不晓得说 你可以申请到一千万 所以这个事理啊 是不是很微细 很微妙 这个谁 认谁也没有办法 清楚这个道理 只有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以 释迦牟尼佛 视线在我们的世间 他把这个出世间的事情 理相因果 通通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了解这些事情之后啊 我们再来 这个 站稳这些立足点 好好的来修行了 那么我们必然可以成就 必然可以成就 那所以 现在虽然不是说 弘扬旗来应运 弘扬旗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他的那个理事因果 那个道理都还在 都还是需要我们去遵守的 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君子很高兴做他的君子 因为呢 他知道 很多事情 不可以强求 不可以呢 这个欺诈 偷骗 这些行为呢 不是君子的行为 君子坦荡荡 所以君子所做的行为 都是光明正当 这个直来直往 他不会跟人家 用什么心机啊 这个是君子 所以君子 所得的福报 虽然只有一点点 他努力去辛苦 申请 结果申请呢 都只有一点点 你看孔老福祉的地址 有谁富有的呢 只有一个啊 子贡是富有的 其他的 都是四线 这种贫穷项 那有一次子贡 去看了这个圆线 看到圆线 这么样贫苦 他那个门呢 用竹篱笆 把它立起来 那整个房间呢 就是茅草盖顶 篱笆为座墙这样子 然后看到他呢 面有菜色 吃也吃不饱 那子路来的时候呢 是坐的高官大车啊 哇 这个 三只马的车 马车呢 非常的高 那装饰的非常的豪华 而且呢 水桶的人呢 也是排列成两列 一副这种 富贵人的气象 结果来看到圆线 他的同学 那子贡 看到这个样子 他有一点不屑一顾 就很不屑地问他 你怎么会病得这么严重呢 这个圆线呢 一听到子贡这么问话 马上呢 有一种君子 那种傲骨之戏 他虽然生活上 没有得到很好的 这种滋养 但是呢 他精神上 却是非常的丰厚 所以他就跟子贡讲 我不是病 我只是贫 我不是病 那贫呢 可以呢 两袖清风 可以呢 毫无牵挂 那贫呢 病是肉体上的折磨 身心上的忧虑 所以我没有肉体上的折磨 也没有身心上的忧虑 我只是贫 我没有病 哇 这个子贡听他原先这么讲 表示呢 哇 这个人很有自觉 也有他的自己的坚持 所以呢 就很客气地跟他 跟他行安 行礼问好 那我们知道 富贵啊 难有道 富贵还能够拥有道啊 那这个人是不简单 这个人是佛菩萨再来的 我们说平道平道 从来没有人在讲 富道富道的 清平才有道 因为呢 你不会对物欲展昭 不会对物欲有所执着 你看在顺考之中 富贵是顺考 在顺考之中 考掉了多少 原胎佛子 考掉了多少仙佛菩萨 大家穿好的 吃好的 住好的 那么我还需要努力修行吗 修行只是一种玩票 我来到场玩一玩 人家有需要讲课来讲一讲 有需要点到 我来点一点 这个是属于玩票 人家说 雅兄对白 修行变成是 搞时尚的玩意 但是呢 如果说富贵之人 还能够修到 那他的成就肯定在这些 贫穷之人的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福贵双修啊 他以前累积这么多福报 今次呢 可以享有这些福报 然后呢 他又愿意在道场里面 尽心尽力的修行 修到半道 那么他的成就 肯定比这些贫穷人 还要快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得到电视上这些 名人啊 这些高官啊 或者是说这些董事长 他们拘手投足之间啊 上以亿计啊 都是亿来亿计的 人家说亿来亿计 那钱都不是 我们能够向 向往的 所以 他们那种身份地位啊 实在是高出一般人太多了 那像他们这种人 如果还愿意在道场尽心付出 道场修持的话 那这个人 肯定是佛菩萨再来的 那最有名的例子 我们想到 我们想到 长龙集团 董事长张龙发 这个人 那这个人是不简单 本身拥有这么大的事业 可是呢 又愿意在道场 这样付出 这样 这样努力的修到半道 当然他的生活细节我们不清楚 只是用他的例子 我们来说明 这个人啊 一定有他的善根福德 所以我们今天 要知道把自己的立足点 把它立好 不要被外在的这些公民立路 这些贫困艰难 所左右了 我们的立足点 就是立在我们的 做人的本分上 那做人的本分 我们强调 这个三纲五常 我们强调五伦八德 那这些都是做人的本分 我们就把这个做人的本分 把它立足好 所以这个做人本分 哪有在乎你 你是有钱人 没有钱人 你是这个做官的人 还是富贵的人 不在乎这个啊 你在哪里 都是可以行人道啊 你难道富贵的人 就不需要讲礼敬吗 讲信用吗 不需要讲孝顺吗 不可能 那你贫贱的人 你就可以不用信用吗 你就可以去偷窃吗 你就可以为非作歹吗 这也是不可能 你去做了 只有让自己更加卑贱 所以很多现在 这个弱势的团体 集合起来 大家呢 为这些弱势的人啊 找出路 有的这个 比如说 这个神智 发展有障碍的 或者是说 这个四肢有障碍的 那么 有心人士啊 把这些人集结在一起 然后呢 给他们找工作 或者是说给他们工作 发薪水给他们 那么你发薪水给他们 帮他们找出路 除了这样之外 你还要做一个动作 那就是教育他们 教化他们 如果说他们的心念 没有得到圣贤人的教化 那么他们在 得到工作 得到这些薪资的同时 他们还是一样 起贪生吃慢 还是一样 有七行六欲 甚至呢 会因为自己残障 认为别人应该同情他 所以呢 如果说自己做不好 那也是别人应该同情的 如果说自己呢 在做事上稍微卯屋一点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呢 人家都会同情我 而且呢 人家应该同情我 那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的人呢 那会让自己呢 更加的卑贱 下一次的投生啊 需要更多人 来帮助你 你才有办法生活 所以 我们必须教化 把教化呢 落实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透过你给他工作 给他薪资的这个机会 你要呢 把这些圣贤人的道理 把它用在这个 这个工作的时段里面 去教化他们 他们一点一滴 接受到圣贤人的教诲啊 他们才有办法从理上改 从心念上改 你光给他钱 给他工作 那是没有用的 那只能救得了一时啊 你救不了一世啊 即使你这一世 都有人帮助他 那么下一世呢 你想一想看 我们现在社会上 这些 这些这种慈善团体 这些这种弱势的团体 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 下功夫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讲到 这个富贵人的团体 虽然他们可以 予取予求啊 可是呢 他们也要教化 因为他们的受教化之后 他们影响力量更大 那么他们能够把福报 转变成功德 所以呢 他们呢 这个所影响的范围 所可以度化的众生会更大 那所以富贵人 也是需要透过一种教化的功夫啊 来成就他们 所以呢 都不出圣贤人的教化 那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是这样 每天不断的 大家来讲经说法 那么你讲经说法 不一定有人要听啊 他也不一定有时间 在你安排的时段来听啊 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网络 就是卫星 就是靠这个DVD 利用科技来传道 这个是目前现今啊 最好的方式 所影响的方位呢 也是呢 最广 最受益 用这种方式呢 你可以反复听 你对于不明了的道理呢 还可以重复的温习 重复的去了解 所以我们以前到场 那种观念 一定要走到人家家里面 去成全 这个观念已经改变了 虽然还是需要 人情上的接触 但是呢 这个毕竟呢 时代潮流 已经不是主流了 每天出去两个小时 这种观念呢 这个 真的是不是 符合现在了 人家也不愿意接受你 那么你这样 辛苦劳累 也没有得到什么成绩 那么你 为什么不能够 好好的在一个 定点上 好好的来发挥 己利利人的功夫呢 己达达人的功夫啊 所以我们现在讲 己利利人 每一个人 应该找出 他的立足点 起码让自己呢 可以安身立命 可以呢 顶天立地 那孔子三十岁额立 那他额立 这个 这个说法 那他可以具足无量义 那什么叫额立 他是因为可以养家糊口了吗 那还是说呢 他娶妻生子了 或者是说 在社会上 有一族之地了 他可以不用靠别人 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那只是这样吗 想想这个都是人 基本上的立足点 那每一个人 那每一个人基本上的立足点 都是在这种身体上的一个安养 家庭上的一个安养 这样呢 还不够 还不够 不够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到这中子的三个范围 人跟自己的关系 人跟家庭的关系 人跟社 这个 人跟家庭社会的关系 社会就是包括家庭 所以这是只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 这三个范围 这三个范围 都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我们把人跟自己的关系 先把它弄好 所以今天来讲起立立人 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心 跟你自己的性 对于心性 对于这种理事的关系 你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才能够真正了解 宇宙人生的道理 那你去圆满他 就是圣人 你还达到九十分而已 你就是闲人 你只有达到六十分 七十分 那是君子 那你不及格 就不能够算是 一个立足点 你没有立足 你如果还在六十分以下 没有立足 你还要继续努力 所以孔子在论语 他讲了这句话 夫人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打而打人 能尽取辟 可谓人之方也已 所以孔子他讲的 其实呢 就是推己己人 也就是说 在立人的过程当中 来立己 所以立己跟立人 是同时进行的 立己跟立人 是一件事情 不是两件事情 不是说自己 这个顶天立地了 可以安身立命了 结果呢 你才想到去 帮助别人 也安身立命 不是这样子 孔子是把这件事情 讲成一句话 所以可见呢 这个是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同时完成所有的动作 这个就是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的道理 那这个道理呢 真的是影响很大 他的道理很深 你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 善人 是一个君子 那么你所影响的范围 有多大 因你而受到教化 受到启发的人 有多少 你看我最近在看 那个王凤宜言行录 所以这个人 也不简单 你看他只是一个农夫 庄稼汉 也不适智 竟然可以悟道 办出了万国道德会 还会呢 医治人家的病 会讲病 那讲病是因为 人的五轮关系出了变化 人的五常心性呢 产生了变质 所以他从五常五轮里面呢 来讲 讲这个道理 把人的病就治好了 所以人跟生的关系 其实是有很微妙的变化 人这个人跟生 人跟自己都搞不好了 你怎么可能会有办法帮助别人 你哪有办法立人 更不用说达人了 所以孔子认为一个忍者 想要立己 己欲立而立人 想要立己就要立人 想要达己就要达人 他说能禁取辟 能禁取辟 其实呢就是叫你 这两件事情同时动作 就是推己其人 那你怎么推己 你自己要能够成就 你才能够推己 他说这个是人 这个就是人之方 成人的方法 成人的道理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成人 就是成帮助百姓 帮助众生 帮助天下万物 那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你看这个 很有意思 很有道理 而且呢 细细体会起来 真的人离不开神 人的道理 你都没有搞清楚 没有弄明白 然后你就去出家当和尚 或者是说 你就去参禅打坐 吹福念咒的 去学这些法术 那么你人还是没有做好啊 人没有做好 你这个本没有力啊 本没有力 你怎么可能可以 深知展业呢 你怎么可以 可能会开花结果呢 这个道理啊 我们一想就知道了嘛 根本不需要说呢 太多深奥的道理来 来解释他 那所以啊 台湾啊 很多人 都被这个 儒家的思想 给搞紋亂了 被佛家的思想 迷命的 一望的追求 一味的追求 被儒家思想搞 互乱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呢 我们中国人 五千年以来 都是在 讲这个 做人的道理 儒家的思想 讲到的 人都不想听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 礼教吃人 这个说法呢 就是因为 我们常常在讲这些 这些老掉牙的东西 这些这个 古人所留下来的 这些话头 跟现在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 所以民国初年 为什么会把 这个 孔孟思想丢到 毛坑里面啊 要全盘西化 你看全盘西化 把我们中国人的 根全部都抛除 那抛除了 这棵树呢 快要孤枝了 快要孤死掉了 在还没有 孤死掉之前啊 还好有觉悟啊 觉悟到说 这是我们的根本啊 我们必须用根本 来救自己啊 不是靠西方的 那个药物啊 你跟西药 我们都知道 头痛以头 脚痛以脚 那你头痛怎么来的 不知道 反正把你头治好就好了 脚病 脚的痛怎么来的 无所谓 让你的脚不痛 那就对了 这个就是西医啊 那么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不发展西医 这套理论啊 我们的祖先 为什么都没有 这套理论啊 那是因为 那根本不是究竟啊 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要医病 只要医源头啊 你这个源头不医的话 你装医那些表象有什么用 肿瘤来了 好肿瘤把它割掉 那就没事了 要整到其他地方 要其他地方再割掉 这里有病动 这里把它开动 都是用这种方式 你看 这个非常残暴 残暴的原因就是因为 肿瘤 我们说一些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的产生 其实都是我们的 这个业障所产生的 我们讲过病的三种原因 内阴外阴不内外阴 内阴就是因为 我们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这个 这个 起了一些 心浮气躁的念头 外阴呢 就是外在的 外在的 这个风寒鼠尸照火 外在的压力 外在的这种干扰 外在的困顿 这个都算了 那不内外阴呢 不内外阴讲得更广 感到更深的 不是外在 不是内在的 那有可能是你跟冤亲在主 累世的冤亲在主 当然这个 中医不讲冤亲在主 中医讲习气 你的习气 那习气弱就会引发 你外在的这些干扰 比如说你的习气是干 你容易动怒 那么干 在动怒的 每每动怒的情况下 就显得比较脆弱 脆弱的同时呢 可能就有这些 外在的干扰 这些冤亲在主 我们说的业障病 它就附在肝上 让你产生病痛 或者是说 不是 不是冤亲在主 而是呢 你自己习气 累积太久了 这个怒气呢 产生太久了 那怒气产生久了 当然就生病了 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啊 慢慢分析 这个要开 专题来讲 我们才能够 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 我们今天只讲 几历历人 所以你历历好了吗 你先问问自己 龚老夫子三十而历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达到圣人这样的高明 那么我们至少也要四十而历 五十而历 历不是你成家历业 搞错了 圣人的标准 不是这样子 那只是一个外在的 外在的历 你要内在的历 也就是说 你的夫妻关系 有没有弄好 父子关系 有没有调和好 你跟这个老板的关系 有没有相处好 你跟朋友的关系 有没有对待好 这是五轮的关系啊 你的人意理自信 里面你是不是 哪一条还没有做好 哪一条圆满了 这个是利己啊 所以己欲利啊 你必须在这个功夫上 好好乐下 你在公司 你就做好员工的角色 做好老板的角色 在家庭做好父亲 做好子女的角色 做好妈妈的角色 在外面 同事之间 同僚之间 同学之间 你要做好 你该有的本分 那你要 己欲利而利人 利人 你要达到 君亲师的标准 根据你的经验 你的年龄 根据你的智慧 你慢慢的来做 圣贤人 没有教你 一下子要圆满 你总是要慢慢做 慢慢的去体会 那么君亲师 这个标准啊 就是教我们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你要做君 你要做亲 你要做师 这样才叫利人 你才有办法 己利 所以损人 利己 这句话是错误的 损人决定 没有办法利己 损人是害己 只有利人 才可以利己 这个观念 我们必须了解 我们谚语 有一句话说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那么大家 把这句话 说得习以为常 结果 经过圣贤人的教化之后 我们才知道 这句话是 很大的伤害 很大的错误 你用伤害别人的方式 来帮助自己 那这个呢 这个帮助绝对是 有限的 而且的这个帮助呢 也是你命中有的 但是呢 你用帮助别人的方式 来帮助自己 那这个帮助呢 才是很长的 才是久远的 所以 很多事情啊 你要想一想 在对方的立场 即使自己 受委屈了 受责备了 你也要忍下来 一切法得成于忍 你的忍的功夫做到了 那么你才可以 可以做到 其他的 这个德行 真的所谓 己利利人 所以菩萨 这些 贤人君子 他们哪一个 不是从人之中 做起来的 那所以他们为了什么 为了要 利己 为了要利人 从教化众生的 这种过程 来帮助自己觉悟 帮助自己成就 那你说帮助自己 不就是师吗 对啊 所以老师讲 功中有师嘛 活佛恩师里面 他有讲 你看他说 这个师啊 师忍的师这个字啊 这个字呢 就有一个功 功的一个字 自根在里面 那这个功呢 就有一个师的字 自根在里面 你看这个比喻 巧了 这个比喻真的是很妙 所以功师不二 功师为一 那大道 不是二啊 二法不是大道 佛法不是二 佛法是一 佛法是不二法门 所以从这个道理 我们才知道说 己利利人不是两件事情 是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必须要清楚 那么我们刚开始 还没有办法 帮助别人 你看 从零岁到二十岁 我们都要靠父母 靠这个师长 靠这些长辈 来给我们拉拔 给我们教育 所以人生的 这个春天的过程 几乎都是 接受外来的帮助 你二十岁以后成人了 二十岁到四十岁 是夏天 人生的夏天 就是你要开始去努力的 你要开始去 回馈这个人世间 那么你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这里 大致把它分为 四个项目 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养生命 养生命 你的生命 是父母给你的 那么你至少 你的生命 你要保持住 让他健健康康 让他活得 自自在在 这个是养生命 所以这个养生命 我们说养生 其实这个里面 有很深的道理 单单养生 在庄子里面 就讲了不少 那我们现在说的养生 主要在讲 这个正命 也就是说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经济生活 我们的经济生活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那现在女孩子 比男孩子还会赚钱 女孩子可以独立自主 不需要靠男孩子的脸色 所以这个是时代的不一样 那男孩子呢 那更需要 养生啊 养这个事业 所以你要在事业上 要扎下基础 但是现在事业率这么高 没有收入的人特别多 尤其是男生 没有收入的 在家庭里面靠父母 那这个都不算自立 都不算立即 所以你一定要 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生活 那你要去努力 那么失业率怎么办呢 其实失业率是 自己所造成的 你看社会上 工作那么多 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呢 没有错 找不到适合的工作 这个是比比皆是 其实事业率就是这么来 找不到适合的工作 但是呢 找不到适合工作之前 你也要磨练一点 社会经验 你的人生的资量 也是要继续的去磨练他 所以不是没有工作 而是你不愿意做 没有不景气 只有不争气 你想想 这些 以前的人讲的话 想一想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自己愿意争气了 那么你去 你去 扫马路 你去扫厕所 这个都有工作可以做 现在 清洁队的工作 人家真的要 因为收入稳定 一般的人还找不到 那么你刚才说明一种现象 就是呢 很多人 不愿意委屈求全 他一口气忍不下来 那尤其是呢 大专毕业的 大学生 硕士生一大堆 教育之门大开啊 结果呢 形成教育之乱 我们的教育没有教育到 结果呢 都教一些呢 这个 有文品的 的 这些学生啊 这样有文品之后 他们呢 自视太高了 自命清高啊 不愿意委屈求全啊 那他们 不愿意去干 这些误会的工作 或者是说 卑贱的工作 所以呢 必须引进外劳 所以这整个 社会现象 必须是这样形成 所以说来说去 还是 人跟自己的关系 没有处理好 那没有处理好 你连基本的 经济生活 都没有办法立足 那么你还有其他的呢 你有什么兴趣 你有什么 这个 使命 义务 这个都不用谈了 有一句话说 法轮未转 十轮先啊 你这个法轮还没有动 这些大法都还没有 你要这个 教化众生 普通众生的事情 都还没有做 你要必须先填饱肚子 你要有力气做啊 你连力气都没有了 你怎么去转法轮 所以十轮先就是叫你说 要先填饱肚子 所以我们这里说 养生命 其实啊 就是要先 在你的 身体 生活 的这种 维持啊 你要有一个稳定的来源 再来就是养晦命 养晦命 就是说 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人生的价值 我把它定位在 乘胜乘贤 那么有的人不是这么定位 有的人就是喜欢做做工程师 做做科技人士 做这个董事长 那么我们要必须清楚 什么叫慧命 慧命是永恒不断的 相续不断的 慧命是长久的 我们要追求到这个慧命啊 必须拜明师啊 明师才能够指引我们这一条 永恒不喜的这样的一个大道 所以在这个慧命上啊 要去立功立严 三不朽 要把这种心啊 把它调适到最圆满的境界 所以人到圆满 天到才会圆满 这个是属于养慧命 然后呢 你可以培养自己的嗜好 你的兴趣 你可以写书法 你可以看书 听音乐 等等 或者是说呢 插花聊天研究道理 这个都是人跟人相处的之间 一些移情养性的方法 有的人以修道办道 来作为自己的兴趣 这个更好 所以人是要有兴趣的 他活下去呢 长久活下去了 他有一种综合调剂的 的那个味道出来 没有调剂的这种 这种调味料啊 那么你每天在那里冲啊 你也会冲垮 你会冲泪 那我们要学习更多 法门无量寺院学啊 我们要学习更多 得让我们自己 有那个寿命啊 寿命构长 你才能够学得够多 那么这个细水长流啊 这种方式啊 就是你要培养自己的兴趣 再来就是人的义务 人的价值 人的愿力是什么 你在对于这个人 处在这个世间 你有一定的这个使命要去完成 这个使命呢 也许你不知道 但是呢 你后来一定会知道 你总是喜欢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呢 对全世界国家人民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使命义务 所以你要让自己 有那个慈悲心 福律的心 拔苦的心 去帮助别人 这个叫做 慈悲嘛 慈悲 悲就是拔人的苦 慈就是给人家快乐 所以我们说慈 是几达达人 悲是几利利人 先以拔苦为主 所以几利利人的标准 就是慈悲 这个条件立足了 你才可以说呢 几利利人 你才可以说呢 这个人道圆满 天道圆满 我们说 宇宙事就是分内事 哇这个道理呢 相当的深 如果说我自己 能够在这份责任使命 价值义务上 能够把它做好 其实就是在完成 整个宇宙的秩序 所以宇宙的秩序 就是我的使命 宇宙的秩序 就是我的工作 我一生 要来几利利人 几达达人 就是要跟整个世界 整个人群 合合为一 没有彼此 没有对待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我就是为了完成 整个宇宙的大使命 所以为人有己 而又人无灾 你要做人 我遇人 私人自已 你想要做人 这个人就会出现 你想要做人 是要靠自己 由自己来发动他 不是靠外来的 不是靠师长 也不是靠父母 你必须靠你自己的力量 去发动他 你自己的力量 去发动他 你自己立了 当然就可以 试着去 去立你的家人 立你的这个社区 立你的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甚至整个世界 那是这个 那是几利利人 那我们讲到这个宇宙 那更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那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就是我们要跳脱轮回 跳脱轮回 就是回归到我们的本来面目 回归到本来面目 就是整个宇宙 的一个现象 整个世界就是我 我这个世界是因我而成立的 所以我如果能够跳出这个世界 然后呢 再来看到我 那么这个我的事情 不就是我的 宇宙的事情 不就是我的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几利利人 我们想到 孔子 曾经讲过 他说呢 不患无畏 患所以立 那孔子的意思呢 是叫 人们啊 不要去担心 你的事业前途 不要去担心呢 你有没有 高官位觉 那应该担心的是什么呢 患所以立的意思 那就是 你没有一个立足点 你没有一个扎根之处 你凭什么扎根呢 那么你要在社会 跟人家立足 你以什么点 来跟人家立足 跟人家打拼 那你这个点 就是你的特色 那特色呢 不在外 而在内 也就是说你 这个事业 你的公司 你的企业文化 是什么 现在呢 晋忠学会 一直在推广 地址规的企业文化 用地址规的条文 来作为他们 公司约手的一个制度 那这样很好 地址规是 古人 将 论语 将 这个 孟子 古圣人的这些道理 把它集结在一起 成为一种 生活的点案 让它名为 地址规 表面上看起来是 地址要学习的 那我们古时候称为 弟子啊 就是小朋友 同盟的时候呢 就要教他了 但是我们想一想 你教导同盟 用这些圣人的道理 但是呢 小朋友 学 学到了这些圣人的道理 回到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说 回到社会上 那看 看父母 看这个老师 看同学 所作所为啊 都跟 圣人的教法不一样 那你说 他还要相信 圣人的话吗 那所以可见呢 要推行 这个圣人的道理 你一定呢 自己要站在一个 立足点 这个立足点 是你的根 这个根呢 是从自信而发 自信呢 不外乎 做人的道理 那你三宗五常 五伦八德 你遵守到哪一点呢 那么 那一个点 就是你的立足点 那就是呢 你在社会 可以去跟人家 打拼 跟人家呢 这个 推广 甚至呢 创造你自己的事业 你看我们大学讲 齐家而后治国 这个治国之中啊 他还讲 掺杂一个立业的道理 他没有特别标明出来 但是呢 这是必经的过程 那因为中国人 把范围 扩大到整个国家 以国家人民为重 那所以呢 立业这个道理啊 他就涵盖在 齐家 治国 的里面 那所以 我们要问你自己 自己要问自己 你的立足点是什么 你如果说 我的立足点 就是这间佛堂 那么这间佛堂 如何做你的立足点呢 如果你待人处事 都不圆满 都是蛮横无礼 大家会接受你吗 或者是说 你偷懵 拐骗 这个 无益之人 你住在佛堂 有什么用呢 人家还不是照样的排斥你 甚至呢 把你逐出 佛门 逐出道门 所以 你让人家可取的是什么 这一点可取 不在于说 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才能 或者是说 你多会办事 这些呢 都是不足为道 毕竟这些呢 都只是生活上的附属 那真正生活上所要拥有的 是我们的 做人的道理 我们要问 你的孝道做得怎么样 你的师道做得怎么样 你的五常之德做得怎么样 如果你能够在一个自上 好好的力行 力行到 非常圆满的境界 那么 你就可以认为 自己已经有了立足点 你就可以己力立人了 所以己力的到底啊 是必须呢 透过自己来修炼的 不是说你赚钱了 你就可以去 去招募这些员工 来给资助这些员工呢 工作机会 那只是小力耶 那小力呢 不是我们整个生命的现象 那我们的生命是要呢 以春秋的大业为例 以这个千秋万事为名啊 那春秋大业 就是教人家了脱生死 出六道轮回 教人家成圣成显的大业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立足点的道理 我们上次讲到 宇宙事就是分内事 这是宋如 陆向山所讲的一句话 所以这个陆向山 我们已经 种种的这种课堂上 在强调过 他是执弃孟子的心法 发明这个孟子的理论啊 来加以发扬光大 所以他 在他的文集里面 那他曾经讲 宇宙即无心 无心即宇宙 宇宙内即分内事 几分内事 乃宇宙内事 所以他这个道理啊 看得很深 他这个道理呢 讲得很广 很深是因为 人不晓得 我跟宇宙万物是一体的 因为这个一体的道理啊 相当的深 所谓深 在于你的这个误解 你对于这件事情 误的能力啊 还没有达到 我们说功夫不到价 火候不到处啊 没有人会知道 宇宙万物跟我自一体的 那这样的道理 只有透过修行 只有透过了 这个 放下 你才可以 一层一层的去顿路 去了解 那么陆向山先生呢 因为体悟到孟子的心法 所以已经了解到这一层 那么什么叫宇宙分内事 如果这个道理 我们能够从 佛的说法来解释的话 那就会更清楚 毕竟儒家 他所讲的 都只是点到为止 那佛呢 把他说的透彻 佛认为 宇宙是哪里来的 整个 岔土是哪里来的 众生又是怎么来的 这个道理啊 在佛陀以前 婆罗门教 就已经看到了 整个事情的现象 但是呢 他们看到 归看到啊 他们不晓得为什么 不晓得那个道理 这个塑本追缘啊 来龙去脉啊 还不清楚 所以婆罗门教的 这些修行人 虽然有所谓的先知 可是呢 他们毕竟没有办法 跳出六道轮回 那佛呢 来到人世间 就是要帮助众生 开示误入佛罗之间 让他们了解 佛的 成佛的一个道理 那在这里 向三先生 已经把这件事情 点到了 宇宙四是分内四 那宇宙四就是 我自己立足的 的事情 我要在这里立足 所以你立足 不是在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或者是说你的团队 而是整个宇宙 你看推己及人的道理啊 就是 己利利人啊 那推己及人之外 你要给予万物 给予整个宇宙天地 所以陆香山 他讲的这句话呢 可以说道理很深 那我们刚才 那我们刚才讲 佛说 整个宇宙 是怎么来的 整个岔土是怎么来的 宇宙 代表天 岔土代表地 那么天地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科学家 哲学家 他们呢 用尽各种方法 要来解释 天地的形成 众生的来源 可是呢 他们所讲的 这些理论啊 没有办法说服人心啊 真正有思维 真正有 这个修行的人啊 他们听了呢 会觉得不以为然 也许他们自己说不出 为什么不以为然 可是呢 就是呢 好像 隔靴烧痒 烧不到痒住 你看这些 这个 科学家 他讲宇宙的来源 就是大爆炸 一个爆炸呢 就产生这些 星球 那空间呢 越来越膨胀 星球越来越多 就形成了 这整个宇宙 那所以 岔土呢 也是在这 大爆炸里面呢 形成了 那这个说法 普遍的人 接受 可是也有一些人 不接受 包括科学家本身呢 也有人不接受 那如果学佛 学到的人 像我们 讲三教合一 那么我们也 要把佛 所讲的道理 把它呢 分析清楚 从向山先生 这句话 用佛的说法 来解释 那就可以 很清楚了解 为什么宇宙是 是分内事 那么他 这个佛说 整个天地的行程 是人的 这个 不觉 一念的不觉 而产生的 这个有点像 《清静经》里面 所讲的 清者卓之远 动者静之迹 人人长青静 天地息皆归 所以 动者卓之远 如果说我们这个 岔土 我们这个 红尘世界 是卓 是代表卓的话 这个大地是代表卓 那清呢 就是代表天 这个宇宙就是代表天 那一念的不觉 就产生了 整个宇宙的现象 宇宙的境界 一念的不觉 看你迷到什么程度 那它显现的境界 就是到什么程度 那么 我们人 所形成的这个世界 那就是人 修五界 所得来的一个境界 那么人 本来是佛 为什么会变成人呢 那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还没有放下 那么也许 这个程度呢 比善恶道的众生 还要轻 所以呢 成为人 所以有善有恶 可善可恶 我们看的境界 就是这样子 有山 有谷 有海 有河流 有寿墓 有这个森林 等等的 这些我们所看到的 自然的景观啊 其实 就是人 所变现的 那这个道理呢 很难去 体悟它 体悟 因为呢 不能够体悟它 所以呢 佛才来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 并不是 生命的终点 不是生命的现象 因为生命的现象呢 是永恒的 那这个永恒 是不生不死 那所以因为呢 我们的自信 有一丝好的无名 变动 所谓无极生太极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一 跑去哪里呢 一就隐藏起来的 隐藏在我们的境界里面 我们的生活里面 那什么时候 你要看到一呢 只要呢 你把这些分别 执着妄想 通通放假 放下 那个无名呢 自然就消失 所以佛告诉我们 切莫求真 除妄就是真 你不需要再去找真的 你把这些妄想分别之所放下 放下了 那你就得到真的 得到真的 你可以超脱 整个天地的束缚 跳脱六道轮回 这个是我们 整个人生 来到这里 寿命是一支点 最主要的 一个目标 那我们 我们讲 那到底 宇宙内四 集份内四 这句话 是怎么解释呢 刚才我们讲的 这些现象 你想想看 如果说这些境界 宇宙刹土众生 都是 这个 心性的变化 那心性的变化 心性不是就在我们身上吗 性是我 那个心也是我 性是真的 心是假的 所以叫 叫做 心现事变 心会显现出来各种境界 那那种境界是 为什么会显现出好坏的境界呢 的那个力量是什么 那个力量是性 性是不会显现境界的 性是如如不动 清清静静的 但是呢 它有那个能源在 那心呢 是依附在 性这个能源 所以呢 心能现 事能变 事是有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清静心 我们的觉悟心 在迷惘的过程呢 就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 分别的意识 动念的意识 这个意识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阿赖也是 莫纳事 还有六事 这些事呢 造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的这些境界 你看有的人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的人把这个地方 看成像天堂 有的人把他看成像地狱 污浊不堪 有的人想要一心求生净土 有的人呢 在此乐此不疲啊 那这个呢 都是心的变化 所以 整个净土 净土是在哪里 净土在心 所以自信弥陀 自信弥勒 那弥勒佛 他所给我们的净土 也是希望我们 透过这些先佛的教法 回归到我们的自信的净土 如果我们都做到了 那么我们也就回到弥勒净土了 不是死后才可以回去 所以弥勒佛代表什么 代表我那个真性 我那个自信 弥勒佛给我们的 的这个形象 就是在我们的心性上 要显现出来 他那一份慈悲 那一份寒肠 那一份无量无边啊 就是我们心性的变化 所以你看 你一个动念 一个动念 就会产生了整个天地的变化 所以佛经讲 水灾 是人的贪心所引起的 那我们想到最近的八八水灾 莫拉克台风 造成 南部地区 严重的 这种 人命财产的伤亡 那佛说 这个是人的贪心所引起的 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说 你们就是因为太贪心 所以才会引起这个 那一定呢 受难者没有办法接受 普遍的人也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们想一想 古时候 如果遇到天灾地变 这个危及到整个大范围的县 或者是城 那么皇帝本身啊 他自己要 这个闭门思过 谢过悔罪 然后呢 要栽戒沐浴 要来向上昌祈祷 请求把罪降给在自己的身上 那不要去让人民受到伤害 那这是有德的皇帝 他会这么说 那么皇帝如果 这么样的德行啊 他可以辟印到全国的百姓 达到一种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境界 所谓官亲 官亲风与正 做官的人 心都轻了 心无所染潮 无所贪污 那么整个国家的立志啊 就会生平 那这样的道理 在古时候的人心啊 是非常的得意 用得很合 可以用得很有效果 但是现代人大概不相信这一套了 那你一个天灾地变 你这次的水灾 你跟我 我做现场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做总统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天灾而已嘛 你看就是 这个 这种动念 这种思想上的不同 那这样的动念 就是一种妄念 那这种妄念呢 就加深了人民 人们的迷惑 加深了国家的紊乱 天地灾变啊 这个行程更快速 那所以要怎样 要听佛的教劲 如果说水灾是贪心所造成的 那么就要有人 有这样圣贤君子的人物啊 或者是佛菩萨 来到这样一个灾区啊 来教化百姓 以身作折 用这个言语的教化 身体的教化 来例行 这种百姓的 这种心灵的教化 让百姓知道 真的贪心会造成水灾 那么你们如果不信 那么你们不要贪心试看看 不要呢这样 争鸣夺利 不要再这样 抱怨谩骂 不要再四处要求 你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安分守己 不要再为了钱了 急急盈盈 我们说钱也是一种个人的福报 那你会赚多少钱都是你的福报 你干嘛要这样急急盈盈呢 你只要做好你安分这个本分的事情 那真的就天下太平了 那如果有一个圣贤君子人物啊 住持在这里 即使还没有开始教化 但是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名声啊 就会影响百姓 影响整个社区的人心啊 那这个社区呢 肯定没有天在地边 这个是真实的啊 你看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再再说明 以前都有这种 这个清官 正义 这些清官 这些政派的官员 他如果能够来到这个县市 用亲政联名的心 来治理百姓 那这个百姓啊 有福了 这个县 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县市 当然这个百姓 自然呢 就会学着 受到感化 如果有一个圣贤君子的人物啊 当然清官正义 也可能是君子 那也有可能是圣贤的化身 如果说能够提高到 圣贤的人物啊 的一个境界 那么不只是他的县市 他旁边的县市 都会跟着好转 那么 民生无余匮乏 整个天灾地变 不会发生 那么如果一个圣人出事啊 那甚至呢 整个天下国家 都会得到长治久安 所以中国人以前 他不讲世界 他讲天下 天的下面是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 这些国土 通通都包括了 所以以天下为己任 这个是圣者的怀抱 那也是我们修行人 应该有的怀抱 我们极力立人 立就要立在这里 立在呢 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你自己立了 还要去立天下人 天下人 就是整个宇宙分裂的事 我们不太可能 管到外星球的事 但是呢 自己地球的事情 都管不好了 你怎么会想到 要把整个三千世界 大千世界都搞好了 所以这个圣贤人 他没有要求这样子 圣贤的标准 就是整个天下治理好了 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 把天下都能让他太平 让他和平 那这样呢 这个圣贤的标准就做到了 所以为什么说宇宙内饰 是分内饰 今天为什么天灾地变这么多 为什么呢 整个这些落后的国家 人祸灾解这么多 要晓得 他不是那个国家的问题 那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德性 没有办法批应到他们 没有办法影响到他们 我们的身心教化 没有办法让他们得到教育 以至于呢 他们那个地方呢 落后 灾难 战事 平传 如果说 这个生命共同体 宇宙是我的事情 那么你就会知道 整个地球 遭到破坏 整个众生 遭到劫难 这个都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把它做好 我没有办法把德修好 那所以呢 我要更加的舍 我要更加的舍掉 我自己的内外财 用这种言行 用这种身教 来感动众生 来教化众生 那这个才叫做 宇宙是 乃分内是 分内是 乃宇宙是 你看你做的事情 影响到整个天下国家 你看天象 是印着人心在变的 那听说 在 这个八八水灾的 前一天晚上 有一个摄影家 正在照天空的美景 因为真的是太美了 红色的云 一大片 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云 我们古时候 小说形容 同云密布 就是这种现象 哇那他是用摄影学的观点 会觉得这个天象是很美的 但是呢 并不小的说 原来灾难就要来了 就隔天呢 大水灾就来了 这是我看新闻的报道 那所以说 几份内是 是宇宙式的 几份内是 你自己有没有 不贪 不称 不吃 你自己有没有 做好君子的行仪 有没有做到 佛菩萨的标准 你如果有 你这个德行能批引到你这个县市 城镇 批引到整个社会国家 乃至呢 整个天下宇宙 这个不就是分内是 是乃宇宙式吗 所以说这个道理是不是很深呢 当时佛陀之前的人 佛罗门教的这些修行人 看到了六道轮回 他们可以在六道轮回里面呢 遨游自如啊 透过禅定的功夫 然后呢 悠游自得 但是不晓得说 他们这个悠游自得啊 人还在这个定数之中 就是呢 还在天地的树 的这种掌控之中 他没有办法 跳出天地的树 没有办法跳出六道轮回 那怎么跳出呢 只有呢 深层的定功 佛家来讲 定功是要透过戒律 严格的修行 戒律就是儒家讲的 这个守礼 那儒家讲克己赋礼 你看克己赋礼 就是严格的戒律 那你守到严格的戒律了 那么你就能够得到定 儒家也讲 净定安律德 你就能够定中得到德 德就是什么 德就是你的道德 德就是你的智慧 所以你有这个智慧 你有这个道德 你可以呢 教化整个天下的众生 你可以呢 己利利人 你要帮助别人 也要立起来啊 立起来是要帮助他明理 帮助他呢 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死末 所谓这个理啊 道理这个理 理不出心性 事 事情的事 事不出因果 你看这句话呢 是不是讲的很有道理 这个事件 这个理啊 都是我们心性的变化 那心性的变化呢 你一念偏止 一念之差 就可能产生 整个 往三二土去了 在六道轮尾之中 跳脱 跳脱不出来 所以呢 性性 性跟心 其实就是 天跟地的关系 性是天 心是地 天是如如不动 那这个心呢 心会随时变动 那我们把心 性 把它调和起来 让心呢 不要呢 心原意嘛 让心呢 舍望求真 求回到原来的那个真心 因为性 它所造显的是真心嘛 它不会 不会照望心 会照望心的是因为 心呢 变子了 可是性还是照 但是呢 照出来 那个形象已经变子了 譬如说 这个镜子 它镜子 不管你好坏 不管你呢 没丑 它就是 把你照出来 相应出来 你是好的形象 它相应的就是好的形象 你是不好的形象 相应的就是不好的形象 所以镜子 其实是 我们人的性 性显出来的 其实都是好的 都是至善的 我们最美的一面 最美的一面是什么 就是礼儀廉恥 就是三纲五常 这是人类的 这种生活的秩序 手里的境界 就是最好的一面 但是呢 一念不迷 有人呢 一念呢 把这个性啊 加了一层灰尘 加了一层灰尘之后呢 那他呢 就会呢 胡搞瞎搞 自己乱来 所以 在镜子面前显现的就是他胡搞瞎搞的一面 是旺心啊 旺心做事 所以 向山先生 他讲的这句话 实在是道理相当的深奥 那 后学如果没有好好地讲 大家也会听不明白 但是呢 后学还是讲的不够究竟 所以呢 只能够从这个 知智片眼啊 所谓灵毛凤爪 来 截取一点智慧 来为大家讲授 那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 东海有圣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 那么 接下来的 东西南北海 都是用这样的话 此心同此理同 千百世上 有圣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 千百世下 有圣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 此理同 所以你看 他重复在讲这句话 他已经把整个时空 跟 这个 定位啊 都讲出来 时间跟空间都讲出来 有圣人出 什么 什么时间 什么空间 都有圣人出 那这个圣人出 他讲的道理 他所显现的心 都是跟我现在所说的 这句话是一样的 都一定是支持我说的话 所以这是见性的话 他看到了这个 那个见性的部分 所以他才那么有自信说 我讲的话 跟圣人讲的话 没有两样 你看释迦摩尼佛说 他 他从来没有讲过 什么话 没有讲过自己的话 他讲的话呢 都是古佛 所说的 一字一句呢 从来不曾参加自己的意识 如果有人说他 有说法 那就是毁谤佛 这个是我们在金刚经 可以看得到 孔老夫子说 无恕而不作 信而好古 你看他恕而不作 意思也是一样 孔老夫子只是将了 古代这些圣 圣王 这些圣者的道理 把它寄述下来 把它传述下去 因为我相信他们的 我现在印证 我现在体悟 跟当时圣人体悟 也是一样 所以我非常相信 信而好古 好古 我非常喜好 那个古道 古德 那个古人 古人就是老人 我们说啊 不听老人眼啊 吃亏在眼前啊 老人是谁呢 老人就是这些 那这些圣贤 这些菩萨 他们是老人 你不听他们的话 结果呢 自己吃亏了 你看先佛菩萨 来到我们道场 借窍 开轮 披萨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只不与怪力乱神 那这个不是怪力乱神 没有错 在很多宗派的眼中啊 一贯道的都是怪力乱神 他讲的这些话 所记录的这些经教啊 是毫不可信 尤其是佛教 对一贯道来是 非常的不认同 那因为佛 这个一贯道的势力啊 已经远远超乎佛教世上 那所谓的势力 当然讲 不管是人 不管是地 甚至是说 法财 那个影响力 都是远远超越佛教 那佛教又讲三教合一 那所以呢 一贯道最受批评的 当然就是在佛教 我们常常讲佛说 常常讲这个佛经说 结果呢 他们认为 我们抄袭 引述 他们的经典 所以你看是 你看如果你是释迦牟尼佛 你会认为 别人讲你的话 是错误的吗 他恨不得众生 了解他的话 传述他的话 实践他的话 他怎么会认为说 你讲佛的话 就是错误的 他要开除你 没有这种事情 佛不会排斥人 何况你要讲 讲他的心理心法 佛高兴都来不及 当然佛菩萨没有高兴 我只是这样形容 佛欢喜人家 讲佛话 做佛事 圣贤先佛也是一样 我们这些先佛菩萨 来到人世间 借着三财 借着软笔 来跟我们训事 他讲的话呢 你认为有受用的 你就把它拿起来做 慢慢去做 好好的去做 做到了你自己 有一个扎根之处 有一个立足点 那么你就是成功了 向山先生这句话 各地方都有圣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 那先佛菩萨 跟他讲的话 也是一样 如果都是见性的人 那没有 不需要再讲什么话了 要讲的话都是那些话嘛 所以孔老夫子 跟老子 跟释迦牟尼佛 耶稣基督 穆罕默德 他们五个人如果坐在一起 那场面就是 都没有话 以没有话来对话 那这是最高境界 没有话到底是什么话呢 玄外之音 世间的人 谁可以听得懂 那种玄外之音 那他就有功夫了 同样的我们看这些圣者 所留下来的经典 先佛所批的训文 你能够看到这个训文里面 先佛所表达的那份玄外之音 那你又能够把它实践出来 那这个真的是有功夫 而且是有功德 六祖会人讲 见信是功 平等是德 你看 向山先生他讲这句话 此心同此理同 那是见信 见信是功 因为他讲的这句话 是见信的话 所以是有功 平等是德 是众生一律平等 也就是说 整个生命是一个共同体 整个天下宇宙都是同一体的 分内式就是宇宙式 就是平等 所以你现在再也不会把 其他的民族 落后的国家 当作是看不起的对象 你不会把你的冤金 在主 看成是你的敌人 你不会把你讨厌的这个同学 同事 或者是同修 你会 你不会把他认为是可恶的对象 你再也不会了 感谢他 感恩 忏悔 自己没有那个包容心 没有那份亚量 没有那份平等心 我自己也很忏悔 我受到了这个障碍 不管是凡事上 圣事上 所受到的障碍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有些都不能够讲的 那我知道 只能够忍 默默承受 金刚金讲 一切法得成于忍 那只能够用忍 暂时用忍 那忍你要如果把它化掉 化掉的方法 就是你要转移念头 你要把这个恶事 变成好事 你要把对待的事 变成融合的事情 你要把这种 这个 阻碍你的人 障碍你的人 打击你的人 对他感恩 为他祈祷 这个才是真正的 化解 你的灾难 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 要怎么化解 把心都变成感恩 都变成忏悟 都是变成 祈祷 一切为众生着想 这个就是化解 全世界的灾难 那么你的德 能够 辟印到多少人 这些人就是 得到你的辟印 这个地方呢 不会有天灾地变 人祸的产生 这个是真实话啦 我这样讲课 我是告诉我自己 各位听众 各位同修 你不要听了 用这种话来质询我 我做得到吗 我是告诉我自己 我每天用一小时的定功 在这个佛菩萨的教会里面 来叮咛 教诫自己 我做不好 我做不到 可是呢 我不断地在改 不断地在做 我希望呢 真的能够为众生好 真正的 能够来度化众生 真正的来负担呢 迷了家业 为师尊师母呢 尽一点心力 这个是我的期望 也是我一生的职责 那所以说 向山先生的这些话 用来解释己利利人 那是非常贴切 有这个时间 我们也应该 好好的来研究一下 这些宋元学案 宋明 辱家 他们的这些道理 那接下来 我用一个历史知名的人物 来介绍 我们己利利人 他的一个做法 这个人是谁呢 范仲淹 那范仲淹呢 是一个贤人 他在孔子庙的相仿里面 是我们要拜到他的 那范仲淹的德行 流传后事 影响很大 他在当世 影响当时的天下 就非常的大 他留下来的这些文章 留下来的这些典范 都可以让我们作为 一个修行人的标准 范仲淹 他两岁的时候 父亲就过世了 那父亲过世了 母亲为了生活 只好改嫁 那改嫁之后呢 范仲淹也从 这个季父的姓 姓朱 那他年轻的时候啊 当然受到 季父的一个 一个生活环境 的调教啊 他就有 不少的机会可以学习 但是呢 他年少就有不凡的 这种情操啊 一直到他呢 大概 十五岁的时候 他懂事了 他了解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了 这个五轮之道 五常之德 他也渐渐的懂了 懂了之后呢 又清楚 自己的身世的来源 那所以呢 他就跟母亲辞别 那母亲怎么会舍得呢 当然不忍他去啊 可是呢 他跟母亲 好好的沟通 他认为呢 他是姓范 不是姓朱 他要做范家的子弟 那母亲 没有办法 被他这一番 辞言 抑郁症啊 感化了 所以就让 就让他走了 就 靠了自己啊 刻苦力学啊 当然有一些 亲朋好友的帮助啊 那他呢 在这一方面呢 真的是 这个刻苦自立啊 咒业不洗 那他觉得自己呢 要效法胜贤 孝胜法贤 那一直到他 考上科举了 公民成就了 他在这个国家 也立下了 很好的典范 他遇到的君王 也是呢 一个很有德性的 国王 皇帝 当时宋朝 是仁宗在位 你看仁宗那个时代啊 出现很多能臣 良臣 忠臣 都出现在这个时代 所以宋朝虽然呢 表面上呢 国力击弱 可是呢 民心安定 国内呢 几乎说呢 一变祥和的景象 尤其是在宋仁宗这个时代啊 那真的是 一个很好的君王 那宋仁宗之后 宋神宗 也算不错 所以呢 宋朝的这种 贫质啊 也就是说 他安泰的一面啊 也持续了一段时间 那都是得 得利于 当时的这些 这些 能臣 这些将相 范中焉 是其中之一 你看那个包公 你看那个司马光 这些我们 了解的这些历史上的 名人啊 很多都是在这个时代 这个狄青 这个狄青 一个大将军 还有一些人 记不太清楚了 总之呢 这个时代出很多能臣 那范中焉呢 他当时啊 他在一个文章之中 这一篇文章呢 是流民千古的文章 岳阳楼记 哇 他里面的文章啊 真的是拍案叫好 那他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 就是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 你看这种境界 是多么的高尚 当然这句话呢 应该是出自于孟子 那孟子说 幽以天下 乐以天下 然后呢 经过他这样 微妙的这个文笔啊 一把他写出来 就变成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 真的是 就这样流民千古 那让范中焉流民千古了 其实不是因为这句话 而是因为他真的 做到了 他做到了 又留下这个经典典范 所以呢 让后世的人 更加的平掉他 追念他 甚至呢 连到现在 八百多年了 可能九百多年了 都还有范式的祖先啊 的子孙啊 这个 生活到现在 那听说台湾也有 你看先天下之幽而幽 这句话呢 是多么难的一个境界 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幽而幽的人 只有佛菩萨 只有圣贤君子 那才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们可以预见未来 他们可以知道了 人继续这样搞下去 一定会发生什么灾难 我们说 贪心 是会发生水灾啊 秤心 会发生火灾啊 那么 鱼吃心 吃心 会发生风灾啊 这个是佛告诉我们的 那佛留下来的这些智慧啊 透过 儒家 圣贤君子的学习啊 那把这个 这句话给落实了 他叫人呢 不要贪心 不要有抗争的心 不要有这个 这个欺诈偷巧的心 那他不要有这种 这种愚昧的心 他教人这样子 那范仲淹到底是做了哪些事情 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大略 来举 几件 那范仲淹的一个 他曾经在江南这一带 曾经做过 做过这个 县压 县历 那他在这里呢 他的这个住的地方呢 他都住得很清贫 很节俭 然后呢 他都趁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当时当然也有经济不景气 农民啊 抛售这个田地啊 他就去把这个田地买下来 那买下来之后呢 只要说有 他的县民啊 没有田耕种的 他就租给他去耕种 租多少 没有收租金 你就是种 你种了多少 你就拿多少 那农民赶他的恩啊 当然种的这些 到古食粮啊 就会拿来这里 县衙里面来 施舍啊 那么因为放出的田地太多了 所以呢 当地的百姓啊 很多人都受到他的照顾 那他自己也开了一间异学 请老师 请这些师资来教导当地的 这些学子啊 来受教育 读圣人的书 受圣人的教化 后来因为他要开异学 这个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呢 他就必须呢 要有更大的地 他就请 请人啊 看一下 看一下风水地理哦 要怎么整建 那么呢 这个风水地理啊 就跟他讲了 你的要开设学校的这个地啊 不是 他说你住了 住了那个房子那个地啊 地理非常好 如果呢 你在这里继续运作下去啊 你的儿子会做到三公以上 三公就是宰相 会做到宰相这样的一个关节 这个范仲医一听啊 就想说 我这个地这么好啊 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来我这个地这样读书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宰相 那不是更好吗 他就呢 那个家也不要了都拆掉了 做学堂 把做学堂让当地的这些学子啊 没有能力学习的 或者是有能力学习的 通通来这里学 没有能力的不收钱 来这里学 用圣贤的教法 圣贤的制度 圣贤的这种行语来教导他们 当时宋朝的官员呢 受到范仲淹教诲的 很多很多 那么范仲淹呢 他舍弃自己儿子做三公的机会啊 给这些天下的读书人啊 那这个因德啊 更大了 聘因到他的子孙啊 一直到现在八九百年的 他的子孙 还可以得到他的因从 得到他的庇护啊 他的子孙都还过得很好 有的人都是修道人 所以他在越洋楼记留了这句话 先天下之幽儿幽 后天下之乐儿乐 你看他已经看到了 整个天下的忧虑 所以他事先做 这个事先的忧虑是什么 你没有人才 没有圣贤君子啊 他就赶快培养圣贤君子 给国家使用 这个国家呢 不断的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宋朝呢 文风鼎盛 虽然国力不很强啊 但是呢 整个宋朝的 人民生活的水准啊 是蛮高的 很多文人都出自在唐宋 尤其是宋朝这个 这些 我们知道 这个都是有年代关系的 后天下之乐儿乐 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 整到整个天下 百姓都能够享受到 安居乐业的生活了 他自己呢 才愿意过这个 安居乐业的生活 他跟百姓一起 他没有特别凸显 他在享受快乐 百姓快乐了 我就快乐了 我们现在休闲的标准 整个民众都可以得到 都可以回天 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讲到 道之宗使第十八句的经文 己答达人 我们上次 讲到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是一个贤者 他真正的做到 己立利人 己答达人 从他的艺田 艺学 就可以知道 他把整个心思 都放在 天下众身上 那尤其教化 学子这样的一个课题 他特别的 用心 所以他把 他们家最好的风水地理 拿来给这些学生读 那虽然 不一定说 他相信风水 但是呢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宝地 就不应该自己享用 要拿出来给大家 共同享用 所以 人家说 福地福人居 那范仲淹 为什么会有这块地呢 他也不知道 反正就莫名其妙 他的官邸 就是设在那里 那他又想半学 所以他才知道 这是一块福地 那可见呢 我们说啊 这个 静随心转 一个人 他的心 得一个慈悲的能量 历人达人的这个能量啊 达到什么地步啊 老天就给他什么样的福报 多大的福报 这完全是靠自己 真诚心的发落 范仲淹 一心为人啊 没有自己 所以呢 他把他的风水跑地 奉献给 这个学校 奉献给这些百姓的学子 结果真的 造成 北宋年间啊 学子的风气 是很盛的 那么北宋 在整个大环境 这个人格的操守上啊 品德的要求上啊 那北宋也是 也是很好的 比起其他的朝代 那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标准 所以当时呢 文人特多 那因为文人特多 那所以呢 一些学术就会很发达 那我们看到北宋五子 那我们看到北宋五子 这些理学家 那就是在 那个时代产生的 那像 这个 苏东坡啊 像 李清照啊 李清照可能还要晚一点 那这 这个 这些大文学家 历史流民的这些人物啊 政治家 含棋 这个 还有包 包公 你看 都是出现在这个 人事 这个时代 那所以说 这个 如果每一个人 都是为 整个天下 众生而想 那么整个大环境 就会改变 所以这些 这些贤人 这些君子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造成北宋的风气 也是这样子 所以想想 我们今天 要求一个 安居乐业的生活 求一个没有天灾地变的生活 那么我们要 向谁求呢 学学范仲淹的例子 那就是最好了 他曾经说啊 于常求古人人之心啊 或依恶者之为何灾 不予物喜 不予己悲啊 居庙堂之高 者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 者忧其君 是进予忧退予忧啊 你看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啊 那如果没有从一个德性上 那一份真诚的一个流露啊 那一份一心为己啊 一心为公这样的一个胸怀啊 他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 他的意思是说呢 他要去寻求古人人的心 那这个古人人的心跟我现在的心 到底还差啊 差在哪里啊 那我为什么 追求不到呢 那如果说我已经做到了 那其实呢 古人人的心啊 那个忍者的心 圣贤人的心 就是我现在 所要存的心 这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他说何灾 没有不同啊 哪一点没有不同呢 不予悟喜 不予己悲啊 不会因悟而来高兴 不会因自己得到悲伤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不会因为外在的 这些事物啊 家住在你的身上 那么你就会特别高兴 比如说你做官 人家给你送红包 送礼物 那么你会特别高兴 外在的环境 给你了十足的供养 你就特别高兴 他说他不会特别高兴 那他也不会特别悲哀 他居住在清苦的环境 居住在了这个生活条件 非常不足的这种环境上 那他还是一样 甘心自如 自愿过一个清贫的生活 他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 任何的悲伤 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境界 就有点像炎回所视线的那个样子 一旦是一瓢瘾 人不堪其忧 我也不堪其乐 他炎回的乐 就是现在范仲淹的乐 所以说范仲淹 真的是有达到这种圣仙人的标准 如果说当时他们也有名师 在传道的话 那我相信范仲淹 也能够成就为一个圣人 他说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 庙堂就是在 这个殿堂 皇宫 在皇宫里面做山宫 做租大臣 那么他就忧虑 各地方的百姓 生活怎么样了 他们的那种农作物 是不是都可以安然的自掌 各地市农工商的人 是不是都能够追求到他们理想的愿望 这个是优其民 这真的是圣贤人的忧心 那圣贤人的忧心 你看跟佛菩萨 没有两样 佛菩萨虽然说讲超世间的 但是世间也是需要人家去照顾 你世间的事情都处理不了了 如何解决超世间的事情 所以圣贤人给我们做一个典范 这个一心为公 没有为自己 没有知识之力 完全的这个真诚慈悲 清静平等 那么处江湖之远 者忧其君 好了 他不做官了 或者是说 他被贬到离京城平远的地方了 他也担心 这个国王 这个皇帝 他能不能够把政事处理好 那也没有一些 邪 奸 奸 奸 邪人 在皇帝的旁边 这样挑拨是非呢 让皇帝下了这个不政策的决断呢 他也担心这个 所以说 他在宫廷里面有忧虑 在这个百姓之家也忧虑 都怀着一股忧虑 这个忧虑呢 我们说啊 这个就是 菩萨 一种 同体大悲 一种慈悲喜舍的心 这是范仲淹 一个儒家的圣贤 给我们做的示范 那他除了做到几利利人 他也做到几达达人 那我们今天的课题 放在几达达人 这个达的意思呢 就有通达 发达的意思 达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嘛 所以一个人呢 他在这个人世间 除了说他立下 他的这个 基本处啊 立下他的一个根本原则之外呢 他还要能够通达 他不是只有 单单的坐在那里啊 他必须往外拓展 要呢 自立立他 要来正己绝人 这个呢才是 一个 圣贤人 君子以上的修行 应该有的怀抱 佛家讲自绝绝他 你要帮助众生觉悟 你要教化众生 让众生呢 成就 了解 各种事情的真相 那他们呢 就不会再继续 造恶 不会再继续迷惑 那这个是 相当重要的事情 教育这件事情啊 在中国 自从汉武帝以来 一直到清朝 通通没有 偏废 没有断绝过 每一个国王啊 每一个皇帝啊 都知道 教学的重要性 所谓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啊 建国你要建立这个国家 你要军民就是说 你要主导这些人民啊 你要用教化 你没有教化的话 他们不懂 所以 这个皇帝派这些大臣来教化 派这些读书人啊 做官来教化百姓 所以称为父母官 父母官是要解决 众生 这些民众的 生活上的各种问题 你看父母不就是这样吗 帮助子弟 帮助他的这个子女啊 解决任何生活上的困难 身心上的疑惑 这个是 每一个父母义不容辞的 那一个父母官呢 当然也是这样子 所以要做到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你现在呢 要更进一步了 不只是说呢 要让百姓 有一个立足点 有一个 一个轨道可以遗循 你还要让他达到目标 那么达到目标 又不能够说 你去为非作胆 去做违法的事情 那这样也不对 所以呢 你必须呢 死死的去导证他 这个叫己达达人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 范仲淹 他是用教育 我们说教化 教化的这个言行 来教化百姓 他依据古圣贤的道理 来教化这个人心 我们说 让他达到目标 就是 佛家讲的 这个 慈啊 慈悲的慈 慈就是娱乐嘛 就是给他快乐 那他 他为什么会快乐呢 因为他达到他的目标了 那悲呢 是拔苦 拔苦就是说 他还深陷在泥沼里面 他不能够顶天立地 因为他没有立足点 那么 己立立人呢 就是要给他一个立足点 立足点之后呢 还要帮助他呢 能够呢 赶快达到目标 那就是要几达达人 所以己立立人跟几达达人 是一体的 是不能够分开来讲的 你看我们 现在整个社会的现象 有很多人 他不晓得 他做了这个事 的事情呢 是错误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么甚至呢 他们 这个家 世世代代 都以某一种事 这个事业 做他们的 这个发财的依据 生存的依据 生存的依据 所以 这些呢 我们没有办法 来一时 给他们纠正 但是 你说 纠正 他也会认为 到底是谁错 谁对呢 他也想纠正你 譬如说 我们说台湾最多的现象 就是抽地下水 那抽地下水 那抽地下水 人人啊 这些民众啊 为了自己的方便 超抽地下水 每一个人都在这么做 所以呢 这个地区呢 整个地层下陷 地层下陷之后呢 就会造成 海水倒灌 那如果下雨 造成水灾 这个地层下陷的地方啊 就特别容易 灌水进来 那灌水进来就会产生 这个地居 生命财产 重大的伤 损失了 那么损失之后的 这些人民 他们呢 并不会想到说 自己的生活 有什么错 我们看到的都是 抱怨 批评 要求 那所以没有办法 政府必须呢 来计划这些 整个造地的方式 解决这些人民 他们的一个百年大计 但是呢 又不能够说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你必须要有一个 一整系列的 一种运作跟规划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一整系列的规划当中啊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要教育他们 你要教育百姓啊 你要不断的跟他们 沟通 让他们知道 你抽地下水 你不知道下面的水 一被抽空 整个地层就下陷 下陷不是你家下陷 是整个地区下陷 所以你害到整个村庄 你这个 这个城镇啊 都是属于一个 非常危险的 一个范围 那么你要教他 这些观念 那么甚至教他呢 你抽地下水 来做养殖渔业 那么养殖渔业 在修道人来讲 这个就是杀生的工作 那你杀生的工作 他们累事累带 都靠这个 鱼来养活他们 那他们不杀 那他们要怎么过活 所以这个是政府 没有办法做的 这个要靠谁来做呢 靠民间 这些宗教团体 这些呢 有修行的人 来告诉他们 你看你养鱼 给人家吃 杀来给人家吃 那造成众生 更多的杀业 那么你 你是虫犯啊 那么吃的人是煮饭 你是虫犯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有罪 那你一天 要卖掉几条鱼啊 哇那可能是 数以百计 数以千计啊 那这些生命 要向谁去讨命啊 有没有想过 这种问题呢 一般人说 我不相信因果 好你不相信因果 当然可以 可是呢 你就可以不用受 因果的报应了吗 你想想看 我不相信交通规则 我不相信交通规则 我就可以不用受交通规则的约束吗 不可能啊 所以你不相信因果 因果还是一样存在 你该得的报应还是会得到 那我们说报应 我们不要一直把它想坏的 你做好事也会有好报 这个是好的报应 做善事 友善的报应 这个都是好的报应 那么你杀生 你抽地下水 危害众生 危害人的生命 所以呢 你家 就会造成 生命 财产的损失 这个就是 一定的道理嘛 那这样的道理 谁清楚呢 没有人清楚 这个世间 如果没有真正修心 练性的人 没有真正的在道场 落实圣贤之教的人 没有人会清楚 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件事情 现在的政府官员 我们说的父母官 他不会懂得这种事情 专家学者 对于因果 当然也不太可能相信 那所以 今天这种教育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些修道人 来出来推动 来出来弘扬 来出来以身 做法的话 那么 他们这些人民 要如何受教育呢 要如何开导他们 甚至说开示 误入这种 佛的知见 帮助他们 离苦得乐 真正的做到 自决绝他 正己成人 这个才是 打的 真正的意义 所以自己通达了 也要让别人通达 那有没有可能说 我自己虽然还没有通达 可是呢 我尽量去帮别人通达 这个理上是讲不通的 理上讲不通 就是因为 你对于这个道理 你根本还没有完全清楚 所谓理不出心性 事不出因果 你看所有的道理 都在心性的变化之中 我们曾经讲过 世间上的变化 没有比心性的变化 还要来得快速 还要来个多样化 所以能够掌握心性的人 就能够定 所谓定静安律德 那你要达到德 其实就已经是打的意思了 那德的功夫 你看这中间 静安律 这些过程 你还是要亲身去经历 那众生人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量 当他自己做 好 我好不容易发心 要做到这种 这种改变 改变他目前的 这个求生存的方式 改变他抽地下水的观念 杀这些 与主的生命 这种观念 他好不容易要改变的 当他去改变的时候 然后发现到说 他以前的习惯 他以前的动作 他以前的认知 通通都是在这种 抽地下水 养殖愉悦 等等上面 你现在叫他去做什么 那他现在做了 好 做不起来 他三餐没着落了 这个家庭妻儿 没有饭吃 生活没有依靠 那你有办法帮助他吗 那个推便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那很痛苦 你必须要经过这一关 没有经过这一关 没有人可以跳脱出来 这个事情真的是 下大决心的人 才有办法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 是在这里下功夫 好了 他对变不过来 他没有办法生我了 他只好又回去做 养殖愉悦 继续杀生 继续抽地下水 他只能够这样啊 过一代算一代嘛 反正我这一代过了 下一代的事情 下一代再说 你看都是这样子 阴寻苟且 每一个人几乎都是 这种观念 谁有立志说要改改变现状 谁有立志说呢 能够呢 让自己立自己答 还要帮别人立别人答 这个事情 没有圣行人 他讲不清楚 他做不出来 今天我们的道士宗旨讲 几达达人 那你自己必须答 你要真的做到了 你才有办法教人啊 你答就是说已经达到目标了 你已经通达了 你可以呢 这个无碍了 无碍你看无碍就没障碍哦 没障碍所以你能够通达 你没有障碍了 所以呢 你才可以教别人怎么样可以没有障碍 哦 所以教别人没有障碍那你必须呢 一点一滴啊 你必须呢 以身作者啊 哦 你要不断的在他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跟他讲 不断的跟他说 不断的做给他看 这个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些圣贤人 哦 我们这些佛福萨 他不断的来到人世间一直在讲讲讲 讲这件事情 哦 教人家彻彻底底的放下 哦 彻彻底底的看破 这人世间一切呢 都只是一种幻象 都只是一种假象 都只是一种过程 那不是结果 我们希望呢 能够拥有好的结果 那你现在就要开始努力 你现在不努力 你的结果就没有好结果 你就不能够通达 你就不能够 能够做到几达达人 所以 我们看自古以来 先佛 倒庄降世 出现在人世间 那他的记载 是 这个祖凡不及被载 你看我最近看那个耶稣的传记 那耶稣的出现啊 也是令人非常动容 那他用 倒成肉身的方式 来到人世间 他的这个母亲啊 未婚生子 那他为什么会 会怀孕呢 不知道 就是突然呢 天上飞来一个种子 进入他的肚子里面去 然后他就生出来 这奇迹显化 奇迹显化 但我们儒家不讲这个奇迹情况 我们讲他的精神 你看耶稣的精神 他是一个 这个农妇 的儿子 那甚至呢 他出生之后啊 跟父母亲的关系呢 也非常的浅 长大他懂事之后 他就离开父母了 自己去传道去了 那倒成肉身 他就是天子 人子啊 天父之子 也就是说 他是这个神 神圣的代表 神圣的这个化身啊 那神圣的化身 他必须要跟人 是一样啊 你不能够变成 一只狗的样子 来讲经说法吧 你也不能变成 树木的样子 所以呢 你要变成人的样子 那就是呢 道成肉身 这个道呢 变化成肉身的样子 然后呢 讲经说法 所以你看耶稣在讲道 他没有 没有什么根据的 讲的话都是自信而漏 而流漏 这个人 看他这个样子 他需要什么 他讲给他听 唯一强调的就是信 信德 相信上帝 相信天父 相信呢 这个 回天堂 这条路 只要信 你就可以得救 所以是信德 所以是信德 那他呢 他呢又有一些 奇迹显化的力量 所以呢 很多人就相信他 那么听说 在 他那个时代 只要受过他指点的 那都 可以回天了 那这是 我们道场 能够 去跟老师 遨游礼天的人 回来讲 当然 他的意思是讲 一个名师啊 耶稣基督算是 一代的名师哦 他是 这个基督教的名师啊 这教主啊 哦 在教主的地位当中啊 他是跟释迦牟尼佛 孔老福祠 这些都是同样的 即使他讲的境界 没有像 佛讲的境界这么高 但是呢 那个地方的众生 那个时候的人民啊 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 来让他们通达 来让他们知道呢 整个 这个生命的过程 整个事件的现象 都是 叙而不死 他们要回去天堂 天堂才是我们的老家 天堂呢 才是真正的 达 达到这个达 哦 那回天之路呢 就是 耶稣基督他讲的方法 哦 人家打你 又 又 又 脸颊 你要把肘脸颊 也给他打 哦 人家用一根石头丢你 你要继续让他丢 不要反击 人家骂你 你也不要 反驳 让他骂 你要去爱世人 你要 你要对世人 帮助 等等了 他的教法都是劝人为善 他没有像佛经那样讲很高深的心性的道理 但是呢 你只要相信去做了 那么你就可以得救 这些都是在儒家讲一些圣贤人的表率 那么儒家的这些圣贤人呢 他也是用倒成肉身的方式 然后变成人的样子 跟人的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一起奋斗 甚至比一般的人呢 还要贫苦 那么他们一生呢 做这样的示范 就是为了教导众生 我们有一个可以归指的地方 可以归指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圣贤人要说清楚 也是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他打 我们讲止于至善 刚才基督讲 天堂 佛家讲 这个回归法性 一生法界 这些呢 其实啊 虽然都有他的说法上的不同 但是呢 那个动作都是同一个 就是离开这个虚妄的 回到真实 只有这个动作是一样的 那不管他指的是什么路 用的是什么方法 无非就是要教人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那么我们想一想 我们今天 德育民事一指 又逢到大开普渡的时候 如果说 我们能够发愿 去渡寺渡人 耐天宣化 广救 这些元胎佛子 那么这个是佛家所说的上圣大法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动作的前提 是你已经可以自渡了 你已经可以自救了 你已经自觉自悟了 自清自尽了 你要自己很清静 很明白 你要自己很圆容 你要达到这个亲切 你才有资格说 你要去帮助人家 正己成人 自觉觉他 我们这里讲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你要有这个境界 所以你要下功夫 你要呢 这个二六十宗啊 不理这个 那这个道理呢 我们都清楚 在道场的道清 对于这些道理啊 可以说是听到不愿其反了 那不愿其反是很好啊 但是如果听到会生反呢 那表示呢 功夫还不到佳 对于这个真实的道理啊 听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 听只是一种引导 你必须呢 真正的下功夫去做 真实的将这些 真理大道啊 把它实践在你的言行 日常生活之中 你才能够这个自立 你才能够自达嘛 那你要这个利人 要达人 那你必须呢 再把你的这个力量 发露出来 其实 那个是顺势 只要你几立了 你一定 会想到要去利人 你几达了 你一定会想到去达人 这个是圣贤人 佛菩萨 他们的心境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回归刚才讲的 人民的教化 如果说 这些养子鱼业 或者是说这些 做餐厅的 等等 有违背因果的 有杀生害命的 这些人啊 我们都必须 透过教化的方式 来帮助他们 只有透过教化的方式 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觉悟 你说明师传道给他 但是呢 他也不晓得道的宝贵 他也不会修 那你求这个道 完全是没有意义 他也没有办法回天 那么所以呢 你看佛陀讲经说法 49年 孔老夫子 周游列国 也有14年的功夫啊 那孔老夫子讲经说法 从35岁 一直到 他这个69岁 其实是到达73岁了 那也是 这个三四十年的功夫啊 这些圣人所做的 都是 都是古佛 都是古圣在做的事情 所以孔老夫子讲 我素而不做 孔老夫子说 我讲的道理不是我讲的 你不要说是我讲的 因为我 我没有创造 我没有创一些新名词 我没有搞一些新的 这个活动 我都是遵照 古圣所做的这些事情 来做 所以这个叫 素而不做 他说 天何言哉 天何言哉 事实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天根本没有讲话 那天没有讲话 需要靠人来讲 靠谁来讲 靠圣贤人来讲 那么贤人 还没有达到圆满 所以圣人他的一个作用 那就更加的备受需要 所以孔子四宪 把天地的这种关爱 讲给人 知道 教化民众 教化百姓 看到这个农夫 跟他讲 做农夫的道理 工人的道理 商人 商人的道理 读书人 有读书人的道理 讲这个给他听 让这些人 从这种 圣人的教法之中 得到启物 得到开发 得到通达 这样他们才能够 这个痛定思痛 他们才能够 从他们的这种 因寻苟且的习性之中 去改变他们的习惯 去把这些 妄想 把这些分别 执着 各种的烦恼 把它拨匀 除雾 把这种 这种遮盖 要把它拨出 出来 见到真正的光明 这个是圣人 告诉我们的 那如果没有 没有 随时随地 在他旁边讲 这哪有办法 你看我们这个 修行人 你说 实时处在 这种 法乐之中 实时处在 这种 定境之中 那也是相当不容易 那何况又一般人呢 所以你要不断的去讲 那我们现在 其实 讲啊 可以透过 高科技的这些产品 来讲 当然还是需要人讲 也就是说 人去跟人对讲 这个是还是有需要的 但是呢 人跟人对讲 你毕竟有时空上的限制 所以你要利用高科技 你看现在众生 最喜欢接近的是什么 最常常接近的是什么 就手机啊 电脑啊 现在这个电脑 轻巧 方便 走到哪里 可以上网 到哪里 那还有 这个 电视啊 电视不断的24小时 在你家出现各式各样的节目 想一想 如果这些都变成 圣人的教化呢 那这样的影响力是不是就可以无远复戒 所谓的禁虚弓骗法戒 是不是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看我电视打开了 我听到了就是讲经说法 我需要讲经说法 我需要呢 这些圣人的知道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看到圣人 我透过电视 透过电脑网路 透过手机 这个为什么不行呢 当然可以啊 科技之害 虽然让人类产生 这种很严重的现象 所谓得不偿失啊 我们得的比失的还要少 真正得了 那个表面看是得 可是呢 却是伤害我们的自信最大 你看电视24小时所播放的这些 这个恩怨情仇 暴力色情 这个八卦花边 或者是 阿语 或者是说 耶语 调侃 这些知名的人物 电视都是在报这个啊 那电视新闻所报的呢 都是负面的 今天哪里杀了人 今天又有哪里 有人掉楼了 有人自杀了 有人发生车祸了 都是在报这个 真正的几粒粒人 几达达达的事情 一样也没有报 所以我们这真的是 很担心啊 那些电视 从事人员啊 自以为高尚 可是呢 他们一言一行 都在改变社会 媒体的力量 那个影响社会层面之大 是没有办法忽视的 但是这些从业人员呢 并不晓得这一层关系 这种历外关系啊 这也是我们今天 需要出来讲 也就是说 他们要受教化 受圣贤人的教化 这些媒体人 如果能够得到 圣贤的一些讯息 把圣贤的一些道理 做在里面 那还有一点启发作用 那如果没有 那影响社会之深 之广 之大 那都没有办法想象 那我以前在做编剧的时候 在写 布袋戏的剧本 那么布袋戏呢 就是古代的人物 有一些神仙的人物 三教的人物 所以会把一些 三教人物的对话 把它写到剧本里面 那要适合这个人的身份 适合那一段的 这个气氛啊 我一时都想不出来 所以呢 只好去看讯文 操仙佛的讯文 来成为布袋戏人物的 一个对白 那这种事情 好不好呢 这个事情啊 原则上 掉贼了这个仙佛的智慧 但是仙佛的智慧 就是要让人家知道的 透过这种 这个传播媒体 娱乐的这样的一个视讯 然后来教化终身 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方法 只是说影响的有限 如果说我们今天 能够真正的做到 这个媒体啊 这个二十四小时 都在讲经说法 都在演说这种 政治证件 都在传播 这种圣贤人的讯息 那么这样的影响 也是无远佛界 也是不可思议啊 现在的台湾 电视台啊 我们所谓的宗教性的电视台 能够专做这种 讲经说法 宣扬这个正知正见 那这样的媒体呢 这样的电视台呢 我看起来是只有 华藏卫星 华藏卫星电视台 因为呢 他只播一家之眼 进攻老和尚的话 然后呢 片段跟片段之间呢 会插入一点 这个念佛的声音啊 佛教的音乐啊 这个不错 那么所以我跟我太太讲 我们今天 不知道教化小孩子 每天晚上回到家 就是看电视 看电视就是暴力色情 就是恩怨情仇 我们这样的影响小孩子 不晓得多声援了 那现在呢 可以选择性的电视台啊 看来只有 华藏卫星电视台 我们现在呢 只有看 这种卫星电视台 看金空老和尚的教诲 把这种方式啊 不断的强梳 灌入 这个孩子们的脑海里面 所以我要求 跟我太太商量 只要有小孩子 在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看其他的节目 就要看金空老法师的 因为没有儒家的 没有儒家的电视台 没有道场的电视台 你看如果道场 有有心人士啊 能够发心来做这样一个电视台 来宣扬 师尊师母的教法 宣扬一贯大道的话 那这个影响人心之大 那也是 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到场 我们看到的是盖大庙了很多 真正的在这方面用心的 不多见 除了 除了 除了去向人家买时段来播出之外 好像也没有一个专属的电视台 那么我跟我太太这样讲之后 这个小孩子每天晚上就被这种阿弥陀佛的那种收射 久而久之啊 他也知道阿弥陀佛 他也会念阿弥陀佛 那他听课听不懂 才四五岁 怎么听课听得懂呢 所以呢 他在听课的时候就继续玩 但是呢 你还不能够转换其他的频道哦 你一转换了 他就 他就让你叫了 叫什么 我要看阿弥陀佛 我要看阿弥陀佛 你转错了 我就觉得说 这还有作用哦 那还不错哦 至少他可以念阿弥陀佛 那好了 现在呢 上课的时间呢 老法师在讲课了 他不听了 又在旁边玩 我们想去看一点其他的节目 你看我们的习性都还没有办法改 这样看一点其他的节目 小孩子不准啊 就是要你看阿弥陀佛 你不看阿弥陀佛 他就让你叫 叫你乱 那小孩子 我们本来说要叫小孩子 结果呢 小孩子反过来教我们 这真的是 父子得利啊 所以呢 我也是好 安心的来看老法师的电视台 听老法师的经教 在 老法师耳辱目染之下 了解人生的道理 了解这种 经文的意义 甚至呢 也了解到 整个经 整个这个佛经 他的这个旨意 他的表达 大概有一点清楚了 那他讲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受用 那就是一门深入 那一门深入呢 就要常识熏修 这句话呢 让我非常受用 我知道说 修道是必须要这样子 博学多文啊 那个是让学者专家去做 我们不要博学多文 我们要一门深入 因为我们的根性 没有像天人这样的根性 没有佛菩萨 圣贤人这样的根性 我们必须的 在一个领域里面 不断的下功夫 不断的去研究 不断的去 不断的去参入 然后 你才可以了解 了解 这个经中的这种奥义 他的子趣是什么 你就会通了 一经 一切经 一步 所有的步 通通通了 不管是你是 儒家的 道家的 佛家的经典 只要你有一本经典 你通了 那么所有的经典 你都看得懂了 从他的一个教化之中 让我了解到 那我也必须来一门深入 那所以 后学愿意在 观圣帝君的经典 好好地下功夫 那事实上 这个在还没有 听到 老法师的教化之前 我就在道场 讲桃园明圣经 也讲了 很多年 那么对于 这个官帝的教法 推崇被制 对于 官帝的感应 也是鸣谢在心 我要感恩报恩 就是要将 这个圣人的教法 把它推广于世间 让这些圣人的教法 有更多人 能够知道 清楚明白 能够做出来 你看包括我们 现在在讲道之宗子 道之宗子 完全是儒家的 现在应运 观圣帝君 也是儒家的 虽然道家 佛家 也把他们 列入他们的神 但是呢 观圣帝君的 祖子 他的宗子 都不离开儒家 他讲的教法 也是以儒家为主 那所以你看 这样一门深入之后 连小孩子都 得到感应了 连大人的都受到 好处 得到利益了 现在呢 变成我们想看其他节目 小孩子想看阿弥陀佛 晚上的时候 他常常会跟我们讲 爸爸我要去阿弥陀佛 那里睡觉 你要不要去 我这个一听啊 一句阿弥陀佛 我那里睡觉 好啊 那就一起去吧 一起去怎么去 那他呢 我觉得他可能不晓得 他在讲什么 但是呢 这无非是一种 先佛的视线 先佛的视线 教我们要一门深入 你要在你这个修道的领域里面 要真正做到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不管是说 你是修什么的 我们今天 既然得到明师一指点 那么我们修上圣大法 就是呢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从心上下功夫 这才是最上圣的修法 如果说 我们今天遇到明师在传法 遇到大道在普渡 结果呢 我们师之交辈 或者是说 我们不愿意用功夫 没有像地藏王菩萨这样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啊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度尽天下的众生啊 我不成佛 度尽地狱三恶道的众生 我不成佛 你看这些菩萨 都有不成佛的这种大愿 老前人 他也讲 我的愿呢 是无始无终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了 可见老前人 也是一个再来人 他也是倒成肉身 来度化我们这些众生的 所以老前人 他一生呢 只用白水老人 做他的名字 连做神了 回天了 他也用白水老人 但是被这些后学啊 一直逼啊 一直问啊 逼到没办法 只好包一个圣号 白水圣地 这样的一个圣号 我觉得那是不得已 爆出来的 那白水圣地好啊 那就有一个圣号 可以叫了 也安定道场 安定人心啊 那对老前人来讲 没有任何影响 你叫你的 我做我的 我的愿还是无始无终 我还是要度化众生 我还是要去 开旺颤道 打帮助道 所以我们是老前人的后学 我们也要帮着老前人 帮着师尊师母 打帮助道 开旺颤道 我们也要做小技工 到处去弘法 所以后学选择 用奖金说法的方式来弘法 虽然我很希望 自己 以前能够 以前希望自己做一个医生 做一个中医 能够呢 帮助大家 但是没有远 只好呢 医 只好放弃了 医这个远而走 那我现在呢 又有一个新的愿望 希望呢 先佛加持 我们师尊师母加持 那这个愿望 如果能够实践 那么到时候再跟大家讲 那我希望 我自己 也能够走向老前人 的修办之路 我们师尊师母的修办之路 来帮助宋生 破迷开悟 来帮助宋生呢 这个断恶修散 最后帮助宋生呢 转凡成圣 大家都能够回归礼天 大家都能够跟着 迷勒佛 我们的迷勒祖师啊 来到这个龙华三会 倒庄降 再来度化众生 再来补收 这个九六亿元胎佛子 这真是后学的希望 那后学用这个光碟 来向大家 来向大家弘法 来向大家呢 宣扬真理真道 这个是用高科技的 这种方法来弘法 那么我希望呢 能够借着这个 弘法的光碟 也能够做到一点开荒颤道 达到一点 搭帮冲道的一个作用 这个师尊师母慈悲 老贤人 初天先佛 观生帝君 能够呢 庇佑 让我们这个春秋学会 有更大的力量 更大的这个 能量 更长远的 这样的一个奋斗 来达到这种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呢 明天就要出发到泰国 所以今天讲完课就要准备一切 要北上住宿 跟苗栗的道心 一起在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 跟上一次的课程 已经中断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那这段期间呢 我们到了泰国的清迈 还有中国村 罗永这些地方呢 来弘法 成全道卿 那泰国的道卿呢 他们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们本身 就有这种佛的思想 那他们那边的男生呢 都要去做短期的和尚 所以基本上对于小成的这种佛法修为啊 都有很一定的认知啊 那这样呢 我们来讲大乘的佛法 讲这个大道啊 我们就比较好入手 那所以在那边呢 为什么大道可以办得这么样的宏展 那泰国当地的政府 也非常的肯定 一贯道的道卿 我相信这也是跟他们 累劫的善根福德 有很大的关系 那他们的程度也算很高 所以呢 透过翻译啊 要来讲这种新性的道理啊 后学也是不容易讲 出了这个世面啊 才知道说 这个世界的大 以及呢 个人的渺小 那当时呢 后学就想到一句话 孔老夫子他曾经说 无常昼日 不时 无常昼夜 不寝 以思 无异 不如学也 那孔老夫子这句话的意思呢 他就是 大概的 翻译是说呢 他曾经呢 整天的不吃饭 整夜的不睡觉 用来做 用来做 思考 用来思想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 用来这个 禅作 他说无异 无异就是没有益处 没有什么益处 只是坐在那里思考 坐在那里思想 对他的这个生命的进入 没有什么益处 所以呢 他说呢 不如学也 不如的 好好的去学习一件东西 那孔老夫子的学 他就有在 这个生命中 觉悟的意识 那么我们看到 孔老夫子 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透过道德的实践 来惨发出 对于 心性的光与热 那么他对于 生命的那份认知啊 都是 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 所以他这里说的 不如学也 不如好好地来学习 从学习中来反思 人生的道理 来觉悟生命的 这种争议啊 所以 在现在 的这个时期 我们称为末法时期 那这个末法时期的众生呢 你要教他用这种 禅定的方式 或者是说 透过 这个打坐 到透过 密教 透过这种神通 这样的方式呢 来修行呢 以达到证悟啊 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人心很散乱 那么诱惑也很多 天地之间的灾结更多 那么在这么样的混乱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一个人想要在这个红尘俗事啊 保有那份清净平等真诚的心啊 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那所以 想到孔老夫子这句话 不如呢 我们好好的来学习 你跟后学在 这个台湾的讲课 还自以为 自己很有心得 不管讲什么课 其实都可以不用准备 上台呢 自然会讲 但是呢 到了泰国 才知道自己的肤浅 因为泰国 要讲课 必须透过番话 那透过番话的这段过程啊 这个思绪啊 就被打乱了 一时就没办法习惯 而且呢 面对了 不同样的民族 这个智慧就没有办法开启 所以呢 在泰国的这个红法课程 那是 可以说没有智慧的 只能够用 用自己的知识跟见解 来讲述课程 没有所谓的先佛和灵 跟天地为一体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是 后学个人觉得 自己呢 还没有见识太深 没有领悟太过深入 下功夫还不够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那还好这是 官圣帝君加持啊 讲到 桃园明圣经啊 毕竟累积了几年的 这种经验啊 讲起来会比较顺一点 那么至于心法的课程啊 后学觉得自己远远不如 这个是在这个修学路上啊 在新兴的功夫探讨上啊 一直呢 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 所以公老夫子教我们说 不如学也 你不如好好的来学习 你透过经典 你透过听经 或者是说 透过呢 这种文字般若的学习啊 透过这种法会 因为研究班课程的学习啊 你也许啊 还比这种禅作 反省 密宗的这种修炼啊 还要有用一点 那这个是因为呼应了 现在众生的根气 来说的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儒家应运 那儒家应运 一定是有它的道理 儒家在讲的道理啊 完全都跟人 脱离不了关系 没有人呢 那这个 这个世间呢 是一切的存在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看道之宗子 他在讲 人跟心性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还有人跟自然的关系 这三种关系呢 的重点呢 都放在人身上 那人 从这个天地之中 抽离啊 那这个天地也没有意义了 那所以呢 为什么 在 仙佛灵坛的时候 老师 叉叉叉叉教我们 我们在家庭里面 有没有把自己的本分尽好 你夫妻 有没有尽好 夫妻知道 这个父子 有没有做好 父子知道 在公司里面 你有没有做好 均臣的关系 这些呢 都是 现代人 必须重新来学习的课题 有人认为说 这是老掉牙的东西啦 为什么还要是在学这个呢 大家都想听 深奥的道理 深奥的佛法 但是呢 对于实际的这种 人情的毅力啊 却呢 没有什么着力处啊 你跟人讲话有信用吗 你对待事情 这个有真诚吗 你对待你的这些 老板 朋友 你有讲中心吗 等等的 你看这些 这些基础的道理 是儒家的 基本诉求 那么其实也是 现代人 最主要的 这种做人的标准 那如果说 连这些做人的标准 都没有达到了 光是要讲这种 深奥的这种 道大道 深奥的佛法 或者是说 心理关系啊 这是 有点 这个不着边际啊 所以 呼应着今天的课题 几达达人 我们要清楚了解 你想要让 别人 离苦得乐 这个 你想要 让别人通达 你必须呢 先让自己通达 也就是说 误后起修 这句话 在佛教里面 他讲了 给我们了这样的一个讯息 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不管是哪一家 哪一派的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的认知 你看儒家讲 正己成人 只有自己先端正了 才可以成就别人 只有自己脱离痛苦了 你才可以帮别人脱离痛苦 只有自己觉悟了 你才可以帮别人觉悟 所以我们讲到 己达达人 自己都不达了 那如何让别人通达呢 那所以 经由这样的一个讯事 就是我们要让自己 达到这种通达的标准 那通达最终的目的 一定是止于至善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 孔老夫子所说 无意不如学也 不要只光靠 想要去追求那种 好高骛远的心性的道理 你实际上的这种 做人的道理 你要先去学 从这个生活之中呢 去了解去体悟 然后去验证 然后这之中呢 你才能够觉醒 当自己觉醒了之后呢 你才有办法在 在你的生活上 你的生命上 做任何的改变 那当自己的脾气毛病 被发觉了 你有勇气去改正它 那这个就是你 产生的智慧 你还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去帮助别人 那你就是有这样的人心 所以呢 你就自人勇 三达德通通具备 三达德的具备 那表示呢 你已经达到这种 己达达人的最低诉求 那所以说 己达达人 就很像佛家 所谓的 这种慈悲的说法 我们说慈就是娱乐嘛 悲就是拔苦 那么这个慈啊 慈就是有一点 我们现在说了己达 这个达的意思 就是给别人快乐 给别人呢 达到那种 这种热受的境界 那热受的境界 当然佛家所追求的是 净土 极乐净土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最终的热受 那么在儒家来讲 就是呢 你要去帮助别人 去通达 让他了解到 这个世间呢 其实处处都是天堂 处处呢 都有乐土 那这是儒家的做法 所以己达达人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确认自己 自己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 这个达的定义呢 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到了 做到的标准 那就是呢 你是不是有这种真诚心 你是不是有这个平等心 你是不是有这种觉悟的心呢 你对于世间的 这种人情义理的看法 你是不是能够处在一种 很平等的状态 所以我们说 这个平等做佛 平等做佛 才可以说是 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没有平等心 那么你没有办法看到佛心 你也没有办法止于至善 你看什么是平等 在我的身体里面 在我的身体上面 耳朵跟眼睛 鼻子跟嘴巴 这都是平等的 那谁最好用呢 谁是第一呢 没有第一的啊 通通都是第一啊 没有谁最好啊 大家都最好 那么在这个身体之中啊 大家都表示表现出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 那就是第一啊 那么在我们的人世间也是一样啊 谁是第一呢 那你会说总统是第一啊 这个皇帝是第一啊 那其实未必然 他们在表面上的这个明文力量上 看起来好像是第一 但是呢 在他们的这个精神领域上 他们却是无比的痛苦 这个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呢 历史证明也事实如此 那所以呢 在这个人世间 皇帝第一 那乞丐也是第一啊 我们这些四农工商 各个都第一啊 那乞丐有差的定位里面 他可以活得很安然自在的一个生活 那他在现实的环境之中啊 他就是处于一个第一 一种最好的一种角色 四农工商 四农工商也都需要有他的角色 所以呢 各个都是第一 没有人第二 那么你看 这个人 动物跟植物 乃至这些三额大地 哪一个是第一呢 没有第一啊 各个都是第一啊 你看牛 牛第一 羊第一 你怎么可以说人类第一呢 人类处处处处于第一的状态啊 那么他们会反扑 那他们造成的力量 就会形成一股很大的杀伤力 所以你看最近 吃牛肉的人多了 那吃牛肉的人多了就引发一种叫狂牛症的病症 那所以现在呢大家人心惶惶 不太敢吃牛肉了 那不幸的人还是照样吃啊 那这个牛肉一吃多了 它发生突变 它里面有病菌 会让人产生很不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病态出现 现在也没有医药可以治疗 那这些天灾地变的行程也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一切法重新响生了 心平等的 看一切法是平等的 看心的清静的 看一切事件是清静的 那所以你要去哪里看净土呢 就在此时时地 不需要到彼岸 你在现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净土 因为你的心清静的 你看每一个人 每一个事物都是清静的 你的心平等的 每一个人都没有高相 每一个物种都是平等的 后来你还会发现到说 原来每一个物种 每一个众生都是我自己 你看佛家想 依报谁的正报再转 那么我自己呢 我不是这个肉体 我是这个自信 我呢跟这些三额大地是一体的 那这些呢 这些三额大地呢 它是应现我的境界而产生的 所以我会看到他们 我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结束 通通都是我的心的变现 所以宇宙从哪里来 宇宙是自己的心产生的 三额大地哪里来 三额大地就是自己的心的变现 天灾地变从哪里来 天灾地变也是自己的心的变现 从自己的内在的这种妄想 烦恼所产生的 如果说依报谁的正报转的话 那么依报的好坏 就是因为我正报的好坏所产生的 佛家讲心现是变 心能够显那个像 可是呢 是能够变化那个像 那么心里面还有个性 性是如如不动 性跟心是一体的 那么当性呢 它是清净的 它是无染的 那它显在心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像 就是清净无染的 可是呢 心上面还加一个四 四会变化 这个变化呢 就是一念不觉 那这个不觉的现象 就产生了无名妄想 所谓沉沙烦恼 见识烦恼 跟无名烦恼 产生这些烦恼呢 就让整个 这个三额大地产生了变化 产生了六道轮回 产生了十法界 那所以呢 要脱离十法界 真的能够挑出六道轮回 要做到几他达人 你必须呢 把你的心 把它清净 那性既然是清净的 性就不用清净了 但是心呢 会受到四的变化 所以呢 你要这种舍是用根 根是心 把你的意识 把你的这种 所谓的烦恼 通通把它去除掉 放下 看破 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呢 这个世间什么是你的 你想想看 你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来说什么是你的嘛 你留了钱财给子孙 结果呢 造成子孙的分裂 子孙的这种 不孝 那么你留了名声 也造成子孙后代的 这种圣明之类的 那么你说身体是我的 身体如果你可以控制 那当然是 可以是你的 问题是身体 你也不能控制 你可以天天保持 他在18岁的状态吗 年轻力胜 然后呢 有朝气又美丽 你可以天天保持 事件上 大概没有一个人 能够做到这样子 除非是化身的 仙佛菩萨 那么只要是人 我们就没有办法 控制我们的肉体 那么我们连自己 都没有办法控制了 我们哪有办法 去控制别人 那所以呢 你要放下 你要去控制别人 去管理别人 你要掌控一切的思想 没有一样是你的 放下这样的一个念头 你才能够 正渐渐的 让自己的心 达到那个平等的阶段 端正自己的心 端正自己的心 你所显现出的像 那才会是正的 清静的 无人的 那所以 一切看破 一切放下 就能够通达无碍 所以不能通达 就是因为有阻碍 有阻碍 谁造成的呢 阻碍从来没有在外面 阻碍的原因 从来都是要从里面去找起 别人没有阻碍你 只是你自己阻碍自己 别人给你障碍 被你打击 给你折磨 其实呢 那个都是因缘的聚合 那个因缘 这种因果的现象 也是一种短暂的假象 如是因如是果 我们呢 把这种因果了断了 那么我们 也可以坦然面对因果 所以 你看佛菩萨 成佛了 他还是有因果 但是呢 他所受的因果 跟我们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 释迦牟尼佛 成佛之后 有三个月 吃马麦 没有东西吃了 只要吃马的粮食 那么他 已经成佛了 怎么还会有这种报应呢 这个就是过去生中 他曾经呢 这个 他曾经布施 做布施的时候 没有 没有布施 给修行人 他只是雇 只雇自己 那所以呢 造成了 他自己三个月 没有粮食可以吃 所以佛也会受因果 那么因果不空的道理 其实 那是应该一种相续的像 造成我们认为 因果一直都存在 其实因果也是空的 因果 一直都存在 是因为呢 我们还没有达到 那种 亲近平等的决心 还没有达 这种几打达人的达 我们没有止于至善 那没有止于至善 所以呢 你所看到的境界 就是有高有低 有大有小 有好有坏 是非对错 这样的一个 这种相对立的 这种观念之中 那到之中 只要我们打破 这种相对立的观念 你必须呢 让自己通打 让别人通打 那么你才可以呢 真正的通打 做到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这样的一个条件 你才能够成就自己 你看无缘大慈 缘就是一种条件 无缘就是没有条件 那么没有条件的 对于众生 起大悲心 起慈爱心 那么为什么没有条件呢 没有条件的原因是因为 我用右手帮助左手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谢 这是没有条件的 为什么不用感谢呢 我都是一体的 要感谢什么 我左手来仰了 右手抓一抓 不需要感谢 我们都是一体的嘛 我的眼睛需要看 我用眼睛来看 我不需要感谢眼睛 我需要吃东西 我不需要感谢这个嘴巴 我们都是一体的 这个都是一体的 不需要感谢 那么想想 我们跟众生何尝不是一体的呢 如果说 我们是老母的儿女 那么 老母是本领 我们是分领 那么我们是老母的分领 那你也是老母的分领 他也是老母的分领 大家合起来 不就是那个老母吗 不就是那个本体吗 那所以呢 我们还在分什么 没有分啊 这都同时是那个本体 这是见性的话 可是呢 不一定可以做得到 只有见性的人 才可以 讲出这种见性的话 但我没有见性 所以我讲的话呢 也没有通达 我只是学着 这个 前显的话来讲 那么你们如果做到了 你们今天做到 明天就通达 当下做到 当下通达 那么我不做 我还是照样 六道轮回 那所以呢 我就想到 在这个绝世真经里面 当时后学注解绝世真经 那观圣地君的感应 可以说呢 非常的显应 那我曾经呢 在这里面注解说啊 有病痛的人啊 念绝世真经七遍 在佛桌前 供一杯 这种供水 我念完之后呢 将这杯供水呢 很恭敬的福相 只要诚心啊 功夫到了 自然就会感应 那结果真的有人这样做 那他的病真的好了 他回头来感谢我 可是我自己呢 我也没有做到 所以做到的人 他成就了 没有做到的人 继续沦落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今天在道智宗子里面 我们跟 先佛一样 我们像先佛所说的话来学习 那么你真的学习到了 那么你成就了 那你不只是在之间上的见解 你只是在文字般若的了解 你没有去观照 你没有去实证 那么你的智慧呢 就永远停留在那里 那这是退步的现象 所以呢 当下就要把它扭转过来 所以 有一句话说 这个理不出心性 事不出因果 你看这个理事因果的关系啊 都是在这 心性的变化之中 道理不出心性 你跟世间所有的一切道理 都是心性的变化 那个性跟心的关系啊 就有一点像我们说 镜子 你看镜子 镜子那个镜子啊 是如如不动的 但是呢 有一个像出来了 有这个像出来之后呢 这个像呢 所呈现的也是最真实的原貌 像就是心的呈现 那么心相对于亲近心的呈现啊 也是最真实的 那所以我们说 你看孝梯中性 我们说理义廉耻 我们说 这些德目 通通都是自信的流漏 是呢 这个止于自善的 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自信本体的 的一种做法 人世间的 很自然的一个行为 但是呢 当加入人的意识之后 加入人的这种 无名妄想烦恼之后呢 那么这些德目里面呢 会产生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 就是在镜子里面所呈现的像啊 已经不是这个本来的像了 而它是一种 经过加工过的 经过这种掩饰过的 这样一个像 那么经过加工掩饰 这个就是是 所以性 心 是 这样的一个变化 同这个镜子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真心流露出来的 无不是做中做效 无不是呢 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人世间 要达到一种 和平的世界 达到一种和的状态 就是要回归到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是什么 就是那个本性的状态 本性的状态 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在人类的这个秩序啊 你把三纲五常五轮八德 这个做到淋漓尽致 那么你就可以回天教职 你就可以见到本来的本性 其实儒家就是这样子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 没有佛家空性的道理 那么你专做儒家的 这种人伦刚常啊 那是没有办法超生了死的 那这句话呢 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啊 那是不一定正确 如果说儒家收远的话 儒家应运的话 那么儒家教我们的话 他没有离开过人世间 那么我们心内在的这个精神 去追求至善圆满 跟佛家所讲的这种 心性空极的状态啊 其实是一个道理 但是儒家还强调 你必须把它落实在生活之中 这个落实啊 就比我们所知道的 其他的宗派 还要更积极 你必须把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做出来 那么你才能够说 你真正的流露出你的自信 你真的能够有这个 自善的这种表现出来 所以刚才讲 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这是在人情意理里面做到的 不是说你显现神通 你显现一种特异功能 来帮助众生啊 这完全是错误了 这大家要相当的清楚 当我了解到 我跟众生是平等无二的 他只是现那个像 比如说他是一个一条狗 一条狗的像 那我是人的像 看起来好像不一样 人会认为 人比狗高贵 所以其实呢 人怎么会 怎么觉悟到 他那个性是一样的 我们人有佛性 那这个 三额大地啊 有法性 有情的众生呢 也是有佛性 所以呢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都是老母的 的这种分灵 所以三额大地 跟我是同一个 同一个灵 我合起来不就是 这些三额大地吗 那所以了解到这个道理啊 你会真正的感觉到谦卑 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因为我只是 其中的一个分子 那所以呢 当我能够成就了 我已经通达了 几利利人 几达达人的 那么所有的 世间的众生 跟我一起通达了 所以重点在谁 重点在自己 自己没有通达了 什么都不用说 自己通达了 所有的一切众生 就跟着你通达了 那所以我们常常讲 这支笔 笔会成佛吗 如果按照刚才 佛家所说 一报谁的正报转 那么正报是我 我成佛了 这个一报 当然就成佛了 所以笔会不会成佛 笔当然会成佛 但是重点是 你看到的是笔嘛 你看到的是笔 他不会成佛 你看到的是法性 他会成佛 所以当你证悟到 证悟到你的佛性的时候 你看到所有的众生 一切都是法性的变现 那个相就是性 所以叫做性相不二 你看到的这个相 没有错 他是有各种不同的相 有六道沦违的相 但是那个性是一啊 性是一 所以你跟他是无二无比 你成佛了 他就跟你一样成佛 你通达了 他就跟你一样通达 所以呢 整个禁虚功 骗法界 都是我自己 没有别人 你要想想 没有别人 你还以为你在度化众生 你还以为你在成全别人 没有 你都是在成全自己 你都是在度化自己 你自己都没有成就了 你不可能去成就别人的 自己都迷迷糊糊了 你还想去度化别人 那是 摸不着根啊 我们说瞎修行 睁眼说瞎话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很清楚 所以呢 当我们修行 要了解到自己内在的那一份 本性本性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世间是多么慈悲啊 天地是多么的这个仁慈 他为了成就我一个人 他创造这么一个天地 创造这整个三额大地 创造这一切众生来成就我 我所以 天地够不够慈悲 那么你自己 还要不要精进 想一想 你还要在迷雾吗 还要在搞料到轮回吗 还不知道回到老家吗 这个就是几达达人 所以达是通 通的境界 通就是没有障碍 人跟人之间 为什么会产生障碍 会产生隔阂 不理解的 那就是因为没有通 没有常常去沟通 其实呢 当对方的这个不好的言语视线的时候 对方的一个像视线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是你的心的对显 你的心对显出这样的像出来 所以呢 你怪的是自己 不是怪别人 一切反求诸己 不是看别人怎么都这样对我 别人都怎么样 别人怎么样都是自己造成的 这个道理要很清楚 所以这个几达达人这个几 一定要认清楚 自己才是真正的那个目标 那么人我不二 自己通达了 别人通达了 自己成就 别人成就了 这样才叫他正己成人 所以说如果还有我 我最大 我是第一 别人第二 那么这个还是反复 这个还在六道轮违 你还有一瓶的烦恼还没有破 那么你还不能够见到 本来的面目 那所以 当你大慈大悲 去帮助众生 去解救众生的时候 你不需要众生感谢你 不需要众生心存感恩的心 你还要众生心存感恩的心 那你是凡夫啊 你要感什么恩呢 右手跟左手抓一抓 这样要感什么恩呢 都是一体的嘛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 你去帮助别人 你去度化别人 都是只是在度化你自己 你不需要别人感恩 这个才是真正无言大识 同体大悲的心神 那么在泰国他们那边 那主要就是念经 主要就是研究这些经典 所以呢 他们还停留在这种 小乘的佛教的思维 对于这种人法两空啊 心性不二的道理啊 对他们来讲还是很深奥 那所以在佛教以前啊 到现在所谓的二称圣人 阿罗汉辟之佛 这些圣人 他们虽然说已经跳出六道轮回的境界了 但是呢 他们毕竟呢 只是知道我空 我这个是空的 但是不晓得法空 我空是什么道理 我知道我不可得 我只是一种 这种 虚幻的假和啊 短暂的现象 所以我是空的 但是他不晓得法空 法空就是说一切众生 一切的 这些事件的现象 也是空的 也是不够值的 我跟法是一体的 人我是一啊 所谓生佛一辱啊 众生跟佛是 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常讲 佛是已经开悟了众生 众生是还没有成就的佛 那么那个性是一啊 相虽然有二 性是一啊 所以为什么说 理不出心性 这个道理呢 不出心性的变化 心性的变化 如果了解了 所有的这个 世间的理啊 我们就清楚了解 那世不出因果 所有的这个世间的 这些因缘果报的现象 这些事情啊 都是因果关系 因果呢 产生一个各种 连续的这种相续相 让人家觉得说 因果不断的在演变 因又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那连续不断的在翻滚 就形成了六道轮回 那所以要跳出六道轮回 你要了解到说 原来六道轮回也是假的 那跳出六道轮回的人 在这个四圣法界 那他们呢 比较清楚自己 是在做梦 可是呢 还是在做梦 六道轮回是一场梦 六道轮回的人 的众生呢 不晓得自己在做梦 那么我们在生活之中 不断的在做梦 梦中之梦 至圣法界知道自己在做梦 可是呢 他还没有办法 叫自己不要做梦 真正回归到 一中法界 回归到那种 良知本性的原始状态 那个才是 跳出了所有的束缚 梦里明明有六句 绝后空空无大千 大千世界在哪里 什么都 都是一场空 什么都没有 良知本性的状态 就是一种虚灵不昧的道体 那这个道理呢 这个道理啊 在人来讲 很难去了解 所以呢 悔悟方知啊 只有证悟到的人 才能够了解到那种境界 那么我们都 循着这个古圣先贤的话 来讲这些道理 无非呢 也是希望呢 透过这些话呢 来自立利人 来挤达达人 其实也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说呢 在整个宇宙 这个时空之中啊 我们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 这个孤独的旅行者呢 因为有因缘的聚合 所以呢 产生了一些 四项上的变化 那么如果说 不了解的人 他会陷入在 更深的情子里面 更深的情子 其实就是讲六道轮回 我们在想说 天界已经很高了 可是呢 天界还在六道轮回 那么人界呢 虽然是三三道 可是你看人 人的这种执念啊 他那种固执啊 已经是很深了 那如果说呢 再掉落到三二道 那那种 那种烦恼啊 更是挥之不去 你要累积累四啊 你要到什么 哪一辈子啊 才有办法 闻到佛法 才有办法 错误到这种真理 今天如果说 没有明师传道给我们 没有大道在普传 这些真理 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即使是说 有这些圣人的经典 记载在这个经典上 记载在这些经典上 可是呢 如果没有人去 讲清楚 说明白 我们还是不懂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呢 看过就 随着而过了 我们不能够去 体悟到 他那一份 那一份 道理的这种圆满 所以 道理的理啊 就要越讲越明 理要慢慢去讲 要讲的气理气机 所谓气理就是合乎 这种圣人的旨意 佛的旨意 气机呢 就是符合众生的根性 那么从这两个管道呢 来同时下手 那这样呢 才能够所谓的 吉利利人 吉他达人 那么有的人 道理讲得很好 可是呢 人家不喜欢听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讲的不符合众生的根性 比如说他讲的太高 曲高和广 人家听不懂 听不懂 那就不想听了 那么现在众生的根性啊 你讲太高 人家也不想听 讲太久 人家也不想听 你要气机 气机就是说 呼应这个众生的需要 你讲到一个 他们达到满意的标准 这样呢 就可以产生效果 现在众生没有耐性 所以你不能讲太久 讲太久了 他们听不下去了 结果呢 你把精彩的都放在后面 后面没有讲到 那他们没有听到 所以后学 就想到说 以前在讲明圣经 一讲啊 都是要讲两年 那两年呢 虽然明圣经可以讲完 可是呢 众生没有耐性可以听 到了下半段呢 几乎是 应付的来听了 已经没有办法 气入那个 那个 气机了 所以后学 现在讲明圣经 如果有人 还要齐请来讲明圣经 那就不需要讲那么久 那除非呢 这个 我们摄影棚啊 要录制啊 会详细的讲 了解到众生的根性啊 我们要用各种方法 来帮助众生 解决问题 那我们用这种方式呢 也是试着 要来 帮助众生 解决他们的 这种生命的困难 所以 几利利人 几达达人 是可以用各种管道来做 那所以 一个菩萨的修学 他是要 做到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他要知道呢 人法两空的道理 从这个人法两空之中啊 去观测到自己所做的 观测到自己 跟所做的 跟对方 都是空的状态 所谓三轮体空 没有做善事的我 没有接受善事的人 也没有说做善事这件事情 这是三轮体空 这是真正的几达达人 所以当你在度化众生 当你在成全道庆的时候 你在做几达达人的功夫 可是呢 你不要心存 你在帮助众生 你不要心想 你在成全别人 你成全的都是自己 没有成全别人 这些众生呢 只是暂时用众生的角色 来让你成全 他们是佛 他们不是众生 真正想 需要成就的只有我 我还在弥媚啊 我还在六道轮回啊 所以 我不是去成全别人啊 我要成就自己 所以我们修行 到底有没有见到功夫了 这个我们要 好好的深思反省 那见到功夫的标准 到底是什么 很简单啊 你只要跟你 去年的你 比比看你就知道了 去年的你有没有说 跟现在的你比起来 现在的你有没有比较 烦恼轻一点 智慧长一点 亲近多一点 染污少一点 那如果有 那你比去年进步了 那么圣人呢 圣贤人呢 他必须呢 每个月比 每个星期比 每个星期比 甚至呢 每天比 我昨天 跟今天 有没有进步 我这个上一分钟 跟下一分钟 有没有改善 死死人都在提升自己 死死人都在改进自己 那这样呢 才算是 学 孔老夫子所说的学 我们说学如逆水行咒 不进者退 那么学这个道理 你要去习惯它 觉悟了之后呢 你要把它生活 变成生活的习惯 所以叫做学习 所以习不是温习 习是要让你做出来 要让你成为一种 你的习惯 所以学之中 你要觉悟 觉悟你才有办法习惯 你不落实 在生活上 你学的东西 都只是变成文字般若 只是知见上的了解 那没有用 那没有办法帮你 跳出轮回 没有办法帮你 止于至善 你一定要呢 能够让它落实 你所听到的道理 听到一个道理 就要赶快去做 得益善而全权福音 赶快去落实 一个字 就成就一个字的功德 那么你在这个字 成就圆满了 其实就可以 所以就通骗了所有的万德 所以这个法不要学很多 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 法要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啊 你就在这个法上 好好的用功夫 用功夫 用到你贯通 你清楚明了了 了解到这个本体了 那么你一切就豁然贯通了 就好像这五根手指头 你虽然有五个选择 可是呢 你只要从一根下手 用用用用功 用到这个最根处了 最根本了 那么你就贯通到所有的全部 所以一门深入是很重要 这个自古圣贤人学习啊 修道啊 罪记啊 庞杂 所以这个 以前 朱熙夫子叫我们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辨 度行 那么他这个博学 他是叫我们在 各种的法门之中 去了解 什么是 最适合自己的 那么毕竟呢 你自己 一开始并不晓得 自己要走哪一条路 那你可以透过各种的 这种学习啊 了解到 自己的这种 这种善根 自己的姻缘 然后呢 在这个法门 好好的下功夫 所以博学 后学认为 应该是这样来解 那真正的 要修行得利益 修行有功夫啊 必须呢 一门深入 必须在这一门上 好好的下功夫 比如说你就学儒家 就在儒家上 好好的下功夫 那么你就可以通达到 所有的各中各派 你修佛家的也行 修道家的也行 只要你修一家 你不要做通家 你什么都学 什么都会 结果呢 什么都不会 那个什么都会的人 其实是很让人家忌讳的 毕竟我们现在 所谓的这种通家 全财啊 在这个现今的社会 是非常困难 你跟博士 博士也才学一门科 我们说的博 并不是广博 而是精 而是深入 他在这个领域呢 很深入 所以得到博士的学位 那其实呢 他也是一门深入 那他如果没有一门深入呢 他没有办法 成就他的学问 那么世间的学问是这样子 我们生命的学问也是这样子 所以后学呢 劝大家 你一定要呢 要在一个法门 好好的修持 那后学自己啊 所要选择的法门 就是从讲经教学做起 我要学这个 这个孔老夫子 学孟老夫子 学子师 学这些圣贤人 他们的教学 然后著书立说 透过这个文字般若 来劝化自己 劝化众生 来 立自己 也是立别人 答自己也答别人 那所以 我要一门深入 那我很希望 能够在 观圣帝君的经典 尤其是 桃月明圣经 爵士圣经 这些经典呢 好好地深入 那有机会我们 必须呢 把这个桃月明圣经 详细地来给他讲一遍 把它录制课程 做一点这种 做一点 见证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把国语的 台语的各讲一遍 各讲一遍之后呢 再细细的来分析 其中的道理 其实桃月明圣经 已经贯通了各家各派的理论思想 在里面 如果能够把 桃月明圣经呢 那个下功夫 读通了 那么你也就通了 不但啊 观圣帝君高兴 诸天心佛 无不欢喜 那么你自己也成就了 你的九玄七祖 也成就了 那么你的冤亲债主 也得到了 他应该有的报偿 你成就了 所有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你今天 在听道之宗旨 及达人这句经训 所最重要的题物 只有你自己通达了 别人才会通达 所以 我们觉悟到 人生是 没有所有权 人生有所谓的 使用权 我们在这个人生 在这一段 就好好的使用 我们的这种时空 我们这个肉体 我们这个道场的资源 好好的来下功夫 好好的来修学 让自己的真正的测误 让自己真正的明心见性 了解到 这种 自如的本体 这种虚灵不昧的道体 那这个才是我们今生 求得大道 不忘了 来走这一招的 这一个目的 那这是真正几达达人 所以孔老夫子讲这句话 几利利人几达达人 无非呢 就是要教我们 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 就是成就别人 那么 为什么圣贤人 他们都是在成就别人 因为呢 他们已经在成就自己了 那自己觉悟了 别人也跟着觉悟了 有情无情的众生都跟着成就了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觉悟的道理 一定是在 人世间 人世间的成就 这些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的成就 才让我们 有那个扎实的根 你的根 是建筑在 你的念经 缠作的基础上 那这是没有根的 你必须要扎在 你的人伦基础上 那这样才是有根 才是真正的做到 己达达人 这样的一个功夫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早安 道之宗旨 讲到 第十九句 晚世界为清平 那么我们必须 先了解 世界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它为什么又 变得不轻不平了呢 那这个现象啊 在我们之前的 讲课之中 已经 讲了很多论述 那么呢 这个道理啊 必须一遍一遍的说 一遍一遍的 这个说明啊 这样呢 听的人呢 才会有更深的印象 才会更清楚了解 那虽然我们有讲过这样的观念 但是呢 我们 必须呢 一遍一遍的 再把它强调出来 加深大家的印象 那会更清楚 整个 这个原文 这种经文的 这种来龙去脉啊 那首先我们讲 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佛经 那有一句话说 万法皆控 那万法皆控 其中有一项的 原理原则 它是不空的 所谓的因果不空 那么万法皆控 因果不空啊 那因果是不是在万法之中呢 其实因果也是在万法之中 那如果万法皆控的话 那么为什么 说因果不空呢 那我们讲这句 又跟世界清凭 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必须来讲 所谓万法皆控 那就是呢 本来世界也是空的 世界也是万法之一啊 整个宇宙 整个三个大地 这个都是空的 那怎么变现出来的呢 佛经讲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那我们的心 变现了这样的一个净土 那么净土的好坏呢 就依照 人的这个意识 那这个意识呢 储存在我们的八字田中啊 所以呢 叫做阿赖也事 这个阿赖也事啊 它会分别 会去执着 会去执着 所以呢 它就变现成 我们现在世界的这个样子 那么每一个众生 所累积的这个 叶因 这种果报啊 都是重要 我们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 人 人道在这一道里面啊 它累积同样的 这样的叶玺种子啊 积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整个 世界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 有这个天空 有大地 有山 有海 有这个植物 有动物 等等这一些的现象啊 都是人的 心变 视线 所造成的 那世界是这样造成的 国家呢 是依照 人心 这个物种 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是华夏民族 华夏民族的 这种生活 它的这个文化 它的语言 等等的条件啊 聚集在一起 所谓人以群分嘛 物以类聚 那人呢 依照文化的不同 分别各种的民族 那组成呢 各种国家的不同 那所以 你看我们在春秋战国 那个时代 那是非常多国家的 大国就很多了 小国无数多 所以这个国家的形成 那都是呢 人 因为有了生活之后 所变现不同的 整个 一个面貌 所以世界 国家 乃至社会的形成 都是这样子 回心所现 回事所变 但是呢 我们这个道治宗旨 它是讲儒家的 这样的一个理论 所以儒家 不讲回心所变 回事所变 那儒家呢 在中国文化里面 它可以说是 很重要的一个主流啊 那这个儒家的思想 其实 跟道家的思想 是一体而两面 我们以前 也在 武教圣人之经典 里面强调过 当我们在讲儒的时候 就是在讲道 那在讲道的时候呢 同时也是在讲主 这个是一体的两面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 玩世界为金品 要来解释世界的形成啊 那么在一经里面 它把它笼统的解释为 无极而生太极 太极而生两极啊 那么无极一栋啊 一栋就会产生太极 太极呢 就分叛成 那种两极的现象 那这个一栋呢 在佛经上讲 就是一念的不觉 这个不觉的现象啊 这个起心的妄念啊 分别之所啊 一个念头就产生了 整个三额大地 整个世界的不同 我们说净土上的不同 那所以有的 天人 他所在的净土 那是非常 高远的理想 在人类看起来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净土 可是呢 佛经上要告诉我们 有所谓的这个 佛所化现的净土 那这样的净土呢 又更是美好 那所以你看我们的祖师 弥勒祖师 金公祖师 那他发现一个弥勒净土 让我们呢可以回到那个净土 然后呢 再继续的修炼 然后呢 再回到我们的原始根本 那之中呢 还有很多的过程 要去经历 所谓的普渡收缘 平收万教 这些过程呢 我们还没有能够完成 还要继续努力 所以为什么 先佛的愿 都是无始无终 那无始无终的 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心量 已经跟弥勒祖师的心量 弃而在一起了 那所以弥勒祖师 什么时候能够平收万教 什么时候能够收缘 这个九六亿元太佛子 那他们的愿呢 就是什么时候 那么我们再 把它回来归宿到 世界的起源 当无极一动而生太极 太极而生两仪 两仪 两仪有这个四项 再来是八卦 再来是种种的万事万物 那这些呢 在佛间的理论上讲 这个现象呢 从无极一直到 八八六十四卦的现象 乃至无数卦的现象 它是一时顿现的 也就是说呢 那刹那之间就成就出来的 并不是我们现在历史学家 所说的 慢慢的演化 所演化出来的 那么可见科学家 跟这个佛 他的认知认解 有一点程度上的不一样 那因为佛这种高超的智慧 人类还没有办法了解 那什么叫一时顿线呢 这个用人的智慧 很难去理解这种东西 那么我们只好 用我们生活上的东西来比喻 比如说我们看电视 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 有一百多个频道 那么只要呢 我们打开电视 拿着这个遥控器 随便一按 你可以跑到那个画面上去 比如说你要看新闻台 你要看戏剧台 综艺节目台 或者是说这个 自然动物的 国家地理频道 这种电视啊 你一转 他那个画面马上就变现了 那之中当然也有 色情的 也有暴力的 也有种种 让社会 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但是呢 也有教化的画面 也有纯教化人心的 也有宗教的画面 那所以呢 当你在选择这个选择器 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啊 那个就是你的 这种 事变 我们刚才讲 新线事变 你的意念变现出来 比如说你想看新闻台 好 一按下去 新闻台马上出现 这个马上出现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一时钝线 那它不是慢慢形成的 而是一下子就形成了 那人的意识呢 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画面产生 那么我们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 那所以世界的形成啊 就形成这种五花八门啊 形形色色的各种物种 各种色相啊 成立在我们的眼前 那么世界呢 从太极到 从无极太极 一直到两仪四项 这个呢 这一种过程啊 那就是一种 很自然的形成 你说无极为什么会变成太极呢 无极一动 而变成太极 这为什么 这个动是为什么 这个动呢 是没有原因的 你看以前我们的 这个书本里面记载 尧顺那个时代 他们的这些人民啊 都非常的善良 所谓的 路不时矣啊 夜不庇护啊 这样的一个世界 是非常的清平的 那他们这些人呢 来到人世间 完成他们的使命任务之后 然后就回去 回去本来的家乡 回归本来的面貌 那他们呢 在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需要来治理这个世界呢 那么可见呢 这个人的一个 一念的动啊 有太深的这种执着 也就是说 人的动啊 已经是一种 一种很 好像例行性的 这样一个轨迹在走 无极一定会动 而生太极 那太极呢 就会演化成 两一四项 这个呢 就是一种 自然的道理 那所以啊 先佛要派人 来治理世间 这个道理呢 也就是因为 人的这个一念不绝 一直在重复在产生 那世界的形成 也是重复在产生 你看世界本来是没有世界 后来变成有世界了 这个洪荒的世界 一直到这个文明的世界 到现在科技的世界 这些呢 都是在人的变性当中 不断地在演 在这种演变的过程 那整个过程呢 都是随着 人心的意念 来变现 你看现在人的心的意念 已经进步到这种科技的时代 如果没有灯光 没有这些电器产品 那么人在今天的生活 可能呢 会过得很痛苦 但是回归到一百年前 那时候呢 还没有灯光 还没有这些电器 科技用品这么发达 人呢 还是在那个环境生活 生活得很自在 那为什么现代人 回到古时候的生活 就不自在呢 那可现了 那个心念 新的事啊 已经不断地在变化 那在不断地变化呢 就产生我们今天 所要探讨的一个主题 就是世界清贫 的一个问题 那世界为什么 不清不贫了呢 那么在 摇天顺日那个时代 是儒家 也是我们华夏民主 也是所有的修道人 所要 这个努力达成的 这样的一个净土 当那个净土 那不是佛菩萨化现的一个净土 而是呢 从无极太极 一直到两仪式 像这样呢 变现出来的一个境 一个国度啊 一个文明圈啊 那么当人心有所不觉 他那种不觉的理念 意识啊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就造成 整个世界 它那个波动的现象啊 就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整个 整个世界的层次啊 会越来越混杂 那如果说 我们用 以去来检视我们的这种 脑波的状态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思念 我们的意念会这么分杂 那么 也可以呢 体现出今天的世界 为什么会这么分乱 那么世界的分乱 就是起源于 人的信念的这种分杂 所以当人心 不轻了 我们轻相对于 就是人的这种迷惑 人的一种 邪思 人的一种 染拙 所以造成了 整个世界不轻了 那么我相信 摇天顺日那个时代啊 人人安分守己 那么守着整个国家的 法律制度 还有道德人心 那他们的心呢 是达到一种 比较亲民的状态 那种状态的人啊 他很好教化 所以圣王出现在人间啊 只要一条法令 规章下来 那他就遵守 他只要照着圣人的 的话去做 那他就可以回去 那现在呢 圣人即使出事了 他极力呼吁 也没有办法将人心 导向归正 那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 整个混杂的程度 已经越来越 越乱 而且呢 越来越多元 那所以呢 在人心 迷惑 偏邪 以及呢 污染的状况之下呢 已经不清了 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净土了 而是一个浊土 我们说五浊二世 那五浊二世这个名词啊 在佛经就有记载了 所以可见呢 在佛陀那个时代 整个红尘世间啊 就已经成了五浊二世 那所以到现在 三千年来 人心的变化 更加的严重 没有圣人 没有佛在教化 所以呢 在这个末法时代啊 老母不忍心 所以降下大道 然后呢 来挽救人心 那么这个老母 也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主宰者 那他呢 是因应了整个 世间的灾结而降的 也就是说 现在世间呢 已经乱乱乱乱乱乱乱 乱到一团纷乱了 一团纷乱了 你总是要有人来 收拾残局嘛 所以呢 有所谓的封神榜 那么现在也是进入一个 封神的时代 那么把这些呢 这些呢 所谓三腰水怪啊 通通都收起来 那各收各的缘啊 所以圣人收圣人的缘 这些佛弟子 收佛弟子的缘 那当然呢 三腰水怪 说三腰水怪的缘 各收有缘人啊 大家都要封了嘛 已经要整个封起来 世界要重新开始 所以呢 必须呢 这个时候呢 必须有一条 很正规的大道 来引导这些善良人士啊 这些有缘的佛子啊 能够呢 回归到他们本来的家乡 那个家乡呢 是属于清的 清明的 属于平等的一个净土 所以平 平这个字眼呢 是相对于对待 这种高下 好坏 是非 而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啊 那平 在净土是没有所谓的不平等 人人都平等 那么人人平等的出发点 是基于整个佛性上的平等 自性上的平等 我们记得 讲过 人人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各个都第一 在各种万物之中 每一个万物都是第一 我们做 用 我们的人生做比喻 耳朵 耳朵在听上是第一 眼睛 眼睛 看是第一 鼻子 纹是第一 那么嘴巴呢 嘴巴是 肠胃道 讲话第一 它各有它的第一的功能 所以无可取代 那么在这个第一的 这种观念之下 就产生了所谓平等 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第一 每一个人都是有它的立足点 那么相对于在我们整个世间的环境 也是这样子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很安然的立足点上 去从事 他的人生的义务跟使命 这个就是平等 那他的人生义务跟使命 如果已经完成了 那他就会回归到这种世界的进度 那你又说这个是佛家的观念 但是儒家的观念 也是这样子 那儒家呢 虽然是允许我们人世间的不平等 但是呢 这个就是人世间的现象 所以不平等才是真的平等 所谓世上不齐等事 全凭一点真心 那么观宋帝君里面的这段经文 给我们做了这个平治最好的注解 那么世上一定会有各种不平的事情 因为呢我们这个是相对的世界 红尘俗世 那红尘世间里面呢 一定会有对待 有高的一定有矮的 只要你线那个像 那个像呢就有所谓的分别 那么谁能够把像看到性呢 那这个人呢就是开悟的人 就是圣贤人 信像不二 那么信像不二的道理 在儒家讲 就是观圣帝君的这句话 世上不齐等事 全凭一点真心 也就是说 每一个众生 他都存在一个真诚的圆点 用这种真诚的圆点 来带人处事 那么这样呢 就是产生了一个平等的世界 也就是说虽然 你线的像 有可能是圆外 有可能是这个官员 那么你是富贵人 富贵人的像 那我信的是乞丐 我信的是平民像 但是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是平等的 那就是一个真诚的圆点 那这个诚呢 是我们自信的流露 也就是说我们自信的代表 那么这个自信是平等的 我们可以成为圣人 可以成为佛 就是一品的我这个真诚点 那么你可以成为圣人 你也可以成为佛 也是一品的 这个跟像没有关系 跟世间的这些 依报啊 是没有关系的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从乞丐身上 看到了他的这个 自信的原点 看到了那一点佛性的话 那么你就能够说到 真正的信像不二 真正的做到 全平一点真心啊 这一点真心呢 你用你的自信 把它流露出来 然后呢 将这个真心呢 付诸在你所看到的人事物身上 那你就做到真正的平等 那所以说我们说 往世界为清平 那么这个 往世界为清平 我们现在呢 不管说太极 变两仪 两仪变四项 已经不要去管那个 为什么会成为世界 世界的这个来由啊 我们大概有一点 基础上的了解 但是呢 我们现在重点 是要放在如何晚 如果将这个清平 再把它晚回来 现在清平已经不见了嘛 那么在怎么样的条件下 怎么样的做法下 我才可以让这个世界挽回清平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末法时期 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那么国父曾说 他说国者人之机 人者心之气 所以国家的自乱 西于社会之浪污 人心之正米 那么同他这句话呢 可以了解 国 我们把它说为 是一个整个世界 那国呢 是人所累积而成的 那人呢 又是心之气 人又是一种心得 一个容器 也就是说 他整个控制权是在心 那整个控制在人的心 所以呢 这个人心上面的一个调整 成为晚世界为清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枢纽 那所以如果晚 晚就是在人心上下功夫 那人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人心怎么会把整个世界搞到这样子乌烟瘴气呢 其实啊 这个我们不是在说现代人 只要是人 从以前到现在 只要是人 都会 慢慢的走向 这种温乱的现象 因为人本来就是在 这种恶元对待的世界 所以呢 他一定会有偏心的一面 那么完全放下 完全的这种秉除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 这种清静的状态 那除非是做到这个圣贤人的标准 做到佛菩萨的标准 那所以呢 圣人 他要透过 这种世间的教化 透过圣人的经教 来将这种圣贤大道介绍给百姓 介绍给民众 因为民众不懂 他们这个清静平等的状态啊 跟圣人是没有两样的 他们不懂 那他们不懂了 就要有人去教 那这个教 现在谁在教呢 现在就是透过经教来教 那么我们已经没有民师 民师离我们而去 这些大德者 渐渐的离我们而去 那么我们要依止什么样的言行 来作为一个标准呢 只有透过经教 透过经教呢 来作为我们修身处事的一个标准 那么经教呢 必须要有人去推动 那这个推动呢 包括你去实践 包括你去演说 弘扬他 所以我们今天说道之宗旨 道之宗旨已经传了 这个二三十年 但是呢 道之宗旨了 如果没有人去讲 没有人去推动 那么道之宗旨了 还是没有办法 落实在社会上每一个角落 你说晚事皆为亲平 那么这个不亲不禀的原理 从何而来呢 如果说我们知道 已经人心是引起了 那么人心呢 它为什么会不亲不平呢 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人这个肉体 需要活着 那活着呢 你需要一个物质 物质就是所谓的经济条件 那这种经济条件呢 通常会打乱我们心的清贫 而自使呢 我们为了经济条件 而呢忘记了 我们是这种 人心的一个原理原则 大家追逐这种经济条件 中国人讲这个叫利 孟子讲得更好 上下交生利 这国为义 上下每一个人 从国王一直到平民百姓 都是为了利而在生活 国王为了想得到更多的国土 更大的这些人民啊 来支持他 那么他在城市呢 也怀着利来侍奉国王 四农工商呢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利 而来从事他们的工作 整个国家呢 充满了利啊 那么这个国家 就会败亡 因为呢 利占满了人心之后 清贫的现象就没有了 你怎么能够 没有迷惘 没有邪私呢 没有污染呢 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儒家里面 第一个修身的方法 叫我们格物 处事的方法叫我们自知 所以格物自知 是整个修学人 它一个很重要的 最基础的入门功夫 所以这个世界的清贫 就是从这种格物自知下手 当然像上下交争力啊 那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那尤其是到了现在 二十一世纪了 这种交争力的现象啊 那已经是普遍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 人们为了利 可以这个不顾一切 那不顾一切的结果啊 就造成整个社会 一个大动荡 大汶乱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的时代乱 世界乱 这个乱的根源啊 就是从我们的心 要去追求力 而把这种意啊 给放弃掉了 人本来就有的这种公益 这种仁义 这种正义啊 他不要了 他只追求眼前的享受 眼前的利益啊 那么眼前的利益就形成一个贪字 你看他那个字是不是金贝啊 那就是眼前的利益啊 眼前的利益 他不管了后代 他不管了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当他造效了这些因 二三十年之后呢 要尝受这个果的时候就痛苦了 你看我们现在台湾 就承受了二三十年前 大家呢不晓得 维持清品的一个心态 那种下了今天的果 大家就要去承受 地震 斗石流 气候异常 整个气候暖化 那现在已经十一月多了 天气还这么热 这会造成呢 整个世间呢 一种大动乱 人心更加浮动 更加不安 这是上下交生力的现象 那么一个力的 一个源头啊 人放弃的这种平常的道理 做人应该有的这种原理原则 那么应该有的原理原则呢 在儒家告诉我们 就是三纲五常 五伦八德 这些五常之道啊 你不管说你是说哪一个 所有的伦常之中 你只要做好一个 那其他的 其他的就会跟着做好 所以 左传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人气藏着妖心 人丢积着这个常理常道啊 那么妖魔鬼怪就会兴起 是不是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说 还有一些有志之士啊 不断的在那里呼吁 不断的在那里推动 在那里强调 整个圣贤人的教化 那么现在的社会啊 真的是不敢想象 世界末日一定会有到 到来的一天 那只是说呢 提前到来还是延后到来 那么我们 接受 圣贤先佛的教化 我们有责任 让这个世界末日延后到来 延后到来的原因是因为 让人民能够受教化更多 在这个更多的讯息之中啊 让他能够开启 他的那个自信的觉知 那一份这个迷惑 那一份邪师 那一份染拙 通通禁除掉 然后达到一个真诚的原点 这个就是 万事界为清贫 一个主要的做法 那么藏 是我们说的藏道 藏道 在我们的人的生活之中 就是所谓的五轮 当然五轮里面有八德 八德是对内 那么五轮呢 是对外 五轮就是我们人 生活在每一个条件之下 所要面对的一种原理原则 父子有亲 这个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这个是五轮的一个常道 那你不管在哪一轮里面 都具备着这种八德的一个操守 具备着这种五常的一个原则 五常人义理智性 八德呢 孝地忠信理义廉耻 或者是说 忠孝仁爱心意和平 所以人气长则妖心这句话 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 现在呢 五轮之道 没有人在强调 不管是在哪里 在台湾 在中国 大家都为了利 大家都向前看起 那么利呢 这种观念不处的话 我们这些 轮场之道很难去恢复 那么利没有错 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利 维持我们的生活条件 经济条件 或者是说物质上的条件 这个是作为人 必须要有的一个生活基础 但是呢 如果说太过 过于追逐 或者是说你放弃你的原来的 去追逐力 那么整个生活就变掉了 整个人生的就已经扭曲了 那这个太过的现象 就形成今天 大家这样追 追民逐利 的一个现象 那人心不安 社会动荡 为了眼前的小利 他不惜以身犯险 坐监犯科 犯下种种罪行 甚至呢 不惜呢 照下种种因果 也不晓得 自己后来的果报会怎么样 所以呢 一味的去 追逐 但是如果细细的 你把它分析下来 如果说 我们能够从 从小 就建立这种 五轮之道 让这些 让这些学龄浅的小孩子 就接受到这种 五轮的教化 那么是不是呢 整个这个 大顶 不会 那他就会比较 达到一种 正常运作的轨道呢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为什么圣人 佛菩萨会硬化在人间 他就是为了 让人导向 一种正常的生活 回归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是什么 就是五轮八德 我们说父子有亲 你看父子有亲 这是整个 儒家教学的一个原点 我们出生 就一定有父母 所以呢 父母跟子女之间 有一种 亲爱的关系 这种亲爱的关系 那个爱呢 是自信的流露 这种爱的范围 会扩大 所谓亲近而人敏 人敏而爱物 那这样的爱呢 它会扩大 扩大到整个 这个社会 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 所以呢 每一个 每一个宗教 他们都讲爱 人爱 慈爱 这个博爱 都是在讲爱 那么这个爱呢 跟世间的爱 最大的不一样了 那就是呢 这个爱没有私心 世间 男女之间的爱 有私心 有私心呢 就会造成占有 就会造成执着 那么占有执着呢 就会形成一种 这种 迷惘 邪思 染污的现象 就是不轻了 你会把对方看成是 独一无二了 那就是不平了 那不轻不平了 在你的身上 产生出一个 溫乱的现象 那你的磁场 就会干扰到整个 环境的磁场 比如说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你的团队 就会形成一种 温乱的现象 这个温乱的现象 如果扩大 就会形成 整个世界的混乱 所以每一个人 都是世界末日 造成的来源 你没有办法 置身事外 你不要说 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 其实呢 跟你是息息相关 而且呢 一切都是因为你 才造成这个现象 那这个 这种现象呢 很有趣 在西方科学家 有一套叫做蝴蝶的效应 那这个效应呢 就是有一只蝴蝶 在中国 一只蝴蝶 它拍动了一下翅膀 那个翅膀 这种引起的风的 这种震动 就形成一个连锁效应 结果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 形成一个大风暴 就是这一只蝴蝶 产生出来的 那么 这怎么可能呢 它说有一只北极熊 那它跳到北极海里面 这个北极海 它那个波啊 水波就这样一直涌一直涌 涌到印度 造成印度的这种大海啸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再说天放夜谈 其实不是天放夜谈 如果我们想一想 星星之火可以了远的话 那么你应该相信 这句话是真的 这个理论是实际存在的 那这个理论说明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每一个整个世界的灾难的产生 都是从一个很维系的范围 很维系的这种原因 所产生的 那这种原因呢 因为累积了这种巨大的能量 然后爆发出来 我们看到了这些灾难的产生 所以今天气候异常 这个已经不是说一时 或者是说一个人产生了 它是一种能量的累积 是在我们人 每一个人 它在点点滴之中 累积成那个巨大的能量 造成现在整个世界的灾难 所以是谁造成的 是你造成的 是每一个人造成的 所以罪魁祸首 不要怀疑 罪魁祸首就是你 所以呢 要改变世界 要从你开始 你自己开始改变 或者是说从我开始改变 每一个人从他自己开始改变 我们现在科学家 努力的在扭转 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 他们发明了很多种方法 如果我们有详细去看过 那个国家内理频道的报道 我们会发现到很有趣 科学家应用科学所极尽之能事 想要改变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 尤其是减少碳的排放量 但是呢 我们如果说 从整个因上来分析 其实科学家所做的 它的范围很有限 它的范围呢 所能够扭转的现象 没有办法阻止 整个气候异常 或者是说 整个大灾难的这种发生 那还是会发生 如果说我们再从 将本胜博士 他那个水的实验 来说明整个现象的话 会发现到说 原来每一个物体 它都有法性 这个性的存在 跟我们人 那个自性的存在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它有法性 所以它有见闻觉知 它会听 会看 然后呢 它也会表达 所以当人 对于 这些事物啊 它用一个平等心 来对待它的时候 那么万物所呈现出的状态 它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 它会给你一个 很好的一种回报 但是呢 人用不平等的心 对待了 譬如说招踏 这些纸张 招踏食物 招踏这些万物 结果万物呢 也是用不平等的心 来对待我们 所以世间就变了这样子 那如果说万物 也有法性的话 那么我们要尊重 它也会成佛 那这个未来佛 我们现在招踏它 结果呢 自己受果报 受果报的现象 就是世界末日 所以你看看科学家 他们用 从果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呢 没有解决问题 但是呢 也是有它的好处了 它不断去强调 让人们有所觉醒 那真正的问题呢 要从因上来解 因上解 那就是呢 从人心 它的清品上面 去把它扭转 不要让它再迷惑 不要让它再存邪思 邪念 各种染污的 这种念头 如果每个人 都能够 心存 清品 那么整个世界就会改变了 那么每一个人 心存清品 这个事实似不太可能 但是呢 它可以 它从 江本胜 这个博士 它水的实验 它可以告诉我们 人的信念 可以影响一切 有这个 静中学会的人 那么他呢 做一个实验 他希望呢 南北极的兵 减缓融化 那他用什么方式呢 用念佛的方式 他念观世音菩萨 希望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 这个佛号啊 能够阻止南北极融化的速度 结果呢 在同样的兵中啊 对于有佛 有念佛的 跟没有念佛的 那么 这整个速度上就差很多 融化的速度就差很多了 那所以呢 它这么一个理论啊 也就是说 人如果能够 时常起这些善心善念 圣贤菩萨的心念 来面对这些万事万物的话 那么 万事万物 这些依报的现象啊 它会呢 减缓它的毁坏 也就是说减少 它的一个动乱的现象 那么它 给我一个好的环境 我们生活在好的环境里面 那么自然呢 就会回馈到我们的身心 我们身心呢 会更加的会觉得珍惜 更加的要去维护它 所以 从先 从这样说起来 一个人 怎能不随时 把持住 他的心念啊 孔子他曾经讲 师三百 一言以蔽之啊 为之师无邪 他说诗经啊 他整理出三百 多条的这样的一个诗文 那他都把 把这些民间的歌曲 民间的这个 我们说 礼语啊 或者是说民间的这种 民谣 把它节录出来 把它栽选出来 那他说整个诗经 用一句话来说 就叫师无邪 思想没有邪念 没有这些邪师邪念 他们思想都很 纯 很精 很平 所以诗经那个时代的人民 他们呢 可以处在一种 很清贫的状态 可以生活 那他们呢 有点像摇天孙日 如果说他们能够 这个听受圣人的教化 那他们呢 做完使命 他们的责任之后 他们也可以回去 那么我们现在呢 读了诗经三百 也不可能是无邪 那么必须怎样呢 必须透过 圣人 佛扑上 不断不断的 来教导他 所谓长期勋修啊 所谓一门深入 那你不断的 透过这种 讲学 透过这种例行 去教化百姓 让百姓呢 真正了解到 一个 本性本性的发落 一种清品的 这样的一个修为 那这样才有办法 来改变 整个世界的现象 你跟诗三百 他这个背后的意义 他告诉我们 那就是说 人们的这种歌唱 各些民俗 这些民谣 他的出发点 是很纯正的 孔子用这些 出发点纯正的歌谣 来教化百姓 那么我们现在 也可以用 这些戏剧的方式 也可以用各种 唱歌的方式 用这个 种种方式 来教化百姓 只可惜啊 我们现在 还没有 一家电视台 还没有这种 专门在教化百姓的 这样的一个团队 都把它归属于宗教 其实呢 教化百姓 并不是宗教 它是一种 自然的教化 一种社会的教育 你看演戏 以前演的都是 宗教结义 演的呢 都是这些正面的 形象 那这些呢 透过民间的这种戏剧啊 来把它表彰出来 让整个社会的教育啊 更能够得到一种 落实的 这种化育啊 所以以前的戏剧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戏剧没有了 这个是非常可惜 当然我们也不期待现在 现在这样子 但是呢 必须有人去做 也就是说 整个戏剧的 倾向啊 除了说 声光效果 除了说 整个 这个剧情的带动 我们应该在里面 融入一点 这种道德 轮场 这种社会自然的教育 在里面 当然这个是 必须经过巧思啊 现代的人 你直接跟他讲 伦理道德 他是听不进去的 那么即使是修道人 对于儒家这一套啊 那他也是 见怪不怪了 所以呢 要把它透过一种 很自然的包装 包装成一个 现代人可以接受的 一个产品 然后呢 把它发表出来 那这个产品呢 是可以有教化作用的 我想到以前在写 布袋戏的时候 那么透过这种布袋戏啊 将先佛的迅文 把它发表出来 因为布袋戏是古代的人 那么三教九流都有 所以三教九流之间 有一些比较高格上的对话 那这些对话呢 我们是可以从这些对话之中 把它展现出 那个教化的意义 所以我就去抄那些先佛的迅文 把这个先佛的迅文啊 把它写到剧本里面 那当然了一部剧情 这个一百分钟 假设一百分钟里面 有十分钟这种教育的 教育的这些文词啊 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呢 就已经达到作用了 所以很多人 他看布袋戏 他就可以得到一点 教育上的一个显思 伦理道德的一个反省 他也可以从剧情里面 得到一点圣人的教化 那么这个也不是一种 戏剧性的效果 但是呢 这个必剧呢 都要有人去做 所以呢 你看 戏剧要有人做 舞蹈有人做 这个民俗有人做 音乐有人做 乃至呢 这个写作有人做 这些人呢 都要遍布在 我们社会的 每一个角落之中 所以一个人 怎么搞得起来呢 一个人没有办法 所以孟子说啊 天下逆源之以道啊 你可以想见 他所说的道啊 如果 从我们道场现在讲 单单这个名是一词啊 单单这个名之一词 是一个 正知正觉上的认知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名士的 这个词啊 需要透过人的教化 去宣扬它 去推动它 这个人 是先佛所没有办法扮演的 因为先佛呢 他没有办法在每一个人事物的环节上呢 来出现来教人 那只有谁可以教谁 只有圣人 只有圣贤人 只有这些君子 所以才叫说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嘛 你大德敦化还不够啊 你还要小德川流 小德川流 才能够带到每一个 这个街头下面 每一户人家 所以你看长江 长江是一个 一条主要的河道 可是长江的那个支流 非常非常的多 有了这些支流 然后会集成一个巨流 然后呢 就能够润哲百姓 那才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所以我们刚才讲 诗经 然后讲到戏剧 所以想到说 我们每一个生活上 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 圣贤君子在其中 那各行各业 有君子人物 有圣贤人物在其中啊 那么圣人的教化 就会呢 永恒不衰 这个民事的教法 也会呢 持续的流传下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没有说剃头发 没有出家 没有出山洞 这个就是因为 儒家应孕 儒家的一个修行 就在每一个生活里面 那生活里面要有道 道在哪里显现呢 在你的言行居子之中啊 在父子有亲之中啊 在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之中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五轮之道啊 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那其实呢 那只是点到为止 它没有办法说进里面的道理 我们抓出来这种根本的重点 那就是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这样的一个伦常 能够确立出来 父子 父母亲对儿 儿女们 是一种慈爱的表现 敬人父母应该敬的责任 那为了之余呢 对于父母进行孝道 敬儿女应该敬的本分 那么整个轮场就可以贯通起来 而且呢 这些轮场也可以周遍起来 你是一个孝子 那么你到了公司 一定也是一个忠诚 你一定也是一个敬职的员工 你在社会上一定也是一个 言论有信的朋友 你治理你的家庭 一定也是一个很圆满的家庭 所以齐家嘛 你看从父子有亲一直到 整个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呢 真是环环相扣 归结点都是在那个 父子有亲 这个亲爱的部分 所以人需要爱 大爱 需要这种仁慈的爱 需要这种虎伪的爱 这种爱呢 是玩世界为亲品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这个爱的出发点是 因为没有迷惘 没有污染 没有邪念 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众生 你把众生呢 看成像是 把他 把他看到他的本性 看到他的佛性 看到他的法性 那他的佛性 到这种子 我们继续讲到 玩世界为亲品 那我们上次 有提到说 世界的乱源 是人人的 争民逐利 每一个人自私自利 所导致的 整个天下动乱的现象 那么为了争民逐利 会产生各式各样的邪说邪见 充斥在整个人世间 那么没有智慧的人 就会被迷惑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是因为迷惑 才来到人世间的 那所以 圣人 佛菩萨 才会降世到人间 来跟大家开导 所以孟子有一句话说 古之学者糟糟 使人糟糟 今之学者昏昏 使人糟糟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古大德 用这种 开悟的方法 用明理的方法 测误到整个 良知本性 整个人 的这种 道德全体 那么他用他的测误的经验呢 来教导学子 使他们也走向光明的绝路 这个就是糟糟 这个就是糟糟 所以这个糟是 糟然若皆 这个糟 那他说呢 今之学者 以其昏昏使人糟糟 今之学者呢 用他迷惑的道理 昏就是昏昧嘛 迷惑了 用他昏昧的 这样的一个理论啊 让自己昏昏的 这个渔行啊 要帮助人家 来 开明起来 开悟起来 那这个呢 是完全错误 也就是说 以忙以忙啊 这是不可能的 本身不明的 不可能是人民的 没有迷失的教导 你不可能成为 一种开悟的人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孟子讲的这个 古字学者啊 今之学者啊 我们可以发现啊 在孟子那个时代啊 对我们来讲 已经是很古了 两千多年的时代 那么他都还有这种感叹啊 那么两千多年前 在孟子之前的学者 用开明的方法 开悟的方法 明理的方法来教导学生 那他那个时代的人呢 用这个不迷你的方法 迷惑的方法来教导学生 那所以你看 孟子那个时代 已经是迷惑不堪了 那么何况是 又过了两千多年 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啊 那孟子里面呢 提到两种 人物啊 是最需要排除的 那就是呢 杨末之徒啊 杨朱跟末子的理论啊 被他称为 无腹无君啊 那么无腹无君呢 就是野兽 所以孟子很不客气啊 就直接点出 这些人的思想 就是野兽的思想 把人民呢 引到野兽的路途啊 也就是说三恶道 所以你看 在孟子里面啊 立辟阳末之说啊 为了排斥这些异端邪说啊 孟子用了很强烈的 这个字眼 以及很大的篇幅啊 来诉说这种现象 他说 事衰到尾 邪说暴行又做 臣是其君者有之 指是其父者有之 圣王不作诸侯放置 楚事横溢啊 阳朱莫底之眼迎天下 你看这段文章啊 是在孟子 同文宫的下篇 那所以呢 阳末之道不喜啊 孔子之道不住啊 也就是说 这些邪说邪行啊 如果没有从世间上消失啊 那么圣人 这种圣王的道啊 孔子的道啊 就没有办法彰显到人世间 那用这样的观念来说 我们现在的 这个二十一世纪啊 如果说 那这些邪说邪见啊 这些邪思邪行啊 如果没有能够消失啊 那么我们这些 圣人的这种真理 明师的大道啊 就没有办法图传 大家呢会认讲为真 以幻作真啊 那这个 这种现象呢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是 比比皆是啊 阳朱末底之言 现在已经超越了 阳朱末底啊 现在各种邪说都有 所以为什么说 佛陀 曾经在任言经里面讲过 末法时期啊 邪思说法如横可杀 邪思到底是谁啊 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如果好好地反省 其实呢 现在的媒体 现在的报道 现在的新闻 这个呢 都是邪说邪见 你看那些报道 八卦的 花边新闻的 或者是说政治口水的 那些报道 对人的良知本性 有没有作用呢 没有作用 不但没有作用了 而且呢 污染了 我们的政治政见 现在的一个政治人物 带着辣妹出去玩 结果呢 被争相报道 被争相呢 这个挖掘 把她的内幕啊 把她通通的把她挖出来 最好了 连她的祖宗八代的内幕消息 通通把她挖出来 这个 新闻人员啊 急进她的职务之能事啊 把人家的隐私啊 全部都挖出来 那这种现象呢 其实就是邪说邪行 这些人就是邪师啊 所以我们说 邪师说法 如何呢 那邪师不是一个老师的样子 而是各种引导人的那种理论跟说法 你看媒体是不是引导人 她每天播放的这些讯息 如果没有相迷 那么 圣王之道 民师之道 是没有办法 谱传在这个世间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 白养的修行人 我们更是需要呢 要把这些邪说邪行啊 要把它排除掉 再彰显我们这种 民师的教法 先佛的教法 我们不能够再用昏昏的道理 来帮助人家开悟 以及昏昏使人糟糟 这是不可能的 用迷惑的道理来教人 一定呢 使人迷惑 绝对没有办法说 使人开悟的 所以你看民师才会出高徒 那么 这个民师呢 民师怎么可能会出高明的徒弟呢 民师教出来的 这个徒弟啊 一定也是邪师邪见 所以我们这种道理啊 要认就清楚之后啊 来想到 孟老夫子他想的这句话 古之学者 以及昭昭使人昭昭 当然我们 不可会言 古人总是有 这个贵古建经 这样的一个思想 即使到现在呢 都还是这样 那我们修道人也是这样子 那么毕竟呢 古人 他们的那一份 这个修行啊 他们的道德良知啊 还有他们的那种染灶啊 总是呢 比现代人呢 还要少 那他的见解呢 总是比现代人还要 还要深 因为呢 他的 他所接触到的这个讯息呢 很少 很少呢 染灶就少 染灶就少了 所以呢 他这种 很自然的 那种自然之道的流露啊 就会比较多 所以古人比较善良 这个是无庸会言的 古人要开悟比较容易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那么现代人 开悟的 我们几乎没有听过 不要说看了 连听都没有听过 那么在这些 中派之间 没有开悟的人 那么我们到底要依止谁呢 那谁才是 今天能够玩世界为亲品 的一个主要的方针呢 所以老子 所以这个老师啊 他告诉我们 今天是末法时期 白养时期 白养时期 儒家收缘 把这句话呢 用对方向那就对了 真正的课题 就是用儒家 为主要的思想 为主要的 这个生活的依据 儒家的思想 成了我们今天 玩世界为亲品 最大的一个根据 那儒家思想 那儒家思想 他在哪一方面呢 这个 孟子他曾经说 天降生命 坐之君 坐之师 那大学又补了一句 坐之亲 所以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是现在呢 玩世界为亲品 的主要的做法 那么这个是谁在做呢 是每一个人在做 这个不是民事在做而已 也不是老板 也不是父母 这个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做到君 亲 师的标准 那么每一个 这个我们就可以 带动这个家庭 带动整个社会 带动整个国家 乃至世界 所以要玩 玩世界为亲品 一定要从自己 这种正己成人 开始下手 你才能够 以其糟糟 使人糟糟 那么我们今天 必须要清楚了解 我们本来 就是圣人的原貌 我们本来就是佛 那么今天 为什么我们 我们不能够成为佛 不能够成为圣人呢 那就是因为 我们那个 昏昏的之间太多了 我们迷惘太久了 所以呢 这些业障 累劫的习气 造成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看到 我们的良知本性 没有办法 了解到 我跟众生是一体的 这样的一个 觉悟 以至于说 其实要做到君亲师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 那所以 你必须先要求自己 你要求自己 要回到本来面目 回到本来面目 不是明师给你的 所以明师 并没有传到给你 也不是呢 先佛加持给你 你要想的 这个 求佛 求神 这个是表象上的恭敬而已 如果说你内在的那一份 虔诚恭敬的心 没有做出来 那么你求的 只是口头的功夫而已 神不会帮助你 先佛也不会加持你 你要知道 你的这个习气毛病 你的这个 邪师 邪剑 都还处在 你的身心之中 你的八四田中 那么即使先佛有心要救你 你也会婉拒 你也会不能够接受 所以 修学人 今天最大的一个课题 就是呢 你要懂得放下 把一切的 这个 邪师 邪剑 不正确的知见 通通都要放下 所以我们还记得 在法华经 佛陀出现在人世间 他就是要告诉众生 这件事情 帮助众生 开示 误入 佛的知见 所以佛跟众生 是两个相对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众生如果成佛了 就没有所谓的 佛跟众生的差别 但是因为众生 没有办法了解到佛的境界 所以 佛必须用佛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的一个言行 来教导众生 所以 放下 放下你的邪师 邪剑 放下你的 贪嗔痴爱 放下你的 这个明文立养 我们要 我们知道说 放下呢 是从内心 真正的下功夫 不是换对象 你今天把你的 这些外在的工作放下 你专门在到场 服务 可是呢 你在到场服务 还是有明文立养 还是有这些 贪嗔痴爱 那么 你只是换个对象而已啊 你并没有真的放下 放下不是要你换 换对象 不是要你换工作 这个观念呢 我们必须清楚了解 所以呢 有的人认为说 我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 我就是专心的 在到场 为人民服务 为众生服务 佛没有叫你 放下你的工作 先佛 明师 也没有叫你 必须放弃 你现在的工作 他只是要你 在你的二六时钟 随时保持住 你那个觉悟的本体 你这个良知本性啊 你学学 时时呢 要能够知觉 他就在 此时此刻 就跟你身心合为一体 所以你身心的 这样的一个follow啊 是这种良知本性的 良知本性 这个道体的视线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呢 你的良知本性呢 所视线的 变成只是了一点点 他没有办法 真正的主持用事啊 所以身体 被了 被这种习气毛病 五欲染灶 所牵惨了 以他们作主 所以你的言行 都是脾气毛病 而且呢 脾气毛病 不是发一发就 就了事了 那是越发越多 越增 越严重 越直 越厉害 这个是脾气毛病 其实呢 这个就是邪说啊 这个就是邪师说法 如果不是这个邪师啊 我们今天 不会说 用昏昏的道理 来使自己昏昏 想要帮助别人 糟糟 这个 我们要仔细的 去思索清楚 去思索这个道理 还记得 以前 有一则新闻报道 也震惊整个世界 那就是 非谍会的预言 那这个非谍会呢 是在美国的一个团体 他这个主持人呢 听说也是华人 那他说呢 世界快要毁灭了 但是呢 上帝要救 这个善人 所以呢 加入非谍会的人 就有资格 接受上帝的救赎 那他曾经在报上 发表一个消息 就是说在1998年 3月31号 上帝呢 将会 派遣非谍 来接引这些人 接到哪里呢 当然就是 他所说的净土 他们说的天堂 那么他在报 这个电视上 新闻媒体上 发布这个消息 这个 大家都很期待 上帝 上帝架非谍来救他们 那到了3月31号那天 晚上的指示 一大堆人都在那里等 等非谍的到来 也等上帝的到来 那当然很多新闻媒体 也要来报道这件事情 所以满山满谷都是人 要来见证这一件历史的大事 结果呢 我们大概也可以猜想得到 结果呢 上帝没有来 非谍也没有来 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那么人家就问这个主持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上帝没有来呢 你说的话到底 能不能做主啊 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就说他 他不晓得为什么上帝没有来 他这个上帝为什么会骗他 所以他打了自己也打了一个问号 结果呢 非谍会就这样了 销声匿迹了 再也没有通过 那想想这样的一个讯息 有智慧的人一听啊 就知道说 上帝不会派非谍来 上帝他本身就没有肉体了 他为什么还要派非谍来接人 我们要知道 这个六道里面 我们所谓的天人 我们中国人讲神 这些神人 他们来到地球 不是做非谍来的 有的人认为说 外星人其实就是 我们所谓的天人 就是这些神 其实这个认知是错误的 因为天人呢 他来去是不需要做交通工具的 他来去都是用动念的 也就是说他一个念头就可以来 一个念头就可以走 对他而言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这种限制 这个才是天人的一个能力 那如果说还是需要做非谍来的 那个定义在六道里面还是人类 那不是天人 也不是神 外星人不是神 那我们现在道场 很多道经呢 还是有这个观念 认为说呢 其实外星人就是一种 我们说的神 那么他们这个能够来来去去 以光的速度做非谍 到处遨游宇宙 那如果说 他们是神的话 他们不需要做非谍 这个非谍是人制造的 那人制造的给神做 那不是神不如人吗 那这是很奇怪的说法 那么如果神 神要来去 神是那种能量的视线 这种能量的视线呢 他可以一下子来一下子去 所以以前我们看过这笔记小说 在中国很多的 这种神仙显化的事迹 神仙就突然出现了 化身成一个人的样子 然后呢 帮助你做什么事情 给你什么 然后呢 然后呢 又化身 咻一声就不见了 这个是 我们的笔记小说里面 记载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可见呢 神是一种能量的视线 他不是物质 所以非谍是物质 那神怎么可能需要 还需要物质 来到人世间呢 这是第一个存疑点 那第二个存疑点就是说 上帝 怎么会派人 来接这些人到天堂呢 我记得耶稣基督 他曾经讲过 人们要进天堂 比那个真眼 还要小 那个天堂的门口 比真的那个眼 真眼还要小 所以一般人是找不到门口的 那找得到门口的人是谁呢 只有背着十字架的人 能够真心 跟随主 奉献主 然后呢 为主做事的人 这个主是谁 主不是指 耶稣基督那个人 主是我们的两只本性 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才能够回到旧静德的天堂 所以呢 上帝不会派人来接你 如果要回去 一定是呢 你自己 证悟到那个境界 然后呢 你才可以回去 更不用说上帝的 派妃蝶来了 这个是荒谬之急 当然 他们那些信徒 可能不会这么想 但是呢 想到孟子这句话 今知学者 以及昏昏死人糟糟 现代的这些人 这些宗教人士 这些异端学说 用他昏昏的 这种理论 要使人 踏上净土 使人觉悟 这个是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非谍会呢 给我一个很好的视线 这种视线就是说 自己没有办法 明心见性 没有办法 决证到自己良知本性的人 那么你是不可以 不可能帮助别人 正见到自己的良知本性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 你要让自己 能够 坐之君 亲师 然后呢 来达到 这种 玩世界为亲品的 一个目标 首先呢 你必须学会放下 只有呢 你自己放下 你才能够证得 你那个圆满的 的那种 良知本性 我们原来的那种 亲近的面貌 因为呢 这个 一直都存在 都存在 我 之中 一直都存在 那么我呢 用这个 肉体的形象 一直出现在 这个六道轮尾之中 我不晓得 我自己 有这么圆满的 良知本性 那所以 证悟的人 告诉我们 先佛菩萨 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有 我们的本来 面目就是这样子 我们回老家的方式 就是只有这一条 那么你只要跟着 圣贤菩萨的巧步 亦步亦趋啊 你不用特别去发明什么 创造什么 你只要 亦步亦趋 你跟着他的脚步 去踩 那么你就会成就了 所以为什么说 佛陀 他曾经在 金刚经里面 讲到 他没有说过 任何一法 如果你有说 这个佛陀有说 任何一法 那么你就是 伴佛 释迦摩尼佛自己 不承认 他有讲过任何法 那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会讲这种话呢 他明明讲了这么多法 留下这么多佛经 他为什么说 他没有说一法呢 人家如果说 他有什么法 他就是伴佛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道理啊 我们必须了解 释迦摩尼佛 他所说的这些话 他没有自己的法 他不是自己创造出来了 他不是呢 自己呢 用他自己的意思 来告诉众生 这些 这些理路啊 他都是传述 古佛所说的 古佛怎么说 他就怎么说 所以他完全没有发明 完全没有创新 他都是按照古佛所说的 所以他说他自己 没有说过一个法 是因为这些法 人家早就讲过了 他不需要去创新的 这些 所谓佛佛回传本体 古佛跟金佛 他们所讲的道理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呢 都是在讲信德 都是在讲良知本性 那一份圆满的 那一份亲近的道徒 所以那一份圆满亲近啊 你不需要增加 你不需要减少 也不可能增加减少 所以释迦摩尼佛 才说他没有讲过一法 那么同样的在儒家 孔老夫子也讲过类似的话 无数而不作 孔子所讲的 都是古圣 他们所讲的话 古圣 他们所讲的道理 我只是传述古圣 他们所留下来这些话 继续交给众生 所以为什么说 孔老夫子讲这句话 无数而不作 我没有创造 我没有发明什么 我没有留下任何的什么言论 我都是依许古圣的道理 所传下来的 来交给你们而已 你看佛家主家 同时讲了这样的观念 可以知道说 那么古佛是谁 古圣是谁 那个佛佛回传本体 诗诗密附本心 那个佛 那个诗到底是谁 其实说穿了 就是我们 良知本性的证悟 就是那个古佛的道理 古圣的道理 没有两样 你不需要另外再去安装什么 再去加入什么东西 根本没有需要 因为它是最圆满 最具足了 你加入了 你都是化蛇天竹 化蛇天竹不是 良知本性的原貌 所以佛跟儒都讲这些观念 那也可以想到 今天我们到场 为什么老前人 他一向不喜欢创新 一向不喜欢标榜 所谓现代人的理念 尤其是他非常反对立案这件事情 道怎么可以立案呢 你跟释迦摩尼佛在传道 有去跟国王说我要立案吗 孔老夫子在传道 有说要立案吗 从古来的这种祖师大德 从来没有说 得到政府的许可 然后你才去传道 从来没有 如果有 那已经是变成教了 那不是道了 所以老前人很反对 一贯道去立案 他的道理 我们必须深思 老前人不想创新 老前人不想加入任何的 个人的知见在里面 因为道了就是最圆满的 道就是最具足了 如果我们还记得六祖会能开悟的讲的那句话 本质清净 本质具足 本来圆满 然后呢 人生万法 这一切都是道的化现 我们还想在道上面 加剑什么东西吗 如果把道变成整的样子 那就是上帝的化身 我们怎么可能还要建议上帝什么 希望上帝能够变成什么 这个是邪说邪见 这个不是正法 所以为什么老前人这么反对 但是呢 老前人的反对 也没有办法阻挡那个力量 你看那个 这个力量呢 道变成教的力量 那本是一种 自然的流传 老子说道师而后德 德师而后仁 仁师而后义 义师而后离 你看 一层一层失去了 道失去了 结果呢 变成离法 变成礼教 最后呢 礼教吃人 礼教呢 如果礼教还不能够防守 那就变成了武力啊 大家诉诸战争啊 整个天下大乱 所以 我们今天才知道说 为什么老子 他很反对儒家这一套 事实上呢 他不是反对儒家 他是崇尚自然 儒家刻意的 用这种 人意道德 要把它扭转自然 那么他是反对 这种刻意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知道 儒家发展 到现在两千多年 但是人类的历史呢 可能已经很久很久了 人类呢 这个遵循自然的法则 已经好几万年了 经过考古的这种验证啊 我们知道 人类的历史 有 好几万年的历史 可是我们的记载 从遥顺到现在 最多不过五千年而已啊 所以呢 你看 从这个几万年 到现在五千年 人类的历史啊 已经渐渐的走向了 这种教化的路途 走到教化的路途 你不得不 按照这些 规章制度 按照这些礼法来走 不然呢 整个世界大乱了 所以你要 清楚了解 孔老夫子的用心啊 因为人没有办法 有那么高格调的 走向这种 清静无畏的路啊 走向民心见性的路啊 已经没有了啊 没有要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只要照着人的本分 好好的来安住你的本位 定住你那个点 那么呢 整个社会呢 依循的一个正常的法则来走 社会还是一样长此久安 国家呢 还是一样 得到一个太平的盛世 世界是大统的 孔老夫子要做的就是这个 但是呢 今天我们看到 世界大统的目标 遥不可及 遥不可及的道理呢 是因为 整个家庭 出乱了 家庭夫妻乱了 父子乱了 钢厂乱 伦理乱 整个道德了 轮上了 所以孔老夫子所强调 那个大统世界 事实上呢 他后面还有一个 一个小康的世界 小康的世界是指 文武周公 这个以来的这个世界 那大统世界是指遥顺了 孔老夫子的目标是 先从小康一直到大统 所以他要恢复周文 然后呢 去归向 尧顺的大统 他的理想是这样子 但是呢 即使要恢复周文 你看 在他那个时代 周文已经那么难了 那么我们今天 踩着孔老夫子的步伐 我们依着明师的教法 我们要试图 把这种社会的秩序 回到小康的样子 我们要继续回到那个 周文的话域 那种王道的精神 那这样呢 才能够渐进走向大统 所以做到君亲师 是每一个人 不可以或缺 的一个职务 一个思想 那么你要做人家的君 你要做人家的亲 你要做人家的师 你以什么做标准 那就是你要了解 自己的这一份道理 那一份圆满具足 亲近的道理 就具足在我的身上 那你不先捨出 这些脾气毛病 怎么行呢 你看观圣帝君 他给我们做了一个 最好的示范 就是呢 他要追求大一统的 这样的一个汉朝的天下 他们兄弟呢 桃园三结义 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捨出 捨除啊 各种障碍 这个障碍呢 用这个 董卓 黄金贼 吕布 来代表 所以破黄金 朱董卓 吕布壁 这个就是要 破除贪嗔痴 这三个人物 代表贪嗔痴 我们也可以说 用三个不好的 不好的那种 言行来代表 但是呢 佛家的这个贪嗔痴 又是最好的代表 你要破除贪嗔痴 你才能够走向 平等 清静 一个大圆满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他要宰牛马 召告天帝 宰牛马 就是说 自己呢 要去做牛做马 自己 变成那个 牛马的样子 去为众生服务 告诉天帝呢 就是秉着这份良知呢 我今天开始 要为众生做牛做马 我把自己的贪嗔痴 给舍除掉了 所以呢 你看观众帝君 十一年甲步离生 大物捷径 这个都是为什么 这个都是表法 我们今天呢 开始在修道的 也是十一年甲步离生 大物捷径 我们要跟自己的敌人 跟自己的这个脾气毛病 来作战 你要扫除自己的贪嗔痴 自己的这些自私自利的想法 自己想要控制别人 管理别人的那种念头 这些呢 通通要放下 没有放下这个 没有办法成就 所以放下呢 如果我们一下子 还做不到 我们可以先从 步思做起 步思就是最好的放下 我们到场一入门 就叫你财法双丝 就叫你重生心烦 其实呢 这个就是放下的功夫 三师有所谓的财师 有法师 有无畏师 那财师呢 你把你工作所赚得的薪水 拿出来做步思 你拿十分之一 或拿三分之一 你看世界的回教徒 那回教徒 可以说是最有钱的 你看阿拉伯 阿拉伯那个世界 为什么他们福报这么好 那他们的福报这么好 可以想见了 他们以前做的故事呢 已经很多 阿拉伯人 这些回教徒啊 他们把每个月的薪水 一部分奉献给上帝 那么一部分呢 做自己生活之用 累劫累世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阿拉伯人 怎么可能会没有福报呢 福报很大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 他们那么 那么大的福报 你要反省到自己 自己以前没有中那个因 再说福报大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们没有钱 没有钱 我们可以做内采度思 我们有体力 去做五位思 我们有这些经验 有这些心得 去报告给人家听 我们可以做讲师 你可以去辅导别人 这个呢 就是内采的不知 这个要是属于财师 那法师呢 法师你就是用 用言语 用文字 用道场的一切 来成全别人 来成就别人的心灵 所以法师呢 以启发良知良人为主 帮助别人能够启发良知良人 这个就是法师 不管你是用什么动作 你只要呢 帮助他来启发良知良人 那那五位思呢 五位思 五位这两个意思啊 就是让中生没有恐惧 没有恐惧的一个布施 没有恐惧的布施 就是你看微笑 你看关心 你看呢 拥抱 这个呢 都是一种无畏师的表现 所以在现在 我们对于 这种无畏师最好的做法 就是呢 吃素 吃素这件事情呢 让这些动物啊 没有恐惧 因为动物呢 他们自己也知道 他们寿命到了 他们自己知道 要被人家吃了 他们有那种意识 那他们会不会恐惧啊 他们会恐惧啊 他今天没有能力 抵抗你 所以呢 必须被你吃了 但是呢 下一次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就要来报复了 所以呢 你不要让他感到恐惧 不要让他感到恐惧 最好的做法 你就是完全不吃荤 你都是吃素 你看吃素的道理 从古时候讲到现在 一直在强调 吃素的好处 吃荤的坏处 但是呢 你看 我们全天下的众生 真正吃素的 跟吃荤的 那人口是不成比例的 在电视节目所报道的 这些美食专题 那都是荤的 哪有人在报复的 如果不是很清楚了解的人啊 会认为说 这个不是时尚 这个跟潮流差太多了 那么我们修行 不是看时尚 不是看潮流 而是看我们那份智慧 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 觉知到这件事情 你今天吃了他的肉 半斤 你要还他八两 这个就是因果的道理 为什么现在这个流感 这么样的肆虐 现在H1N1 还是继续 笼罩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那么H1N1呢 以前叫做猪流感 那现在可能大家也不敢叫猪流感 所以就把它叫做H1N1 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种病毒 那么病毒呢 如果说 寄附在动物的身上 那再吃给人 人再把它吃下去 人照样 那么动物的那一份愚痴 动物的那一份执着 会把这个病毒 会把它加剧 加剧的 人 再加上人的贪生自忘的 这个迷思啊 又吃了这个动物 结果呢 毒上加毒 你哪有不发病的道理呢 现在台湾在吵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牛肉 可不可以进口 那么美国牛肉呢 有一些内脏的 带骨的肉 限制不能够进口 结果呢 政府跟地方人士啊 在那里抗衡不下 那个政府呢 是基于美国上的政治压力 那民众呢 是基于说自己的 这个生活品质啊 自己的身心健康啊 所以呢 必须抵制美国牛肉 那美国牛肉到底有什么坏处呢 因为呢 美国的牛肉啊 会引发狂牛症 在美国当地啊 已经有 有不少的案例啊 因为吃了美国牛肉啊 而造成狂牛症的现象 那我们会想说 奇怪 牛怎么会发狂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牛发狂 那不得了了 牛那个 壮硕无比啊 它那个发狂起来啊 谁还能够抵挡得了啊 你看那种发狂的牛 的咒 我们把它吃下去 结果呢 那个症状啊 是非常可怕 因为它那个病毒呢 寄附在人的 这个大脑 头脑里面 结果呢 会影响人的 整个神经系统 你看那个狂牛症的报导 一个得狂牛症的人 叫他用手 摸自己的鼻子 这样摸 摸不到 这个是我们 没有办法想象的 怎么会手 摸不到自己的鼻子 就是对不准啊 你怎么摸 就摸不到 这个就是狂牛症 这还是只是一种 一点点的这种症状 如果严重起来 那可能是 不敢想象 那所以说 无畏施是最好的 最好的这种 方法就是吃素 你不要再吃动物的肉 你今天少吃一顿动物的肉 就少一顿的肉被杀 少吃一只 至少就得一只的生命 被保护起来 那么你说 这些动物都不被人吃 那么动物越来越多 用这种观念的人 实在是不可理喻 那么我们人越来越多 我们是不是人也应该被动物吃呢 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讲的话 人应该是最早被吃的 因为人 现在人口 已经 爆炸了 全球人口 大概有60亿的人口 每天都在跟大自然争地 我们的地球资源 已经被耗解一空 碳的排放量 已经超过 整个大自然的负荷能力 空气中弥漫了这种 碳的气体 所以呢 整个大气层 就没有办法调节 所以天气越来越热 那天气越来越热 这些 南北极的冰 这些冰河 就融化了 冰河就是我们水的来源 那水的来源融化了 我们以后就没有水喝了 海平面上升 那只是一个 现象 那还不是很严重 最严重的是 整个水都没了 那这个 整个因果现象来牵起来 其实就是人 自作自受 所产生的 自作自受 那么如果到现在 人类没有觉悟 我们不赶快去呼吁 大家呢 赶快回头试案 怎么回头试案呢 就是放下 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 放下五一六成的贪找 放下这些贪生吃爱 的享受 你要开始去做三思 财吃法师 无畏师 你要懂得去修善 你要懂得去 这个 与人 和乐 那么你懂了这些 你开始在做这些的时候呢 你就做到了一个 君清师的典范 所以我们讲这些事实上都是连贯在一起的道理 你要达到君清师 你一定有一个标准嘛 那我们说这个标准呢 就是呢 你做到放下 你做到放下之后 你再来做君清师 那我们说儒家的这个五伦八德 你就可以做到 那君呢 就是说你去领导他 领导他走向这个人伦的大道 走向光明的绝路 走向这种康庄之徒 这是君啊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典范 很好的表率 你才可以领导他嘛 我们说领袖领袖 我们说导游 你看领导一定都是走在最前面的 他走在最前面 然后大家跟着他 他如果走到目标了 大家都已经达到目标了 所以这个领导如果走错了 大家都走错了 所以这个君呢 非常重要 那这个君呢 在社会上 不只有老板可以做到 每一个人都要做到 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君的表率 你是一个员工 你也可以做到君啊 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 好好的做 很用心的做 很圆满的来做 来做到一种典范 一种表率 那么人家呢 就会向你学习 向你效仿 这个呢 就是一种君的表率 那亲呢 亲就是说 你要用 慈爱的心 用仁爱的心来灌照他 来光怀他 这个世间是一个爱的事情 人跟人之间呢 不能够失去这个爱 那这个爱呢 是 没有私心的 没有私心的叫慈爱 我们说慈悲 叫博爱 叫仁爱 这没有私心的爱 有私心的爱呢 叫情爱 有情在里面 其实有情在里面 这也是一个世间的现象 这个呢是无可厚非啊 但是你那个情的值啊 不能够太深 你还是只能够在 有限制的欲望里面 所以欲望 我们不能够说 把欲望变成愿望 欲望跟愿望是一个 天跟地的差别啊 那么说 你说我希望能够做老板 做一个科学家 做一个医师 这个是欲望还是愿望呢 那要看你的起心动念呢 你的起心动念 只是呢 一个自我的享受 只是一个理想的达成 只是一个人生美好的规划 那么呢 那就是你的欲望 愿望呢 愿望是一种怀抱的理想 这种理想呢 是正己成人的 是推己己悟的 是这个 终极关怀的 所以呢 当这个愿望 你是为了整个社区 为了整个社会 为了整个天下苍生着想 那么你这个呢 你这个欲望呢 才能够说叫做愿望 那我们的愿望呢 不能够下得太小 你成为总统 成为科学家 成为老板 这个愿望都太小了 太小了 那什么愿望才叫大呢 大就是说 你的这个愿望啊 可以无穷无尽的 流传下去 这个愿望才叫大 你的精神 而求天下明 而求天下 而求这个万事的明 不求一死的利 而求千秋的利 就是这么一回事 人觉 因有天觉高啊 人觉 因有天觉贵啊 所以我们要求天觉 而不是求人觉 那个天觉 不是天上的官位哦 天觉是 良心本性的正德 你可以回归到 你的本来面目呢 那个地位 那个才叫天觉 这是做之清 我们说做之师 那你就是要 去教育他 你就要以身作则 好好的来教导他 教导他 走向一个 绝路的方法 你要教给他一个方法 你要给他智慧 你不是给他一个 生活的资粮 今天他肚子饿了 你给他一餐饭 你给他一顿面包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不叫师 你要教他 你怎么自己去生活 你怎么样自己 去制作面包 你要自己去做 种稻穀 你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种得好 把它做得出来 这个就是师 所以那个教育的方法 必须呢 是以身作则 你必须自己去做 你要教人家 这个成就 西圣西贤 成就这个圣贤先佛 你自己都不做了 怎么可能教的人 教得了别人 你自己都没有证得了 别人怎么可能证得呢 所以做自私的道理 跟我们刚才讲的 要以其招招死人 招招啊 自己不招别人 不可能招的 只有你自己 证得了这种良知本性的智慧 你才能够带着大家 这个穿越这种生死 轮回的大海 你才能够专正做一个 一个清的表率 师的表率 军的表率 所以 做之君清师 来挽救世界 为一个清平的 这样的一个祥和境界 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上 太过空泛 所以呢 我们今天必须强调 先从有志之士 开始做起 有志之士 就是我们这些修学人 修行的人 不管你是修行 什么样的各家各派 你只要有志之士 你就要复起 玩世界为清平的任务 你就要做到君清师的标准 这个是儒家告诉我们的 这一定是自己先招招啊 自己招招呢 要让自己招招 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些做法 然后呢 你教导人 走向这种伦理道德 走向这种 这种开悟见性的路 这个都是呢 有他的方法 有他的次力 今天我们很难得 见到一个圣贤人 甚至呢 一个君子 我们都不容易在社会上看到 可是呢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自己呢 要做这个君子 要做这个圣贤人 自己要做佛菩萨 引化在这个人世间 来教化 这个世间的众生 这个世间的百姓 用什么教 用身 用来 身心来教 用言行来教 用行动来教 这个是我们 作为一个 末法时期 白仰时期 儒家的修行人 所应该有的这份责任 跟担当啊 那所以 老前人的愿是无始无终 我们的愿呢 也希望能够效法老前人 无始无终 希望呢 能够把老前人这个德啊 继续弘扬下去 那老前人做到典范了 我们呢 跟着他的脚步走 希望呢 我们也能够呢 做到这种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 这样的一个地步啊 来帮助 这个 我们的前辈们 我们的这个天恩师德 来普渡众生 来收缘整个世间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大家好 刀之宗旨 进入到第二十句的经文 化人心为良善 化 就是晚化 就是劝化 就是教化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字 用化这个字 教化 我们有一个教化菩萨 那他为什么不说教育呢 因为 育啊 他本身是用 有这种 物质条件的 供给 的意思 所以说养育 那么化呢 有一种 这种 无形力量 的支持 也就是说精神力量的化育 这种文化力量的 这种滋养 内在 智慧的 启发 这样的一个味道 所以化这个字呢 它的定义啊 本身是比喻 还要来的 深入一点 所以我这里讲 化人心为良善 那么 人心啊 要把它化 你不可以直接跟它讲 不可以直接用强硬的方式呢 从 恶的地方把它带到散的地方 那这样呢 会起反效果 这样呢 也没有能够达到化的作用 那所以呢 必须用化 化呢 就是慢慢开导 好好的引导 从理念上 从心性上 从意理上 让每一个人 了解到 他这个内在的 良知良能 所以呢 圣贤 佛菩萨 他们 住持在这个人世间啊 那可以说呢 无所不用其极啊 只要能够化众生啊 那么 圣贤菩萨 他们可以 做尽一切的牺牲啊 来达到 化人心为良善 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今天 摆养的修士 我们今天呢 也要 这个扛起 圣贤人 佛菩萨 他们的一个 责任 我们本身 是明师之徒 我们受过 先佛 明师的教会 又得到 大道的熏悉 所以呢 在理路上 我们应该比别人更清楚 那么修行功夫上呢 要自己呢 看到 自己的 本来面目 看到那个良知良能 那这样呢 功夫得利啊 你才有办法 去教化众生 去晚化 去劝化 也就是说 你那个 身心 严醒的动作 你必须实践出来 然后呢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真正的去 达到这种 劝化 教化 晚化的目的 所以你看佛菩萨 圣贤人 他们教化众生 有非常多的方法 孔老夫子 孟老夫子 他们选择 是周游列果的方式 注书列缩的方式 然后呢 把众生呢 引导到圣贤之道 但是你看 观圣帝君 他就不是选择这种方式 他选择了 以身作者的方式 他投身在 他的这个职位当中 他是一个将军的身份 然后呢 用将军的身份来说法 在他的这个储人 待人储事之中啊 他用人伦之道 忠义之教 来劝化 这个百姓 劝化这些众生 所以 化人心 可以有各种方法 那 只要呢 能够帮助他 破弥开悟 帮助他转返成圣 帮助他断恶修散 那么这些呢 都是很好的办法 所以法门千万条 但是呢 归远无二路 尽管上山的路有很多条 达到目标的路 是条条道路通罗 但是呢 归远无二路 归远无二路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道路 是找到你 那个 人的根源 所谓归远 就是 人的那个本来出处 找到这个本来出处 那个才是一个 所有的方法的一个重点 所以上山的路 很多条 那个没关系 可是呢 达到的目标是一个 同一个目标 所以呢 我们说 化人心为良善 这个就是 那个唯一的目标 我们本来的面目 就是良善 明德心明 子于世善 那么我们的人 人心本来是 自善的 本来是 那个良知良人 follow 都是 自善的 但是后来 有些人 不清楚 这个人心的变化 认为说 性 也有可能是 偏善 偏恶 那也有可能是恶的 所以有所谓的 性善 性恶 性 不善不恶 偏善偏恶 等等的这些理论 通通出来了 那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理论之中 真正看到究竟的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孟子 他说人性本善 他看到的 这个 最归于远之处 孟子 他直指 直指回归 我们的 这个良知良人 人性的这个光明面 他是没有善 没有恶 所以自善 这个字眼 他不是说 最好的善 而是在没有善 没有恶的状态之下 儒家把他称为自善 那么自善呢 在佛家 你也可能听到其他种说法 譬如说 他讲到心性 他讲到这个 本来面目 如来宝地 这些等等的这些名词 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那你会说 可是佛家的讲的境界比较高 儒家呢 他是世间的 他讲的境界呢 就没有那么超越 这个道理啊 事实上呢 好像是这样子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知道 佛家 佛把道理 都已经说 说得很圆满 很透彻 但是呢 他的一个理论根据啊 是出世间的 也就是说 人 只有离开世间 他才可以达到 那个最圆满的旧级 他的依据是这样子 可是呢 儒家完全不讲出世间 可以说呢 跟佛是两种 两种这种 理论上的不同 儒家完全是讲人世间 完全是讲人 所以我们说道之宗旨 我们在讲 人跟心性的关系 人跟社会关系 人跟自然的关系 心性就是说 你要自己怎么样调伏 你自己的心 让自己呢 能够正己成人 那人跟社会 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我们处在每一个时空之下 都有必须要跟人接触 即使你与世独立啊 你还是要有 这些人 你才有办法生活 所以人跟社会的关系 你必须要很清楚 那么人跟自然的关系 就是呢 跟这些三额大地 跟这些天地鬼神 的关系啊 你也要处得很好 天地鬼神 虽然我们看不到 可是呢 它却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也影响了我们的这个修行 那可见呢 我们的关系呢 跟他们呢 也要处得非常的好 这个是在讲 这个化人心为良善 如果说我们知道 这个儒家的修行方法 它修到一个最圆满的旧己 子于至善 那么这个子于至善呢 透过这种人伦 透过这种德梦的发落 它就已经是 已经是圆满的一个境界 比如说孝 比如说宗 仁义 这些道理 把它做到一个最极致的圆满 那最极致的圆满呢 它就是超越了一种 世间的对待 超越了有无的分别 它已经是一个形而上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了 所以形而上的境界 就没有所谓的出世间 跟入世间的说法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 行中效 仁义 行到很圆满的境界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修行人 那它离开人世间 它同样的回到本来面目 所以本来面目是 各中各派所要修学的一个目标 那么儒家透过人世间的修为 从这个两仪回到太极 从太极呢 又超越入无极 那这个修法呢 那这个修法呢 在对人来讲 是一个比较可以去依循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 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所以儒家为什么呢 它不是宗教 自始以来就不是宗教 而且呢 从汉朝以来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也成为了这种政府啊 它提拔人才的标准 用这个五经 用这些圣人的教化 来为国家举财 那很多人会质疑 那为什么不用到家的呢 为什么不用佛家的呢 尤其是 听过很多佛教徒啊 认为说 古时候这样的取材方法 是非常不公平 佛家的经典 没有一本用到 东通都是用儒家的 所以这个呢 因为不清楚不了解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质疑 我们要知道 我们人 在这个世间啊 我们必须做人的道理 人的事情 讲人的话 我们不可能做神的事情 做神的这些动作 你把人做好了 你就回归到本来面目了 本来面目你可以把它说成是神 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佛 这些呢 这些呢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呢你现在身为人 你必须把人的这种职责做好 职责这个人的本分啊 你都做不好 你要做神的部分 做佛的部分 那是非常难 所以 对一个明星 见性的人 他所讲的 也是 轮场大道 也不离开人 人轮根本 你看六祖谈经 他是一个 见性的人 六祖慧能 古今以来啊 可以说是 唯一一位 顿悟成佛的人 那么他 在他的经典里面 他也强调 这种 孝 涕 这些轮场之道 所以他的弟子 有出家的 有在家的 有这些士太夫 有这些 官员 等等呢 都是他教化的 方向 而且在六祖慧能之后 这个道 已经道将火载 可见呢 整个 修道的趋势啊 那是在 这个人世间啊 才是一个 现在修学 一个主要的 力量 也就是说 人 人伦的修学 成为这个世间的显学 世间修行的主要的方法 所以 有听到 佛教的这些 大德 他们在分析啊 为什么 现在这个修佛的人 有真正有往生的 有成就的 那他们往生的标准 当然就是死后有瑞相 有看到阿弥陀佛 来接引 那么有这些境界的人 很明显的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 以前的人 出家的男众 也就是说我们 平时在讲的 和尚 这个是第一个 和尚出家成就的 那是最多的 我们在讲 以前哦 那尼姑是排第二 那么以前的女性啊 要修到就不容易了 何况要能成就呢 所以呢 尼姑的成就 在和尚之后 那再来呢 就是在家的男众 跟在家的女众 所以在家女众 是排名最后 我们讲修行 有成就的 以前是这样排 那么以前的妇女很苦 而且呢 被佛所谓虎肉之体 本身就很难修行 那所以 修行 又能够成就 那个真的是 万中男选一啊 七真十算里面的孙伯二 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典范 那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那所以呢 和尚尼姑 在家的男众女众 这样的顺序啊 这个是 必然的现象 那么出家的人 他全心全力 投身在这种 道场的修为 那所以呢 以前的人啊 这个心比较清静 自足的杂染 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在修学路上啊 自然就能够看到成果 但是随着整个 天命的流转 这个大道的这种化育 整个天命 已经在 火宅里面 我们知道佛经的火宅的定义啊 就是在讲寻常的百姓之家 寻常的百姓之家呢 都必须用灶用火 那所以每家家户户呢 都要烧火 所以称为火宅 当然火宅有更深的定义啊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和尚尼姑都有更深的定义 我们这里呢 用一般人的这种观念啊 把它大概说出来 那现在的 这个佛教界的大德啊 发现到说 整个修行 它的一个次序啊 成就的次序啊 已经完全颠倒 不像是我们刚才说的 和尚尼姑为主了 这个出家的 在佛教修行的 跟入在家的 在家的女众 反而成了第一 男众成了第二 我们就觉得说 奇怪 刚才讲 女众是最难修行的 但是现在完全改变了 以前是天地 天地匹的挂 天在地上面 现在呢 是地天太的挂 地在天上面 阴阳完全颠倒了 那地天太呢 地天太 太是一个好挂 那皮是不好的挂 所以皮呢是 皮的挂 可能就是有 一阳独胜的味道 那地天太呢 有所谓的阴阳和和的味道 所以女生翻转过来 现在女性呢 也可以去创业 也可以去做官 也可以拥有 很好的名声 女性的地位呢 现在呢 有时候呢 是超越 男性很多 我们看到职场里面 女性的这个主管越来越多 在公司行澳里面 女性的这个老板也越来越多 在做官的官员里面也是如此 这个都是一种天运 所谓女人出头了 但是呢 我们要 我们现在说这个现象啊 我们没有在评论什么 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说出来 刚才讲到修行 那么现在呢 在家修行的女众 成就是第一 再来是男众 再来是尼姑 再来是和尚 所以和尚变成修行 最没有成就的 的一个族群 那你会说奇怪 怎么会这样呢 你看我们现在 出家的这些修行人 我们专指佛教的和尚尼姑 那么他们真正往生 有往生 有得瑞相 或者是说 有特殊的显化了 很少 反而很少 反而在家的这个男众 女众啊 听到了很多 那所以可见呢 整个道运 其实已经落在这个民间 那落在这个寻常的百姓之家 那么修行也不是在这个庙宇佛堂里面 修行就在你的岗位上 就在你的生活之中 所以 你看现在在佛教里面 我们看得到 真正往生瑞相的 女众是最多 再来是男众 尼姑和尚 这样一须排下来 那这个说明一种现象 除了说到降火宅之外 也就是说整个修行的 这个立足点 你还是必须放在人伦上面 以前的 我们说弘扬起的时候 你可以这个出家 你可以抛家舍业 然后呢 专修情景之道 那现在不行 现在告诉你 你就是要在家出家 你就是要把这个家庭顾好 把妻子儿女顾好 你只有在这个顾好的过程当中 来修行恋性 那么这样呢 你才有可能成就 你现在呢 家庭也不要了 小孩也不要了 自己跑去庙里面 去修行 那么你在修什么呢 想想你自己在修什么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一边的业 你把它 你把它逃避了 那么你 去寻找清静心 那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这边的怨君在主 你没有了 你要怎么样 清你的业呢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修行的 一个观念 我们必须清楚 现在我们虽然 没有剃头发 没有出家 没有去当和尚 没有去当尼姑 也没有去当道士 我们在家可以出家 用儒家这样的一个修为 我们就可以成就 所以为什么先佛一再的告诉我们 末法时期 这个百养时期 儒家应运 儒家收缘 儒家是我们的 是真的功课 我们的主要课题 那你主要课题 你都不去修了 你去修一些旁修的 那你也是毕不了业啊 主修的学分没有拿到 结果呢 这些旁修的通通过关了 那你能够毕业吗 那主修的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做人的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讲话 人心为良善 这个人 就是我们现在修行的主要课题 那人 又是心在主宰 所以这个心 变成人 修行 主要的一个 调育的 一个 入手处啊 那我们修行 可以成佛 可以成圣 这个是 古代的 这些祖师大德 圣贤菩萨 一再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追求 我们本来有的东西 本来有的你才可以 追逐的到 追求的到 不要去求那个 你本来就没有的 那所以呢 这个金银财宝 这个是 你本来没有的 那有的人有 他去追逐 他去求 去可以求得到 有的人没有 大部分人都没有 那没有的人呢 去追求 肯定追求不到 用了一辈子的功夫 你也不可能达到那个目的 所以呢 求就要求 我本来有的 本来有的是什么 本来有的是 良知良能 圆满的佛性 我跟圣人 没有差别 圣人圆满 我也是圆满 他的那个性啊 是完全没有 没有两样的 那么圣人 可以成为圣人 我也可以成为圣人 今天为什么 我不是圣人 而他可以呢 被人膜拜呢 主要的道理是因为 你自己对自己 没有信心 你对自己呢 可以成圣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不够充分 其实条件已经充分了 应该说呢 你对于成圣的 这种可能啊 还先存疑虑 孔老夫子说 我欲人 施人 自已 那这个 这句话讲的好 我想要成人 人就会 成就 圆满 那么我怎样成圣 圣 马上 也可以呢 圆满 成就 那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呢 我本来就有 你本来就有 所以你可以成就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嘛 你有佛性 你就可以成佛 你本来就有的 那今天为什么没有了呢 没有了是因为 你把佛性 把它丢失了嘛 你把我们的良知良恩丢掉了 丢掉了并不是找不到哦 丢掉还是找得到哦 孟子在讲 三进之西 兼 借然用之而成路 其兼 不用者 毛赛 你看 他比喻说 山里面那个小路啊 你常常去走 常常去走 就走出一条路出来了 那你都没有走 那那个草自然就掩盖过来 就荒烟漫草了 但是你如果常常去走 就会形成一条路 那这个道理呢 在说什么 在说呢 如果说你常常在做圣弦的事情 你常常在做这种 回归本性 指于至善的事情 明德心明的事情 那么你回 回归本来灭梦那条路 回归老家那条路 自然而然就会走出来了嘛 你就熟了嘛 那么你现在找不到路 也看不到路 为什么 因为你都没有在走 你都没有在做圣弦事 没有在修这个圣弦的德 以至于呢 你今天找不到 回归本来灭梦之路 回归老家之路 那所以圣弦人 必须要告诉你 你必须从这里走 从那里走 那每一个人跟现在还不一样 还不能够指一定 一定特定的路 为了成就他 圣弦人 不辞辛苦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 告诉每一个人 你应该怎么走 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 那么我们今天告诉我们 化人心为良善 人心本来是良善的 所以我就要去劝化他 去教化他 去晚化他 让他能够破弥开悟 真正的转繁成圣 所以现代的人 已经把伦理 道德 因果 这些观念 通通淡忘掉了 那么淡忘掉了 的结果 就会造成今天的天在地变 今天的世间问乱 现代的迷信科学 但是科学所带给我们的好处 我们可以讲 我们相对于科学所带来的坏处 那次多太多了 所谓得不偿失 从科学身上 得到了不能够 报场这个失去的 我们失去的更多 你看我们今天 坐车 有飞机 有这个铁路 有公路 很方便 我们今天生活 有这些电气化产品 晚上有这些夜晚 有这些灯光可以照明 非常的方便 天气热了 一天没有吹冷气 受不了 那这个都是科学 带给我们生活的方便 有它的方便之道 但是呢 人太过迷信科学 迷信科学呢 结果呢 就把你本来的良知良能 上市掉了 我们说的良知良能 我们要听清楚 良知呢 就是本来的这种自信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这个道德 我们的才能 我们的一切 本来都是 很圆满的 现在呢 才能也没有了 道德也没有了 连自信是什么 也不知道了 迷失掉了 所以智慧 德能 向好 通通不具足 我们只是依照的 我们个人的福报 在生活 在这个世间 你的福报有多好 你在这个世间 可以有多好的享受 但是这个福报呢 造成人更多的沉沦 更加不晓得 要去探索生命的奥义 生命的实相是什么 人都忘记了 所以呢 人不守本分 儿子不守儿子的道 父母的不守父母亲的道 老板 员工之间不守道 夫妇之间不守道 朋友之间也不守他的道意 那人伦问乱了 所以呢 造成世界 问乱 那么道之宗旨 可以说在我们道场 是一个 最主要的 依据 道之宗旨的 道理 简洁 简洁恶药 如果说 每一个人都能够从道之宗旨 的画里面 去失误到 去体悟到 一点点的 做人的道理 然后开始去实践 那么我相信 天下逆源自于道 这个道呢 它已经发挥作用了 那道场还有另外一个 很主要的依据 就是佛归礼节 佛归礼节 跟道之宗旨 这两种教化 形成 好像两股巨流一样 车的两个轮子 所以每一个修行人 对于道之宗旨 要呢 身体力行 对于佛归礼节 要呢 守礼守法 特别呢 去讲究 这个佛归礼节 去从 去 遵守佛归礼节 成就佛归礼节 你看这个佛归 就是佛的规定 那这个规定 为什么佛会变成一种规定呢 因为我们做不到 所以它就只好先规定你 但是你做到了 你是不是就成佛了 那佛就是这样做 所以佛的行为 佛的言语 都是这样的 自然而然的做出来 我们今天呢 能够把佛归礼节 自然而然的做出来 那么我们不是成佛了吗 我们不就是 恢复那个礼了吗 孔老夫子一生 要追求周文的话语 周文 就是周公治理作乐 那种文化的教育 是孔老夫子一生 想要追求的目标 那它创下一条 准则 它立下一条 一种的形象 让人去遵守 只要呢 跟着它的准则 依照它的形象 的作为去做 我们就可以达到 那个周文的话语 回归周文了 回归姚舜了 所以我们这里讲到 周文跟姚舜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孔老夫子 他是希望透过周文的话语 达到姚舜之志 姚舜才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 那周文的话语 只是一种过程 从这个道理 我们也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在道场休学 我们回到老祖师那里 其实也是一种过程 我们真正的目标 是在礼天 我们帮助老祖师 平送万教 普渡搜远 我们的目标 还是要放在礼天 只有把所有的众生 都度回天了 那么 自己的使命 才可以说圆满达成 所以这个愿 是无始无终的道理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 化人心为良善 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相信 伦理道德 甚至连因果也不相信 所以为什么现在佛教 也从最基本的 这种教化开始入手 很多佛教已经不再讲这种 空 苦空 无我 这种心性的道理 那因为呢 这些道理呢 太过深奥 一下子呢 让众生 接触啊 那他们听不懂 我们说现在的众生 智慧得能向好 都已经没有那么圆满了 那所以你一下子来讲 这种很高 高远的这种道理 他们听不懂 所以要讲最根本的道理 根本的道理是什么 就是他生活 他生活都 接触到的都是什么 他在家庭 碰到的家庭儿女 碰到的父母 碰到的这些 亲戚朋友 这个就是道场 这个就是道理啊 那么你如何 把这些碰到人 他的一个互动的道理 把它做出来 那就是最根本的道理 那从根本的道理 做到圆满的 你再来讲心性的道理 那么很容易就可以弃入 一下子就超越了 所以为什么说 孝子谢氏即为先 孝子不用修道 忠诚不用修道 那是因为忠跟孝 他们已经在 这个良知本性上 进到最圆满了 他已经深入到这个根本 他深入到这个根本之后 他所有的根本 他全都贯通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修 修各种宗教 他并不需要 他只要见到性了 那所有的性 通通都已经圆满 都已经敏了 就叫明心见性 那这个道理必须要去实现 才有办法体悟 那么我们如果说 今天听到这个道理 马上就去做 马上去力行 那么你就有一分的这样的顿悟 一分的物竞 那这一分的物竞 会引导你的心性 开启一分 你就会有一分的智慧 去带人处事 对于伦理道德的现象 的这种 关系 你会更清楚 对于因果 你也会更清楚 所以 因为你都清楚了 所以对于人世间 各种的障碍 这些烦恼 这些无名的执着 通通都可以淡化掉 这个是化人心为良善 所以化这个字 必须从我们的身心做起 用口头没有用 口头只是叫 可是叫还不是道 教呢必须透过人的身心言语 来去参数他 去表现他 表现出来之后呢 你才真的能够达到化的境界 所以圣贤人呢 都是以身作者 我做到 我才说到 那说到呢 我也可以做到 所以圣人呢 一定是做到才说到 贤人呢 是 说到 然后再做到 这个境界上 有一点 不太一样 所以成就的 这样的一个等级 当然也就不一样 曾国藩他曾经讲 他说以言会人 是善教人 以德勋人 是以善养人 你用言语去教人家 这个是用善来教化人 善言善语来教化这些众生 可是呢 你用德来勋人 勋 这个勋是勋习的勋 所以他说用德来勋习别人 那是用善来养人 用善来作为一种 资粮 一种生活的资粮 来养众生 用德来教化众生 用德来养育众生 所以众生成长的 都是道德的花果 道德的花果 自然成就道德的净土 那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 那所以我们说 道 道是我们人 的良知良能 那德 就是把良知良能做出来 这个叫道德 我们不断地在强调这样的观念 所以良知良能 在我们文字上的变现 那就是孝帝中性 理义廉子 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回归到这个良知良能 就是回归到这种自然的生活 那哪有生活比自然的生活更好 哪有生活比回归自然更好的呢 所以这个就是儒家 教人 的一个原理原则 那么这些听起来 是不是很简单呢 是不是很容易上手呢 那其实也未必然 这个道理可以讲得很深 那么这个做法呢 也必须呢 在唯理细节之间呢 通通要注意到 譬如说我们说孝道 那孝道呢 对人儿女 儿女对父母 都应该行孝道 但是呢 父母不一定是圣贤人 父母也有可能是恶人 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 父母亲 害子女的也很多 为了子女的 这个 那个保险金 把子女杀害的也有 你看 这个已经不是 很纯的父母了 那么我们说 父母亲用不止对我 我还能够用孝心对他 那这个是真孝 这个是真孝子 所以父母亲 虽然是恶人 但是呢 我用我的 良知的出发点 来对待他 因为呢 因为呢 我知道父母亲也有那个 子于至善的善性 那个善性呢 是不免而重 不失而得 那个道 那个道理 所以父母亲也有那个道理 也有那份性德 我今天呢 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的那个性德 而不是呢 孝顺他的行为 他的行为不好 我可以 离开 我可以不听他的话 但是呢 父母亲那个善性 我们必须孝敬他 这个是对于儿女的一个本分 那所以孝是孝于性德 那这个 这个之间的威力关系 我们必须 必须把它体会清楚 所以理啊 理是非常的细微 非常的广大 一个 见性的人 怎么说怎么对 那不现性的人 怎么说怎么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样达到 我们知道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见性呢 我们只要看他 所作所为 有没有合乎这些性德的标准 他讲话有没有达到 这个性德 我们说人出口就是性 那他有没有性 那对老板有没有忠 对父母有没有孝 从他的言行举止 我们就可以体悟到 他的性德 有没有流露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 化人心为良善 最主要的 一个原理原则 最近因为 写到朱子 朱熙他的传记 那朱子 他是一个儒家 很重要的 一个代表人物 儒家发展到宋朝 成了一个新的 一个理论 那就是理学 那朱子呢 承传这种北宋 这些理学家的思想 用了经读 孔梦 这个世书 这样的一个原理 他把它融会贯通 成为自己的 这个教学的方案 教学的这种方法 所以朱子在 儒家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 成先起后的一个角色 但是呢 他的政治生涯 是非常的坎坷 他的政治呢 这个过程啊 不断的受到排挤 而且受到贬折 那所以说 在人世间 人世间的 这个环境上 他的挫折很多 但是呢 因为他坚持 理学 儒家的这个教法 所以尽管政治生活 受到各种的 毁谤 跟批评 他还是坚持 儒家的一个教学 所以他的教育生涯 却没有中断过 有一点像 孔子的风范 孔子也是在政治生活 没有得到任何的肯定 当时也没有什么 发挥的空间 可是呢 他在这个教学上 确认 独放异彩 那朱熹呢 也有这种味道 他在教学 教学的这个 成就上 那在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史上 他可以说是一个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教化学 教学 教学 影响之深 扩起之广 朱子可以说是 真的是 其中一个很大的 一个人物 所以儒学 在今天 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思想主流 从朱熹的手上发扬光大 那朱熹呢 朱夫子 他的功劳也不可没 那虽然我们曾经 讲说 朱子的理论 对相较于 陆九渊 这一派的思想 他的理论 好像有点不足 但是呢 这无损于 他在教育界的地位 也无损于他成就圣贤 的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今天 在写 适配十则 那现在呢 是十二则 其中呢 加了 这个 子友 子章 还有呢 朱熹 成了十二则 所以你看朱熹 他不是当时空老夫子的弟子 年代已经 差了一千多年 可是呢 朱熹照样被后人 把他拱上圣庙 让他可以配享圣庙 跟这个孔老夫子 同享 祭祀 那可以说 非常的殊荣 那代表了 他的成就也非常的 获得肯定 那他的影响 在我们华人的社会 那影响更是深远 那跟陆九渊比起来 他的这个成就 相对的要更大 影响相对要更深 尽管我们先前讲过 陆九渊 他的一个见解 但是呢 今天讲到 朱熹夫子 我们十分的佩服 十分的肯定 那他的用心呢 也可以说是独排众议 在当时 很多人批评他 很多人指责他 尤其是在政治这方面 那些政治人物啊 都把他称为是伪学 伪就是虚伪的伪 把他这个心理学 认为是伪学 所以说 我们现在的话叫做 假道学 他不是真道 但是呢 事实上证明 他是不是真道呢 我们现在看了 那么 我们知道 他是真正的身体力行 他发扬这个儒家的学说 把儒家的思想 更加了 立足于 这个后代的子孙之中 解释得更清楚 让后代人 有一个更清楚的依循 尤其是世书的编撰 跟著述啊 成为后代人 一个下手处 那所以他的功不可没 这个是化人心为良善 著书立说 那朱熙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个形象 让我们效仿 当然儒家有很多先贤 都是值得探讨 所以今天 我们把四辈始者 变成文字的这种书面 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呢 在看到这些先贤的典范啊 让我们的这种修学路上 有一份的这种安子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心定在那里 然后呢 一步一脚印的 效法这些圣贤人 成就了圣贤人的典范 这个是 属于文字般若的教化 那当然呢 也有实地这种劝化 有所谓的观照般若 跟实相般若 那么这个人都必须在修学过程之中啊 不断地去反思 不断地去体悟啊 这个没有办法透过文字 要不断地去参悟才 你才会了解 那所以 我们 讲到化人心为良善啊 必须要把这个原理原则啊 把它讲出来 就是儒家 是今天 我们修行 的主要根据 化人心为良善 的主要方法 我们说现在佛教 也随着 这种潮流 纷纷回头 来依止 儒家的经典 来弘扬 儒家的经典 你看现在 弟子龟 鸟凡 四训 这些呢 都是儒家的经典 儒家的典籍呢 在 佛家呢 受到推崇 那当然 这些呢 高僧大德 也知道 现在呢 你直接跟他讲佛教的道理 大概呢 也 已经来不及了 你叫他 在餐餐打坐 敲打念唱 对于人世间呢 这个 造诣 的帮助啊 也没有那么大了 就直接教他们 在生活上怎么做 你叫大家来出家 那更不可能 那所以呢 帮助大家 在家出家 你在家 就是一个道场 你就可以 好好地修学 在这个修学之中啊 你好好地来体悟 儒家的做人道理 真正做到 明理了 做到圆满了 你再来 参严这种佛家 其他教宗派的做法 可以触类旁通 那所以 你看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流 那他们推展到 这种 中国去 推展到世界各地区 都是用地质规 那这个是 可喜的现象 我们觉得说 这样是很好 那因为呢 佛佛道统 道跟道是可以汇通的 没有宗教 没有派别 这个都是做人的道理 所以道不是宗教 它的一个主要的诉求 就是因为 道是活生生的 它是生活上的一切 那现在呢 各中各派 都是讲道 生活上的一切 那跟我们的道 不就是汇通了吗 所以 跟道汇通了 你当然呢 你就可以从 这个教 而入道 那讲到新鲜的道理 那讲到新鲜的道理 不需要去特别 去用功夫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做人的道理 你把它做好 我们的先佛 老师的讯文 通通在告诉我们 这些道理 敬孝敬好了 做中做道了 这些道理做到了 那么 你就可以探极到 你的心性 心性的道理 就是从这些的 这种做人道理之中 去体会出来 这是真君子 人人回复至三之地 这是立愿了愿 真功实善 你立的愿 你没有在 世间上成就 那么你立这个愿 你哪叫了呢 你没有了啊 即使是今天 你对于道理 已经非常 明白 透彻了 但是呢 你对于人人的道理 完全不了解 完全没有做到 那不叫真功实善 功夫不得力 我们说功夫得力 其实在你自己身上 是唯一可以明显的感 感觉出来的 你的身体 是第一个 你的身体变轻 变健康了 身轻自在 身轻而体健 这是修行 第一个 看到功夫得力的 的一个点 再来就是说 你的思绪 你的思绪呢 会很清明 我们这样是讲 万事皆为清平 你的思绪很清明 你待人处事呢 就是讲一点真心 一点真心就是平等 没有分别 没有对待 没有是非人我 没有 没有 这是这些我像 一切都平等的 好 那个 就是你的真功十三 就是你功夫得力之处 那么你的智慧开启了 对于境界线前 对于各种事物 人事的考验 你都有办法 来圆满的解决 所以常常听人 人在讲 哎呀 道场就是 人事问题啊 人事问题一大堆啊 但是想一想 人事问题不就是在 我们修行的方向吗 我们修行要着力的地方 不就是这里吗 那你人事问题解决不了 你如何入手呢 你不要说功夫得力了 你连入手都没有啊 所以人事问题要去圆容它 要去解决它 要去面对它 这样呢才能够叫做 力愿了愿 才能够叫做呢 真功十三 客尊这个道的宗旨 奉行佛归礼节 你看佛归礼节 你不是说到佛堂 遵守佛归礼节 你要知道 我们自身的佛堂 每天都有佛 二六十中不离开佛 那么你都知道 二六十中佛性在 那么你是不是二六十中 你的言行都是 佛言佛行 都是圣人的思考 你要把这个佛做出来 把这个圣做出来 所以我们说古圣古佛 古圣是谁 古圣是我 到之宗旨 讲到化人心为良善 我们以前 在改俄向善 这段经文 已经详细的分析过 善跟恶之间的关系 那今天讲到这一段 化人心为良善 我们就应该 更深入的来探讨 人心 跟这个善 存在着什么样的意义 虽然我们都知道 人心本善 那善 是自信的原点 这个善呢 是自善 所以呢 没有所谓的 是非善恶 好坏对错的分别 那这讲到 我们人的心 它跟 心的关系 心跟身的关系 那么信心身 虽然是一体的 但是呢 它整个 主要的一个 关键 是在信 那么信呢 是本善的 信是圆满的 但是呢 我们落于这个人 这样的一个肉身之后啊 它会有一个心 的呈现 不只是说我们说肉体 在整个六到十法界里面 都有 心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呢 信要完全 百分之百的呈现出来 那么经过 心 这样的一个 工具啊 如果 心对 信而言 心只是工具 心对 身而言 那么 身只是工具 那所以 心 没有办法将 性 百分之百的 这样呈现出来 我们以 那个镜子 做过比喻 镜子所造的 这个东西 只有呈现出 百分之 五十 百分之五十 已经不错了 我们如果用六到十法界 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么三三道 三二道 这样的一个六道 那天道 是百分之六十 阿修罗道 算百分之五十 人道 百分之四十 那所以说 都还不是一个 究竟的圆满 所以今天我们讲 化人心为良善 我们从 圣贤人的教法 来说这种 信 心 身 的关系 这样呢 我们才有办法说 化人心为良善 既然我们的本来是至善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回到至善 那么饿的部分呢 不是我们本来有的 那么习气毛病 也不是我们本来有的 所以这些呢 是根本不存在的 今天不存在的东西 造成我们生活的障碍 我们整个生命的 这种打击 这可见呢 我们这个认假为真 认米为物啊 这种情况啊 已经太久太久了 那么人 普遍不了解心性 尤其是呢 对于这个 修行人来讲 很多的修行人 好称为修行人 但是呢 他们对于修行的定义啊 还存留在 以前那个时代 残残打坐 敲打念唱 画符念咒 或者是说呢 朝三会灵 等等呢 这个就是修行 甚至有的 以书道 查道 祈道 各种的 这种 尽的这种方法 来帮助自己修行 那么这个跟 信心的关系啊 也可以说呢 这个联系信上啊 没有那么样的深入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讲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这样的一个关键啊 我们透过 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 是很难了解的 那么一般修行人 都不容易了解了 更何况 市面上 普罗百姓呢 他们对于心性的了解啊 对于心性的认知啊 可以说是 渺然不知啊 而且呢 事如未图了 一讲到心性 哇 整个心性呢 这个太过 太过 遥不可知的道理 那所以呢 儒家 把这个心性呢 没有讲得那么抽象 也没有讲得那么悬远 他用忍的方式 把它表现出来 那我们忍 普遍 对于了解心性啊 有四个很重要的 一个障碍 第一个就是认为说 心性呢 离我们太近了 近到我们看不清楚自己 就好像呢 我们跟镜子太近了 结果呢 我们看不到镜子中的自己 你看心性 他无所不在 无处不在 所以你说到哪一个 事物上 哪一个点上 都是一种心性的存现 那所以说 这个笔 也是你心性的化现 这个书 也是你心性的化现 我们说二六十中 通通有这个 心性 儒家讲 良知良人的作用 良知良人的显现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良知良人 离我们太近了 离人了 太近了 近到人 反而看不清楚他 这个是第一个障碍 那所以呢 人没有办法了解 心性就在 我们的 周遭之中 虽然知道 可是呢 并不清楚 他到底在哪里 那么无所不在 变成一种空泛的理想 道对 在 这个 小鸟的身上 在田园的身上 在屋顶 在死尿 道无处不在 二六十中啊 他无死不存在 这个道体 但是呢 因为无处不在 无所不在 反而让人 没有办法去了解 没有办法去真实的 去掌握住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个刹那 他那个道 的一个实体 所以 只有真正明理的人 真正的体悟到 良知良能 他的一个作用 他的一个 圆满性啊 才会发现到说 人 跟这个万事万物 他的一个本质啊 其实就是一种 心性的道理 心性的变现 呈现出 万事万物 呈现出 这种 普罗大众 他的一个 样子 所谓色相 相就是 性 性相不二 那么我们今天 专用 专用儒家 来讲 虽然用了佛家的 观念 但是呢 儒家也强调 这个观念 用儒家来讲 那就是呢 宇宙就在 我的心 我的心 就是宇宙 那透过 陆九焰的这句话呢 我们会更清楚 心性 就是万物 万事的一个 本质 那么人 也是在万事万物之中 所以人的本质 也是一种 心性的朗现 那这样 心性的朗现呢 它如果是好的 你所见到的相 那就是好的 如果是不好的 当然你所看到的相 就会有分别 那这是普遍 人 所察觉到 整个万事万物 他所不一样的地方 那不一样 是因为 整个心性的病化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呢 造成 心性 跟人 一般人 对于心性的了解 跟认知 一个 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就是 人们都认为 心性呢 太过深奥 这样的道理呢 只有圣贤人 只有佛菩萨 在讲 其他的人呢 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 道家讲 无尾 佛家讲 空性 儒家讲 良知良能 那这些呢 成为一种 虚犯的道德 也就是说 什么都是道 什么都是德 那么什么都是心性 什么都是呢 我这个 心性的 变化 那么这样的 什么都是的道理 反而障碍住 众生的知见 让他们认为说 这个心性啊 太过深奥了 我们必须呢 去钻研到其中 去误解到其中的道理 结果不晓得说 在他眼前的就是心性 在他所接触的就是心性 那个深奥的道理 让他们没有办法探紧 所以 在道场 很多人 他讲到心性 那会认为说 我这个道理很深 如果说 一般的 奥巴桑 奥地桑 他们要听这个道理 会觉得说 听不懂 那不要说是 道场的人 就是一般的人 都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应该用 更浅显的语言 更清楚的 这些 表白啊 来让大家 了解知道 其实呢 心性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 助言所及啊 没有那么深奥 没有那么遥远 这是第二个障碍 第三种障碍呢 就是心性是单纯的 可是人心 是那么复杂 人心呢 会变化 变来变去 那这个变化呢 会产生种种的 向上的执着 会有我向人向的分别 那么这样的一个执着呢 产生人的无名跟烦恼 种种的 妄想 就纷纷出现 那所以 在这里 我们必须强调 心性本来是单纯的 单纯也就是说 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一切事物事项 虽然有不同的项 但是那个性是唯一的 那么一切万事万物 虽然有不同的这种分别 但是呢 它的根源是一 我们见到那个性的根源 那就是看到那个一的单纯 那怎么见呢 我们讲到要放下 你只有放下 你才能够看到 它那个单纯的那一面 儒家讲赤子之心 那赤子之心不就是通通都没有分别执着吗 所以我们儒家 用刚出生的婴儿来做比喻 那他们的确是像一张白纸 没有分别执着 没有好坏对错 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 是单纯的 那我们修道人 修道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心 我们说回归赤子之心 回归那个一点真心 那个成 的道体 那所以 这个单纯的心性 在我们 人来讲 是非常的 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呢 就是在太过单纯 那就是叫你放下而已嘛 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什么不要做 你把你的妄想分别之所放下 那么你就正德 正德你的佛性 正德你的良知良能 那这件事情呢 说起来又太过简单 只要你放下 真的只要我放下嘛 你看我们在道场 要学习各种研究班 学习武教经典 学习佛归礼节 什么都要学 开荒 开荒 散道也要去学各种方法 但是呢 你要找到道 找到那个良知良能 不是在讲学的功夫 你学了多少 那个跟道呢 事实上呢 没有什么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说从古大德的例子 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看释迦摩尼佛 那他是学很多东西啊 释迦摩尼佛 从这个王子出家 然后呢 四处去拜访佛罗门的这些大师啊 学了各种佛罗门的经义 结果呢 没有 还是没有办法开悟 一直到他在菩提树下 放下一切了 那他才正德 那么在中国的祖师里面 六祖慧能是最好的例子 他是没有读书的 他不是自然 他不是自听到金刚金的话 一切就放下 安置好老母 就是要求做佛之道 向五祖 向五祖啊 忍而上去请法 结果得到道了 所以六祖所得的道 跟释迦摩尼佛所证的道 通通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 所谓佛佛回转本体 诗诗密附本心啊 我从本体 本体怎么会变化的 本体是什么 本体就是那个道 那个被视为很单纯的 很不可捉摸的那个道 所以今天我们在道场学那么多 你如果不懂得天地西皆归的道理 归回到至善的宝地 那么你不晓得 你还是摸不到道的边缘 所以在道场 他是 真正的要比的话 是比谁放下的多 你要看到真功夫的话 放的多的人 会看到真功夫 不愿意放下的人 没有真功夫 他功夫不得力 放下越多成就就越大 因为这些成就是本来具足的 完全放下就完全成就 所以这不是老师给我们 道也不是老师传给我们 是我本来就有的 老师告诉我们这条方向 你好好的去悟 好好的去学 那学的方法就是 学的方向 把无始解以来 所有的脾气 毛病 还有你的 秉性 习性 这些通通都放下 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些习气毛病 你为什么会有分别之种 为什么会有无名烦恼 这些都是 累结 所积累下来的 这样的树叶 所以你如果不放下 你如何跟这些 鸟头关系 放下 也是去面对他 面对他 可是呢 欢欢喜喜 把他解决了 那么你就跟他 没有什么瓜葛 你就一切真的可以放下 你的千尘怪 真的没有了 所以儒家讲 一切的反求诸己 反求诸己 这个才是真功夫 修道都是在看这个 修道如果在看你今天 度冷多少冷 你讲多少课 你在道场是多久了 你在道场有什么地位 那如果是在看这个呢 那么 我们只能讲 这些都只是 有违的福报 这些是带不走的 应该说这些事没有办法成就我们 那么没有办法成就我们 超生了死 的一个方法 你为什么要去学它呢 老师 也告诉我们 你要不断的去 放下你的执着 你的挂爱 你的烦恼 你要改毛病去脾气 这个脾气毛病不改 你学了再多的东西 都成为你的 所知障 成为你的各种障碍 你不能够把你所学的 转化成道题 成就你自己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那所以心性 就是那么单纯 单纯到说 人们认为 那是一种很大的障碍 再来第四点 就是这个心性 是美妙的 它是那么圆满 是那么具足的 只要你 去 探索它 去追寻它 你去往内反观 去证得它 那么它一切呢 就会源源不绝 我们不是要讲 玩世界为亲贫吗 化人心为良善吗 祭世界为大同吗 孟子讲 遥顺性也 遥顺所代表的世界 就是遥天顺日 那是一种人间的净土 我们用天堂来比喻它 所以天堂是在人间 那么我们要问各位前贫 到底是先有天堂 还是先有遥顺呢 是遥顺造就 这种遥天顺日的天堂呢 还是呢 天堂造就遥顺的呢 如果我们来分析这件事情 会发觉到说 其实 这个 我们说 向谁心转 那么进谁心转 所以一切的进 都是心所转 所以遥天顺日 这样的天堂是谁造的 是遥顺造成的 遥顺的德 画现了这样的净土 那他画呢 就是画人性为良善这个画 他把人心呢 都呢 让他流露出 他的一个道体 良知本性 让他流露出来 让他回归到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这样的一个 人生作为 我们说 人世间的规则 儒家讲理 我们一般人讲守法 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个做人的典范 你只要是人 在人世间 你遵守的这样的一个理法来做 那么遥天顺日 这样的净土 很快就可以呈现在 我们的眼前 所以是先有遥顺 才有遥天顺日 所以孟子说 遥顺性也 性就是本性 遥顺是人的本性 所以遥顺不是一个人 这个阿弥陀佛 不是一个人 这些先佛 他们也不是一个人 他们是强为明知 强为明知 就是勉强 给他一个名字叫 不然你不晓得 怎么去称诉他 那么遥顺呢 也是这样子 遥顺所创造的这个净土 那么是因为呢 人自信的这样的一个 呈现 去正德 去悟德 去放下 去探索 结果呢 了知到我们的心性啊 真的是这么样的 具足圆满 这么样的广大无碍 所以 要化人心为良善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自己跟遥顺的性 是完全一样的 相通相容的 不是遥顺 另外有个性 而我们另外有个性 不是的 他的性跟我的性 是一体的 我们说老母是本灵 众生的是分灵 那么分灵合起来 就是那个本灵 所以分灵里面有老母 有上帝的因子在里面 遥顺是性 我们有遥顺的因子在里面 那所以我们只要证得 这个性 性的流程 我们也知道 原来我也是遥顺 我也是阿弥陀佛 我也是激功我佛 那所以 心性跟人的关系 因为呢 有这种 这四种错误的了解 让人认为说 这个良子本性 离我太远 离人太远 其实呢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化人心为良善 了解到 我们至善的本质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让 本性当家 信心生 谁是当家的主人 信是当家的主人 信是不会变化了 信是圆满 美妙 单纯 具足的 那么信呢 它不会变化 但是呢 我们再回到 肉身 我们在这个 死法界里面 会有一个 需要 依附的心 也就是说 这个性的部分 需要有心的呈现 它才能够 有它的 这个变化 比如说 在死法界 你要变化成 佛的样子 变化成 菩萨的样子 变化成 这种 官员的样子 这个变化的变 它是用心来变 但是呢 心的里面 有一个性的 一个资源 一个能量 在支撑了它 那我们今天变成 变成人 这个身 变成人 这个身啊 我们又被身呢 做另外一种 给另外一种的 拘束住了 所以信心 身 在我们身上呢 如果说 能够 了解到 心 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人 那他所做 做出来的 就是比较接近是 圣贤人 的一个典范 那如果说 他所证悟出来的 他是一个 善人 好人的样子 那可见呢 他所证悟到的心性呢 那是 没有那么圆满 如果呢 纯是恶人 那么呢 他这个心性呢 完全被 掩盖住了 完全被泯媚住了 所以呢 他就是一种恶人 哦 在这个世间呢 让人家非常讨厌的人 所以化人心为良善 必须呢 对众生 讲清楚 说明白 这个信心生的道理 如果每一个人 都知道 他自己 是 有良知良人 是有姚舜 的信 有先佛的道体 那么他怎么会去 无而不作呢 他今天 会作为一个 作奸犯科的 一个罪犯 那是他忘记 他自己本来是佛 本来是圣人 那所以呢 他冤枉啊 他也到处喊冤枉啊 为什么他冤枉 没有人教他嘛 没有人告诉他 六万年来 哦 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没有人告诉他 真的 反求诸己 哦 反观自信的道理 那那 雷杰雷氏的这个习气啊 激喜太多 他以为获得 就是要牺牲别人 以为获得呢 就是要从 别人的口袋中挖出来 所以呢 他去从事这些事情 结果呢 造下更多的罪业 让他自己呢 被这个 罪业的因果 沉沉了 障碍住 卡死在那里 勇士不得翻身 这个是 我们说 树叶 那么树叶的现象 我们不是说 不要去讲他就没事哦 你不去讲他 他还是照样哦 那所以 我们说 儒家他不讲这个 但是呢 儒家不讲这个 不是说 这个就没有 儒家还是 认同这种事情的存在哦 所以你看 关圣帝君的 陶宇明神经 他轮回转结之说 还是 还是肯定的哦 在左传里面 春秋左传里面 很多这种 穿着附会的 轮回果报的事情 都记载在其中 也是被 世人所肯定啊 那么所以说 不是说 我们不去讲 他就没有存在 这是 没有的道理 那虽然 儒家不讲 儒家不讲了 是因为 他要我们把重点 放在刚才我们讲的 反求诸己 这件事情 正得自己 那个 谣顺的心 所谓仁义理智 根于心啊 根于心 是那个心 是性 这是根本 了解到 心性的关系 跟我们的身体的关系 这个是 才是儒家 所要探极的 一个道理 那儒家不讲因果 因果还是有发生 还是会发生 你今天不信因果 你就可以不用 受因果报应 有这种道理吗 没有这种道理 今天呢 只是说 佛家把因果 讲出来了 把这种道理呢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让大家更清楚 因果的教化 所以中国人 普遍接受 佛家这样的说法 所以把 把因果的教化 融入到 中国人的 这个思维里面 那所以 伦理的教化 道德的教化 还有因果的教化 还有呢 这些知识 记忆的教化 都是教育之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么中国人 在教导学子 普遍呢 也都有教导 这样的一个 观念在里面 你看空老夫子 礼乐 色域 书树 他的这些 教科里面 有些是树科的 有些是文科的 那么文科里面呢 其实还有这个 这个 五经 春秋 一礼乐 诗书 一礼乐 春秋 这是五经 所以五经 跟这个六义 这些呢 都是圣人 教化的一个科目 那么如果 了解到 圣人的教法 不外乎呢 要让人 守刚长 守本分 在人的 这种范围上 好好的去 去了解到 自己 那一份的 道体 以及呢 以这个道体的 圆满面貌 去跟人 相处 去跟自然相处 跟整个天地 天地万物 相处 那这样呢 就是儒家的教法 我们很遗憾 就是 现在 人的价值观 是完全的扭曲了 那么这个价值观 建立于 这种 心的变化 那这个心呢 并不是 从自信上的流露 心呢 是我们意识 我们的思想的变化 那所以呢 这个价值的扭曲啊 造成了今天 整个人际关系 柯薄寡恩呢 冷酷无情 所以你看 长幼不分 认为呢 这就是平等 那这个 女人走出厨房 女人要当家 那所以呢 男女要平等 那么不听 劝导 不经呢 教导 说呢 这个就是自由 我们人民 可以做主 所以叫做民主 那么人呢 互不抵蕾 因为呢 大家都认为 每一个人 都有人权 他有他的人权 哦 我有我的人权 所以呢 把这个呢 当作是一种 原理原则 那所以 在父母 在夫妇 甚至呢 在这个 儿子 子女之中啊 都必须顾及到 这些观点 很明显的 你看现在的学校 老师不能够 体罚学生 老师 体罚学生呢 这个 父母就会去告老师 那所以呢 这是一种 观念上的 不一样 那当然 你会说 这样也没有错啊 对啊 现在的人的观念 是改变很多 但是想到我们小时候 哪有所谓老师 不能打孩子的呢 我们那时候被打得 整个破皮流血 甚至都不敢说 不敢给医生看 父母看到了 还假装说 那是去撞到了 不敢给老师说 因为了自己羞愧啊 自己做不好 读书读不好 被老师打 这是我们以前 所以我们以前 还是一种打骂的教育 那么现代呢 世界可以说了 每天都在更新 不断的强调平等 自由 民主 人权 更多的自主 以至于呢 每一个人 都想要 有自己的 风格 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作为 结果呢 太多 这种主观的意见 跟人 这样格格不入 那么格格不入了 并不是一个人而已哦 而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哦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 这种自由平等 这些都有自己的人权 那所以呢 在整个 大环境之下 只有呢 他的这个修为 他的心量 能够大到 互容彼此 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团体 不然呢 大部分的人 那是没有办法 跟团体生活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呢 喜欢做老板的人 越来越多 宁可自己呢 开一间小铺 开一个小 小吃店 那他呢 也不愿意去 大公司上班 因为呢 他自己可以自主 他比较自由 甚至呢 他的收入也比较多 那这种现象呢 当然就是一种社会现象 那形成一种 以自我为中心 的那种观念 会越来越深刻 那每一个人呢 都是以我为观念 这个我呢 变成一种 非常狭隘的 一种念头 造就成现在人 自私自利 的观念 非常的严重 每一个人 想到的都是我 电视里面所讲的 我都成全你们的 我都让你们这样的 那我呢 每一个人都说 那我呢 没有 没有心甘情愿的 是为别人的 想到的都是我 那么这个我的观念 没有办法 这观念太深了 我们人也不可能要求 每一个人 你要懂 你要去牺牲 你要去放向 你要去圆融 这个如果没有在 信心身上面 下功夫啊 真正去透彻 去了解 从三省事物 从反求初级之中 去用到这种 功夫之处啊 内心的痛处啊 你没有办法 把它翻转过来 所以把它翻转过来 有人认为说 就给它一个天灾啊 就给它一个灾难 给它一个这种打击 那它就会反 反悟过来 其实这是一种 非常严苛的手法 但是呢 也未尝不可 你看天地 常常给我们这种方法 事实的来个天灾 或者是呢 来了这样的一个灾难 在人在不知所措之中 来接受这样的灾难 怨天叫地 这个 怨天尤人 谁能够想到 那老天是为了警醒你呢 那你看这一次 莫拉克的台风 重创了南部 每一个人呢 都要求政府 赶快来恢复他的家园 政府要他们 不要再住在 那个危险的地方 那么呢 他们想要保有 他们自己的地 但是希望呢 政府给他一个 永久居住的房子 这个想想呢 我们知道 人怎么会这么贪呢 政府叫你不要去住 那必须政府给你一个房子 但是呢 那个地还是你的 那政府就灾太慢 就骂政府 那政府 补助太少 也是骂政府 那政府只有 补助三千块 你民间的团体 你不能够补助太多 你补助太多 你超过政府 人家会 骂政府 会认为政府 会认为政府无能 或者是说呢 会认为 这个资助的团体 你想高于政府 那么人民 怎么可能高于政府呢 国跟家的道理 怎么可以颠倒呢 所以这个 整个问题 就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说 这个灾难 为什么会产生 我们已经讲过 世间的灾难 它的产生 都不是 一时一刻产生的 都是累积到一定的 这种 限度 它才会爆发出来 那么 环境是依照 人心的显现 而变化的 所以当 新闻媒体在 探讨说 到底是天灾 还是人祸的时候 我们如果读到 佛经所讲的话 事实上这个观念 我们已经 讲过好几次了 那么 一爆随着正爆转 那一爆就是 依附在我们 生活上的这些 人事物的环境 那正爆呢 就是我自己身上 所得到 所接受到的 这些果报 那我自己的 有好有坏 有善有恶 那么环境呢 也是如此 那所以当这个地方呢 水灾太多 水灾太多 就是这个地区的人 人心贪婪 所造成的 整个 一爆的现象 那就是水灾 火灾太多 就是称恨之心 太重 所以现在火灾 也常常看到 尤其是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 或者是说森林大火 现在民间的火灾 反而没有常常听说 倒是天灾常常听说 森林大火的 这种火灾 火山爆发的火灾 这个常常听说 那所以呢 人 不懂得去省思啊 老丁给你警告 老丁给你警告了 他用这种 这么激烈的方式啊 那一定是呢 你曾经做过 很多激烈的手法 累积到现在 来给你一个事实的警告 那么你说我不相信 不相信就没办法了 圣人讲了 祖师大德讲了 都不愿意相信了 那么你还可以相信 谁讲的话呢 台湾水灾 水灾 水灾我们说贪心 那台湾这个风灾 也是常发生 风灾就是鱼吃啊 鱼吃就是迷惑 台湾迷惑的人太多了 我们不敢说 台湾的人鱼吃啊 但是迷惑的人 真的是很多 不明的人 真的是很多 即使是修道团体 即使是宗教人士啊 那他们所迷的对象啊 变成一种 这个偶像的 膜拜 或者是一种 利益的追逐 存出于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 只要能够为自己好 为家庭好 为自己的这个前途好 那么他就是迷于那个东西 认为自己在行善 其实呢 跟心性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有所谓的宗教乱象的产生 也让我们今天的社会 产生更大的迷惑 你看连妈祖绕境 妈祖绕境可以说是非常纯朴的一个行为 但是呢 现在呢 地方的这个角力 产生主 利益上的这种纠葛 也产生 神明跟神明在对抗 那么神明呢 其实不会跟神明对抗 都是人的问题 那个台教的人 不顺眼 台教的人 看对方台教人不顺眼 就互杠起来 你看在这样的善良的活动 都还有这种抗争的事情 打斗的事情 那么我们要期待 人来证悟到这种良知本性 那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所以化人心为良善 那也不是一处可击 必须像水一样 所谓静论之真 人肤寿之缩 水呢 就慢慢的浸润 这样慢慢的侵入他 一点一滴的来感化他 这个用这种天灾 可能一下子人又忘记了 那么呢 在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 他就会给你各种无名的障碍 那无名的障碍来自于 冤亲债主 来自于累劫的习气 那么这些障碍呢 不断的在打击你 希望呢 你从之中呢 这个醒悟过来 透过这种无情 无名的打击啊 如果能够醒悟啊 那么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呢 如果这样的打击呢 你都还不懂得醒悟 那么没有智慧 你是没有智慧的人 所以呢 我们普遍的众生啊 是没有智慧的人 我们需要名师来指引 如果说我们刚才讲 明师并没有传到给我们 可是呢 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明师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米跟物的不同 插在这里 因为没有明师啊 我们不晓得 我们是圣人 我们是佛 不晓得回老家的样子 得那条路啊 已经忘记了 那么明师最重要的 的存在啊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佛 我们是古圣 古佛 那么我们 回到老家 就成就我们 本来的面目 这是明师最大的 的作用 那明师传道 他传道 他只是告诉你 道就在那里 但是呢 你要自己去探索 那道在哪里啊 道我们讲道 已经 不是在那里 也不是在这里 道是无所不在 道是那么清静 可是又那么深奥 是那么单纯 可是呢 又这么旁扎 是这么圆满 可是呢 又是看起来 很缤纷 五颜六色 所以呢 道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抽象 可是呢 又这么具体 的一个 呈现 怎么描述它 我们好像呢 都没有办法 讲到 那个重点 因为呢 本身语言文字的 就没有办法 描述到 你看一个球 这个球 哪一点是 它的原心呢 任何一个点 都是它的原心 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从那里 透到它整个球的中心点 所以任何一个点 事实上呢 就是 我们说修行有多门 各种方法 可是规言无二路 那个中心点就一个 球的中心点就一个 走到哪里 它都没有变化 都是在那里 可是认为一个点 又都是原心 那可见呢 每一个方法 都可以成就 我们的心性 所以今天呢 我们讲到 化人心为良善 我们了解到 心性在我身 心性呢 是在万事万物的身上 那万事万物 跟我是同一体的 没有两样 所以呢 我看到万事万物 就看到 我的心性的朗线 那心性朗线 是这种 完全的朗线 所以你看到 万事万物呢 都是纯然至善的 小猫小狗 是纯然至善 老鼠 蟑螂 蟂蚁 这个是纯然至善 包括 这个原子笔 这个纸张 这个书本 纯然至善 那我们的佛性 跟这些万事万物的法性 归融于一 所以今天 我们不能够随便 放弃每一个人 放弃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众生呢 都要因我而成就 我要怎么去成就他呢 我要帮助自己成佛 成圣 让自己呢 明理开悟 当自己明理开悟了 你才能够帮助他 去婉化他 让他知道这些道理 让他知道 人性本善 止于至善的道理 那至善找到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复 那个良善的本质 这个就是道之宗旨的教化 所以孔老夫子 他讲过这句话 他说 祸罪于天 无所倒也 一个人 他自作孽 然后呢 造了无边的罪业 那么这个天 这个就是讲人的那种良心 你在你的良心上 染下了污点 你犯下了罪过 那无所倒也 不需要祈祷了 再怎么祈祷也没有用 那么要怎么办呢 你只有忏悔 真正的把这个过错 把它忏除掉 忏除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再犯这个过错 那个才叫真忏悔 那个才是叫真功实善 所以今天 我们用这个官圣帝君 绝世真经 他最后一句话 来 给大家呢 做一个 启发之路 官圣帝君在绝世真经后面 其实他还附带一句话 这句话呢 在一般的绝世真经里面呢 没有被俘虏上去 他是说呢 做好人 行好事 读好书 说好话 这四个好 那么在佛教 他所说的好 做好人 他也讲这些字 字句 那是不是学官圣帝君呢 这个不得而知 那官圣帝君 他讲这些话呢 他就是我们一个 做人的一个入手处 你看他说 做一个好人 好人就是不是恶人 也就是说你做的事 不是恶的事情 那么善恶的标准 我们已经讲过 只要是呢 对我好的 对我有益的 那个这个呢 通通叫做恶事 只要对别人好的 对别人有益的 对别人有帮助的 这个都通通是善事 如果说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一个人做好人 那就是想到的人 都是别人 立身处置 都是想到别人 绝没有自私之利 一切呢 是为别人而存在 那这样的人呢 可以说呢 已经达到一种 圣贤人的修为 然后他说行好事 把这种帮助人 把这种 这个利益别人的事情 拿起来做 但是呢 不留名 不留这个影 也就是说 你做好人 行好事 不要留下你的足迹 我们曾经也讲过 右手给左手 捎痒 帮他抓一抓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谢 右手也不必心存感激 心存呢 让人家感激 所以今天我 帮助别人 不要心存 别人要感激我 别人不要感激你 这种存心啊 那才是真正的 做好人 行好事 因为彼此双方都没有压力 你做好事 还心存的 别人会感谢你 别人应该呢 来跟你说一声谢谢 那这个呢 好事呢 是有 是有 有所目的的 这样的好事 还不够究竟 所以 做好人 好人要帮助一个人 真的成胜成贤 行好事 帮助世间的人 离苦得乐 那这样呢 才真的做到 好人好事的标准 所以你光捐钱 你光呢 在那里做 做 做劳动 这个呢 还达不到 好人好事的标准 其实 端干你的存心 你的存心呢 如果一心为善 一心为人 没有为自己 那么 才有 好人好事 这样的一个 基础的原则 那他说 读好书 说好话 那么读好书呢 这个事情 对我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的人啊 读书可能不多了 因为我们大部分呢 都透过网络 透过电视 来学习 透过这种影音的刺激啊 来搜射 来学习各种知识 但是呢 影音的这样的一个教导 其实 也有它 不够俱全的一面 因为呢 它会刺激我们人的 这种眼睛跟耳朵 也就是说 观能的作用 那么这个观能的作用 如果说 这种 理念被引导差了 或者是说 它的这个事情 这个内容啊 它不是政治证件 那么这个人呢 受污染的程度 会越来越深 这比起书啊 影响了 还要更加深远 你看我们现在电视 每天在上演的 网络上每天在传播的 几乎都是这种 社会上的 各种的现象 那这些现象呢 都不是政治证件 不是八卦的 不就是口水的 就是这些贪嗔痴妄 杀盗淫妄 贪嗔痴爱的事情 所以 观圣帝君叫我们读好书 是重点的 是这些书呢 班真的有益人心了 真正能够启发人的 这种良知良能 转化人心为良善了 这样的书呢 我们就应该多看 所以市面上 还是有这些书的存在 可以帮助我们 那至于呢 这个电视 电脑 其中的选择 也是要很慎重 观圣帝君又讲 说好话 多替别人想 多讲一些好话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 有些人 他是人都不错 就是一只嘴巴受不了 爱讲东爱讲西 或者是说呢 认为自己都是对的 认为自己是好的 要求别人呢 要跟他一样 逼批别人 说别人怎么样 这个呢 都不是符合 观圣帝君的标准 所以要说好话 说好话 除了说 你在课堂上 讲这些 伦理道德的话 你在生活上 更需要讲好话 那这些话呢 不会伤到彼此 可是呢 会成就别人 那这个是说好话 这件事情啊 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 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啊 我们讲的话呢 无形之中呢 都是呢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啊 那所以呢 在讲话上呢 我们要更加的慎重 后学自己也认为说 常常 大家好 道之宗旨 讲到第21句经文 记世界为大同 那我们前两句呢 是 玩世界为亲品 化人心为良善 那其实这三句呢 是一贯的 的一个思维 我们想要 记世界 想要玩世界 想要达到呢 世界大同 那一定呢 必须让人人 改二向善 让人人呢 破迷开悟 最后呢 都能够转返成圣 那只有每一个人 都达到 这个转返成圣的境界 那么 记世界为大同 那么 他才能够 达到 所以我们说 要帮助 弥勒祖师 收 收缘 普渡 九六亿 元胎 佛子 都是要帮助他们呢 回归本来的面目 所以这个回归本来的面目啊 那就是 西圣西贤 就是呢 成仙作佛 那么因为呢 圣贤 这个佛菩萨 这个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所以呢 我们只要呢 把外在的这些干扰 这些障碍放下 那么我们就能够 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那所以呢 从这三句来讲啊 我们说修行 必须呢 从人的 信心身 三位一体啊 来下手 那信是我们的根本 心呢 是根本的造型 那身呢 是整个 心性的一个工具 那所以说 身是一个之业 所以身不是我 如果说我们把 身认为是我 那么我们就是 舍本足末啊 但是呢 身 话说回来 其实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 我们必须借着这个工具 借着这个肉体啊 来 好好修炼 来重新呢 这个 好好的 修 修起 来把它晚化 来把它计划 那所以 心变成说 性跟身 的一个桥梁 那么心 它可善可恶 那么可以帮助我们 上天啊 可以帮助我们下地狱 虽然说对性来讲 没有所谓的散热 没有所谓的天堂地狱 但是呢 我们硬化在人世间啊 我们以这个肉体的方式 出现在人世间啊 我们必须有心的功能 那这个心的功能呢 主要来自于性 它的一个资量 那心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外在的染成 太多了 于是呢 心不能够完全 照真主人的样子 来呈现 它也会有这个 外贼的样子 我们说五欲六成啊 那五欲六成呢 把我们的真主人 蒙蔽住了 以至于说 心的一个意识 或者是说我们说意念 结果就偏差了 那偏差了 以至于我们的身体 会去做各种偏差的行为 那偏差的行为一产生呢 每一个人 就会有这种对立 抗争的现象出来 我们所谓的因果现象出来 所以呢 整个错综复杂 我们说呢 因果盘根错节的交纵 就好像蜘蛛网一样 那么看起来呢 是一个很庞大的蜘蛛网 但是呢 牵动其中的一丝啊 整个网就会动 那所以呢 牵一法而动全身啊 其实呢 人跟整个因果网啊 都是在蜘蛛网 里面的一个环节 那所以 人怎么能够 置身事外呢 整个世界的 这种沉住易灭啊 都是人的因素在里面 人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所以讲到 据世界为大同 我们必须把 人的本分说清楚 把它做起来 我们说回归自然的生活 人要回归自然的生活 那么跟大自然一体 那大自然一体就是道啊 人跟道在一起 就好像庄子讲的 鱼在水中 鱼不只有水 那水呢 也不只有鱼 两个人交融在一起 那这种 这种关系啊 就是人跟道的关系 人在道之中啊 那么但是呢 人不晓得自己身处在道中 以至于说呢 我们没有办法 了解到自己 在心理上 所 保留的那一份道体 那所以心的作用就变成了 不是完全的作用 六贼当家 或者是说五欲当家 各种的脾气毛病当家 所以我们的天良明媚 造成现在世界的混乱 造成天灾地变不断 整个人心惶惶 那最近的新闻 澳洲的科学家报导 那说呢 这个如果说 各国的政府 还不愿意去正视 气候暖化的问题 那么到了这个本世纪末 澳洲呢 这个地区啊 它 会有三分之一的 这个城市 会进到水中 也就是说水平面 会上升 整个海 海平面上升 这个 25万的民宅 通通会泡到水中 那所以 澳洲的科学家呼吁 政府要正视这个问题 而且呢 应该提出这种改善的方法 那么要怎么改善呢 我们想想 这个天灾地变如何改善呢 我们说 以前说 一个地方 有阿罗汉注释 这个地方呢 不会有天灾地变 那么一个国家 有圣贤 有佛菩萨注释了 那这个国家呢 也不会有天灾地变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圣贤人 要去哪里找呢 佛菩萨 又在哪里呢 想一想 想一想 莫拉克的台风 这个水灾啊 那么灾情这么惨重 我们也没有办法 阻止它的发生 那未来的灾结 还有多少 我们也不知道 电视呢 报导说 玛雅文明啊 在南美洲 这个国家 已经灭亡了 但是呢 他们当时预言 人类到了2012年 那就会灭绝 也就是说 这一年就是世界的末日 所以有人根据这个预言啊 拍成一部电影 那这一部电影呢 现在正在上映之中 也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 那到底大家是想去 看那种震撼的画面呢 还是去省思 这种末节后的世界呢 这个相信 只有大家自己清楚 那所以我们今天 身为一个儒家的修行人 现代的一个知识分子 我们应该有 范仲淹 他所说的 先天下之 而优而拥 这样的一个担当出来 那么这样的担当呢 就是 在世界末日还没有形成之前 我们要赶快 来阻止世界末日的产生 当人心还没有完全沉沦的时候 我们应该呢 让这些 整个人心啊 都是能够改二向善 能够呢 婉化世界的清平 帮助世界走向大同 那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要想想 其实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这其中的一个分子 那么如果 我是其中的一个分子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好好的省私啊 我们必须 把自己的心性把它调好 你的家庭 你的这些家族 亲族朋友 乃至公司 这些关系呢 是不是都处好了 你是不是真的达到 君亲师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 我们刚才才讲 信心深要一起修 那其实呢 怎么入手的方法 就是回归到 我们个人 正己成人啊 你自己不正了 你如何成就家人 如何成就 公司的员工 或者是说 这些同事 如何成就 我们所说的众生呢 所以信心深 是我们当前 必须要体认清楚 体认清楚 就是我是一个圣贤人的这种原貌 我的本来面目就是圣贤人 所以说孟子说 遥顺信也 遥顺是信德的 一种 follow 那么遥顺 它以道成肉身的样子 呈现在人世间 来帮助世间 这个达到 世界大通 那么今天我们要负担起 遥顺 这样的一个责任啊 让这个世界末日 它来推迟 它不要形成 让人这个天堂的乐土啊 真正的是现在人间啊 那么这样呢 想想现在 人心已经这么乱了 天地已经这么乱了 我们还有机会做吗 我们还做得来吗 其实 还可以做得来 还可以做得来 是因为 我们今天在新闻媒体所看到的 都是整个社会 他所要报道的重点 那么有百分之九十 这些行善的 这些好人好事的部分呢 新闻报道并没有报 那他为了追逐 人的这种感官 刺激 为了打响自己的那种 报道的收视率啊 所以呢 他必须去报道 这种人心最显遏的一面 这几天有人 把自己的小朋友给杀了 那只有报道这个啊 才是真正的新闻啊 你报道好人好事有什么用 人家也不爱看 所以这真的 成了一个社会的一种负面现象 那么社会教育 变成一种负面的教育 这个呢 跟新闻媒体啊 有很大的关系啊 我们真的要呼吁 这些新闻媒体人员 他们要有英国的观念 他们要有政治证件 当他报道出这个消息 对这个时代影响有多大 对于这个世间啊 影响有多深 乃至于呢 这个后代的子孙啊 他影响有多剧烈 他要思前想后啊 要顾虑到这些问题 并不是说终于人貌 把他报道出来 这个叫做尽忠职守 这完全搞错了 今天世界大同 最主要的杀手 就是这些新闻媒体 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在炒作 乱报一些负面的消息啊 我们人心怎么会变成这么乱呢 所以新闻媒体是一个 很重要的媒介 今天能够改变国家的 两种人啊 第一个是国家的领导人 第二个就是 新闻媒体的老板 这个新闻媒体的老板啊 如果是以追求这种政治正境为主的 的一个范围啊 那他所报道的内容 他所讲述的 他所演出的 都是这些正面的 那他为了金钱而不顾一切 那么他报道的就是这些负面的 那所以这两种人是影响国家社会前途啊 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啊 但是呢 这两个人物 目前我们都不看好 不看好 可以从社会上的 这些现象啊 来知道 那佛菩萨 圣贤人 他们谁的 能够化身成 政治领导人呢 谁是这种 新闻媒体的菩萨呢 好像不容易找到了 真正今天在讲 五伦八德 在讲三刚五常 在讲佛菩萨的教育呢 其实还落在修行者的身上 还落在这些 有志之士 真正在默默推动的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 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大 那么他的力量呢 不输于领导人 不输于呢 这些新闻媒体 因为他是属于潜移默化的方式 那么这个 政治啊 媒体啊 那是属于呢 一时顿线的方式 突然爆炸出来 那么后果呢 自己去负责 那所以说今天 我们讲到 据世界为大统 把他定在 每一个人的责任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必须呢 是有担当 有作为 有智慧的 有学问 有道德 那他呢 才有力量来推动 整个世间人的教化 我们讲 智人勇 孔子说 智者不惑 忍者不忧 勇者不惧 那一个儒家 的修行人 他必须具备 三达德的一个标准 智人勇 一样都不能够缺 那他呢 才能够圆满的展现 他的理念 能够呢 真正的 落实到 我们的社会 改善 社会人心 也就是达到 既世界为大统 这样的一个目标 必须智人勇 你看智慧 的具足 智慧的具足 那是非常重要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 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他们的福报特别大 公司大 这个资金雄厚 员工多 影响力大 但是呢 如果说 他没有智慧 来享有这些福报的话 那么他的福报呢 会造成 更深的因果 更多的乱源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有福报的人 必须要有智慧 这个是我们必须 很清楚的了解到 有智慧的福报 他用他的福报 来正己成人 来救度世间 的这些贫困的 弱势团体 来帮助世间人 达到这个美善 的一个生活 那这个是有智慧的 那这个是有智慧的人 如果没有智慧的人 利用他的福报 那么个人的享受 自私自利的追逐 结果呢 造成 整个世间啊 一种种族的对立 一种人情上的一个抗中 那么也造成他自己 在人世上啊 很深的因果 因为他不知道情善 所以他的福报呢 都不断的在想 享受在这种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 贪真吃爱上 所以这些福报 哪有不造恶的道理呢 那福报想完了 他就继续堕落 墮入到更深的 这种痛苦的渊源 所以 有福报 必须要有智慧 那么 有一种人啊 有智慧 但是没有福报 那这些人呢 就很像我们古时候 这些隐居在 这种小巷里面 隐居在山里里面 这些有学问 有道德的修行人 那他们没有福报 但是呢 他们有智慧 他们可以用智慧 来教化众生 来帮助送生 来启迪众生啊 所以虽然他们吃得很简陋 住得呢 很困窘啊 可是呢 他们能够在 处世待人之中啊 能够处理得很圆融 甚至呢 可以正习成人 这个是有智慧 却没有福报 那么这个都还不思维 一个圣贤人 一个君子的标准 那么有没有智慧 没有福报的人 那没有智慧 没有福报的人啊 他是一个 比较下阶层的人 我们说比较低级的人 比较下贱的人 因为他没有智慧嘛 他也不懂得去读书 所以呢 他也没有个人的思想 那他也不会去创业 也不会呢 去什么组织管理 他不懂得这个 那他没有福报 生活呢 非常的穷困 有一餐没一餐的 需要这个社会的救济 旁人的帮忙 但是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样的人呢 他所造的恶呢 比较少 他造的恶比较少 所以呢 形成社会 就不会有这么乱 这个是没有智慧 没有福报 那最下一等的人呢 是有福报 却没有智慧 那这样的人呢 在这个世间呢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他没有智慧 所以完全是自私之利 那他的行为呢 完全都是为了自己 所以他做 他的行为 因为他有福报 所以力量很大 影响的权限也很大 影响的范围呢 也很大 那所以他可能造成 各种负面的现象 这个存留在世间 那个力道会很久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的因果就很深 这是有智慧没有福报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 智慧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 智慧是圆满的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说 有的人有智慧 有的人没有智慧呢 那么可见呢 这个智慧啊 是随着我们的自信的 这种光明的程度啊 来成比例的 也就是说自信 如果说 有八分的光明 就有八分的智慧 有十分的光明 就有十分的智慧 那么你自信的流动 只有两分 当然你只有两分的智慧 所以自信呢 在儒家讲 就是道德 道德的流落啊 道德的实践啊 你到底可以 做出多少来 那么你的智慧呢 就可以达到那个程度 所以道德实践 那种笃行的功夫啊 才是一个儒家之修行人 他所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啊 这个是智者不惑的道理 那忍者不忧呢 人就是爱人 人就是我眼中有人啊 你看两个人 我眼中有你 就是说我尊重你 我用这个平等心对待你 我关怀你 把人呢 看成像自己一样 那么你对待自己 当然呢 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别人也是需要 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你自己的享受 就是别人的享受 那这是一个很平等的 这种心境 那所谓如人转静啊 这同与如来啊 那么你把人当成像跟自己一样 那么你没有不尊重自己的 你没有不希望了自己 自己向上了 孟子比喻说水一定会救下 人一定会往上 那这是因为心性使人 人的性呢 就是追逐最圆满的 那一份精神上的领域 那一份这个无私无求 那种境界 所以呢 他对待人 是仁慈的 是博爱的 所以你看弟子 弟子规 他讲到 凡世人皆去爱 天同在 天同父地同在 那只要是人 我都得去爱他 那么这个讲到 佛菩萨这种平等的爱啊 他是没有等级 没有差别的 只要是人 我都应该把他当成像佛菩萨 像圣传人一样的恭敬他 因为呢 那个是在恭敬我自己 这个是忍者 所以忍者无敌的道理啊 其实就是这样子 你看无敌就是说 没有对立的现象 你跟任何的人事物都没有对立 那没有对立呢 人家就不会障碍你 不会阻碍你 所以呢 你的这个人心呢 可以扩及到整个 虚空法界 当然儒家讲 整个全天相 忍者无敌呢 他的一个境界 那是包容万物 那是扩及到整个全天下 所以呢 他因为爱全天下的人 所以全天下的人都爱他 你看我们历代 这些圣王的历史就是这样 最好的例子 周文王 当时呢 周文王 有这个封图 有周这个封地 结果呢 所有的人民都跑去他那里 所以他的这个国力啊 就越来越强 那他为什么 会有这么吸引力呢 因为他仁慈爱人 所以呢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天下人 都跑去他的国家 那他的国家就变成一个大国 这个相对于无道的这个昏君啊 周王啊 那他当然就取而代之 用人来治理天下 所以孟子才说啊 自租一夫啊 所谓独夫啊 而不是租一个国王 所以周王是一个独夫 那这个文王呢 他是一个 人人王 人者 是一个圣王 那他这个 这个心境上呢 是 天跟地的差别 你看我们 中国 到了清代的末年 为什么 赶不上 同时在 西化的这个 日本 对于这些欧洲国家呢 我们科技被他们超越 但是呢 回头要去学习他们 却没有 学习到 这种 他们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技能 学这些表面的功夫啊 需要起表 那同时间 日本 推动了这个 民智维新啊 他们的天皇 为了希望能够国家更有钱 所以在 三餐上 他只吃一餐 把其他的两餐省下来 省下来的钱 送他们的子弟 到欧洲去流血 那他们的子弟 回到这个国家 没有不尽心报国的 所以为什么 他们明智维新 那么成功 那相对于 当时在 中国 的国王 皇帝是谁呢 其实皇帝 是慈系太后 这个慈系太后 虽然没有挂皇帝的名字 但是呢 当时的这个 光绪啊 同志 这些皇帝啊 都是在他的 掌控的范围之下 所以呢 这个慈系太后啊 完全是自私自利 完全是个人的享受 那他没有智慧 因为国家动乱的时候 问人 问神 不问人 什么叫问人 不问神呢 因为呢 他当时啊 把这些三教的经典都抛弃了 那么满清 他们本来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这个 喇嘛的 喇嘛为宗教 但是呢 他们也放弃这种佛教了 听说他们也有在 研读 这种 这个阿弥陀经啊 无量寿经啊 在沿途这些经典 当然也不 不停的 请这些文学的大儒者 经学的大师啊 来宫中讲学 可是呢 慈系太后完全不理这个 所以到了慈系太后之后啊 整个中国的国势啊 就变着 这个脆弱不堪啊 可以说不堪一己 所以为什么 同时在西化的两个国家 日本比中国小那么多 可是呢 日本竟然可以打败中国 而且中国呢 是毫无招架之力啊 造成了我们之后的 这个后人啊 在这个200年的历史之中啊 完全处于 这种被挨打的状况 到现在呢 我们才可以看到了 中国人好像有一点 觉醒的样子 那这其实啊 我们必须清楚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 我们把我们祖先的 这些文化遗产啊 把它丢掉了 自己把它放弃了 慈禧太后之后的这些人啊 他们认为 全盘西化 才是中国 这个革新的主要一个手法 所以呢 把老祖宗 完全否弃掉 四十五金 丢入毛坑里面 完全否定掉了这些 所谓的封建思想 那所以呢 人心迷惑了 根本不要了 结果去学习 学习这些船间泡利 学习这些科学记忆 那学习后来 在这个一百多年的过程当中 现在的 整个 中华民主啊 可以说士气非常低落 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老祖宗没有信心 如果不是说 大道在台湾兴起 我们真的不晓得 原来我们老祖宗 为我们留下了一个 非常好 非常珍贵的一种典范 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回过头来 好好的来 修学 老祖宗所留下来的这些智慧啊 我相信 中国呢 很 很快呢 就可以 在立于世界 成为一个 一个大国 一个强国 那么中国强国 为什么要成为强国呢 中国变成强国 最主要的 一个考量啊 它是要用王道 来拯救天下 这个王道的思想啊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忍者 忍者无敌啊 忍者不忧啊 这个忍者的一个典范 那么王道文化 我们自顾及到全天下的 那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强 所以中国强起来的味道 的意义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就必须清楚 如果今天 这个中国强起来了 现在当然看出趋势了 中国真的强起来了 但是我们必须让它强起来的意义啊 这个目标是放在王道文化的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这种汉唐的在线 汉朝 唐朝在中国兴起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很好的代表 但是呢 那毕竟是这种霸道文化 那王道文化的思维呢 非常的 比例上非常的少 但是还是有 要真正的是王道文化呢 必须是周朝 周朝那个大一统的观念 周公治理座月 所形成的整个教育 整个天下的架构 我们知道周公是圣人 那他是文王的儿子 文王的弟弟 所以呢 他们一家呢 都是圣人 那他的所制定的这些思想 都是用圣人的心 所推发出来的 所以呢 忍者无敌啊 就是圣人的心啊 那圣人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呢 周公治理座月 是把整个天下的范围 容纳在自己的 这个心中啊 所以要如果治理天下 他治理 他用出一套 这样的一个制度出来 形成一个很 很美好的典范 我们说宪法 周公这一套宪法 如果说 他的子孙 能够继续沿用下来 那么我们相信周朝不会亡国 那现在我们如果说 中国人在把周公治理座月这个精神 当然我们也不主张完全的使用 但是呢 他这个精神 我们必须呢 把他萃取出来 那周公 承袭周公的精神呢 就是孔子 那孔子这没有政治色彩 所以讲孔子呢 人家都不反对 讲儒家的思想呢 没有一个宗教呢 敢反对儒家的思想 那所以周公 孔子的一个理念啊 就是一个忍者不忧的 一个志士 所以周这个孔子 希望恢复周文 来达到的 的这种世界大同 是摇天顺日的世界大同 还不是周公治理座月的世界大同 但是他知道周公这套标准 可以让世人达到摇天顺日 所以他积极恢复 这个周文的话域 希望了 这个有一个国家的国王 能够采纳他的建议 能够实施他的建议 让这个国家呢 达到一个长治久安 的一个水准 那我们知道孔子 他虽然没有成功啊 但是呢 他的精神却流传下来 他的精神 沉积了这个2500多年的酝酿啊 到现在 大到显然在民间 大到硬化在人间 所以呢 现在呢 大到应运 真的我们可以讲到 这个 智仁永三达德 来 智理世间 来解救百姓 来达到既世界为大同 这个是 忍者不忧 那勇者不拒呢 那勇者不拒呢 勇者不拒就是你要有大四大飞的精神 那真正勇者表现的最好的 那就是关公啊 他用将军的形象 拿着一支青龙演乐刀 把这种是非的标准啊 他把它展得很清楚很干净 那所谓春秋的精神啊 就是这种大四大飞 大善大恶的一个标准 所以在他的亲 春秋的精神啊 必须要有勇气的人 才能够胜任啊 那这个勇气呢 他是秉着一个政治正念 秉着一种正邪不两立 这样的一个立场 正邪不两立呢 他不是说因为他不慈悲哦 而是呢 因为呢 整个众生呢 你必须让他呢 保持在这种清静的 这种心念之下 这样呢 他才能够走上绝路 他才能够真正的呢 这个转返成圣 所以是非标准 必须呢 在人世间 必须把它分辨清楚 但是呢 我们讲到说 那你不是有所谓 太极精神吗 是跟非里面 都夹杂的 这种模糊地带吗 那这个呢 是讲到说 我们知道 我们心性的一个状态 心性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 你是一个很明 所谓 敬而不染 轻而无邪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你可以说 把这种 不好的 把恶的 把非的这个部分 把它包容进来 可是呢 这个包容的过程呢 你是很清楚明白 很清楚明白 很清楚明白 所以呢 你能够用你的德 你的智慧 你的学问 来感化它 来把它扭转过来 让它呢 真正的 走到存 这个子于至善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如果说 一般的人 他没有这种智慧 没有这种修为 那么呢 他还是必须 遵照着世间的礼法来走 那他 比较不会的 走向错误之徒 我们佛家 也讲规律 规界 儒家讲这个礼法 那世间呢 讲叫强调法律 事实上呢 这个就是一种 人世间的标准 做人的标准 当你在人世间 主事待人 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 那么你就必须 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的实践呢 你必须要有勇气 去把它推动 那你会说 连这个也需要勇气吗 是啊 你没有勇气 你如何守理呢 在人情奋济之中啊 常常会被人情所扭曲啊 没有这种是非标准 你常常呢 会因人而判断事情 我们说人都是偏心的啊 那么偏心的就没有 是非对错的标准 所以是非对错的人 只有智者看得清楚 忍者呢 他做得出来 那勇者呢 他必须 把他判别出来 勇者做到了 那所以为什么说智人勇 是三位一体 他是不能够偏废的 那你看官圣帝君 那他的勇 他是说一不二 他是纯然至善 你看他对于这个 对于君王的忠 对于他的大哥的忠 他是不留有一丝好的 怀疑在里面 一丝好的染杂在里面 他是金忠 跟日月一般 这样的一个皎洁亲民 他的意气呢 是跟整个天地一体 所以这样金忠 这种意气 他是一种 这个大勇的表现 你看曹操对他 这个上马金下马银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的 对他这种人情的 这种公式 他还是没有 被这种人情公式 给软化掉 他坚持的 他的一个 做人做事的原则 对于忠的这个标准 他毫无所折扣 所以他做到一个 大勇的精神 你看我现在在写 适配十则 这个十则传里面 那么当时 鲁国发生灾难 吴国的夫差要来攻打鲁国 那鲁国呢 在这个 士兵之中啊 选择三百名死士 准备去 谋营公寨 刺杀 武王 那要刺杀武王的 这个三百名的死士里面啊 竟然有孔子的弟子 有若在里面 那有若呢 在我们孔子的论语里 看得到他是一个文武全采的人 那么武的部分我们看不出来 从这件事情 那个左传里面的记载 知道有若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如果说 没有这些勇士啊 那么鲁国早就灭亡了 后来呢 有人建议说 这三百名死士啊 可能也成就不了大事 白白的牺牲啊 不如放弃 所以呢 这个鲁国这边就放弃 谋营公寨的事情 但是呢 这些事情呢 传到武国的国君耳中啊 就发觉到说 哇 鲁国真是不简单啊 鲁国有能忍啊 我不能够呢 随意攻打鲁国 那鲁国的这些人啊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 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 来保护国家 啊 还听说有若在其中啊 孔子的弟子这个游子啊 生在其中 三百名的死士之一啊 所以他知道说呢 鲁国是一个 很有根的国家 那这个有根的国家 有圣人的庇佑啊 你不可以随便攻打他 后来他就退兵了 鲁国就退兵了 而且呢 自己愿意跟鲁国和好 不再攻打鲁国 你看如果说 没有一种勇气 那么你用什么能力来保护国家呢 我们说保护家庭 也许我们可以理解得到 可是呢 没有国哪有家呢 没有整个世界 哪有我们的国家呢 地球都不见了 那么我们人要生存在哪里 我想想看 这些因果的关系啊 这整个联系上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今天 要讲既世界为大统 世界都不大统了 我这个国家怎么大统 我这个家怎么大统 世界都不稳定了 我这个家呢 是大统的 那么你说 你这个家的大统有意义吗 每一个人都流离思索 每一个人呢 受冻饥饿 可是呢 你家呢 却是一个大统世界 有饭吃 住得很安心 那么你存在这样的一个世间 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你没有意义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华人到国外去设厂 去经营公司 去打拼事业 结果呢 华人一向为外国人所排斥 尤其是呢 那些这个落后的民族啊 他们排华的这种理念啊 非常的强 那为什么会排华呢 因为呢 利不均 这个利益啊 分配不能够平均了 贫富差距太大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辱家的修行人 我们为了宏荡 在国外去开公司 公司很赚钱 结果呢 我们自己赚钱 你旁边的这些 人民啊 他看着我们赚钱 他每天呢 三瞻不济 你说 你这个盗船去那里 有意义吗 他恨都恨死你了 他怎么可能还会像 相信盗呢 所以你赚的钱 那舍要有勇气 舍你要敢放下 你要敢布施 你要能看破 这个就是舍的担当 舍就是一种勇气 这是我们讲到一个人 自然勇 他必须要拥有的一个学问道德 你记世界为大统 结果呢 你这个自然勇 这个标准不足 你标准不足 你如何记世界呢 不要说为大统 记世界都达不到 你世界长治久安了 你还要让他达到一个大统的标准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 大统是什么 大统是让每个人 都能够回归自然的生活 回归自然的生活 就是我们讲的 三纲五常五轮八德 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们说人法道 道法天天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就是自然 道是那个体 自然是那个用 所以道法自然 那人的自然之道是什么呢 人的自然之道就是人伦刚常 你人不讲这个 你光讲心性 光讲这些 无偶的道理 苦 空 这些道理 都是 玄坛 玄坛不能够记事 玄坛不能够真正解救众生的苦 那必须呢 那必须呢 让人民每一个人回归自然的生活 教导他们 他们今天作为一个人家父母的 你必须要关照你的小孩 慈爱你的小孩 那么你作为一个小孩呢 你必须孝顺父母 你必须有爱兄弟 这个呢 是回复自然的法则 你要谨守本分 在员工你要尽忠 跟同事之间 你要有信用 生意场上要讲诚实 要以诚待人 这些老掉牙的论调 虽然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 可是呢 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东西撕掉了 人跟人之间已经不讲 三缸五德 三缸五常五轮八德 都不讲这个了 都不讲这个了 光谈那些禅礼 那些佛法 光谈这些宗教 光谈这个法会 布施 那么你的根在哪里 你要想想看 你的根在哪里 你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你不好好的去 爱护你的子女 把他们教育好 让他们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那么你这个子女 来到社会 又带给社会另外一种问题 你说你有没有因果 你有没有罪过 你还是要 要去承担它 我们说因果不是说 你不相信就没有 你不相信还是有因果 因果还是照样在运作 不会因为你不相信 你就不用得到因果的报应 没有这种事 所以我们今天圣贤人的教育 要叫我们把伦理做好 把道德培养好 把这种因果的理论 把它说清楚 还有我们在世 所需要的这些科技 这些知识跟记忆 把它学好 这个是儒家 教我们的 记世界为大统的一个标准 你看伦理 伦理就是人的伦常 人一定有一个一种道在走 你今天是父子 有父子的道 君臣有君臣的道 朋友兄弟夫妇有夫妇的道 所以我们今天说 世间这么乱 世上从家庭开始乱起 家庭乱是谁先乱 夫妻先乱 夫妻是家庭 主要的一个角色 但现在夫妻乱了 夫妇有别 结果现在夫妇没有别 别就是一种尊重 互相敬重对方 阴跟阳是一体的 但是阴跟阳 它的分量是同等重要 现在的女人也出头了 所以要讲男女平等 这个平等是在这种 性理上平等 而不是在世上相像平等 这个是有别 所以我们讲 男主外女主内 其实这件事情常常被人家给扭曲了 那么男主外女主内 现在女人都要出来了 那么女主外男呢 男必须主内 你必须去管理家庭 这样阴阳才能够协调 男女无别了 男女都要出去 结果小孩没有人顾 交给托儿所 交给保姆 结果他们在小时候 没有受到一个父母亲 很优良的教育 很这种慈爱的照顾 那这个小孩子这样长大呢 造成 心理上的不平衡 那思想上的错误 结果呢也就引发 各种 社会上的问题 那学校呢 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子女啊 她没有办法教 根没有扎好 那现在呢不能体罚 不能够打骂 不能够呢 用盈利的这种教法 结果呢 老师自己也搞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教 因为老师也没有学这一套 老师也是照着这个 世间的乱象在走 现在有圣贤人 才懂了这个道理 但是呢 我们说圣贤人到底要去哪里找呢 佛菩萨在哪里呢 现在道场 还有一种道场的教化 我们说宗教的教化 宗教的教化 也许还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但是呢 他都没有 比这种家庭的教育 还要来得影响深远 那所以 孔子说 乱邦不拘 伟邦不入 那么乱邦伟邦的标准 是什么 那就是呢 离婚率 跟犯罪率 这个地方离婚率太高了 那是乱邦 每一个人都想出去 每一个人呢 都不愿意跟冤亲在主碰头 结果呢 选择避开的方式 那避开呢 避开好了 问题又产生了 你不去解决 让问题呢 越积越多 越累越大 结果造成不可收拾 你看你今天碰到冤亲在主 我们说夫妻有可能 应该说都是冤亲在主 但是你这个问题不期解决 你没有把这个课题修好 结果呢 相欠 相讨的部分呢 没有圆满 没有圆满你就避开了 结果避开了 结果累积更多的 这个负面能量在那里 以后碰到了 大家讨报了更多 那种手段呢 更惨烈 这个就是乱邦 乱邦造成了 青少年犯罪率提高 你看现在犯罪率下降 整个的社会呢 人心动荡不安 小孩杀父母的 小孩杀老师的 这个在新闻上 鼻皮皆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整个这个三纲五常 五轮八轴的底细已经错乱了 错乱了 没有办法记世界 我们家庭连童 连一个小童都做不到了 如何做到大童 如何做到大童 所以 有心的人士 今天从自己做起 从儒家告诉我们的 这些老祖宗的原理原则做起 我就是从自然勇修起 我就是从这个三纲五常五轮八德 从这个道之宗子 佛归礼节 慢慢一步一步来做起 自然勇 下面是五轮 五轮的做法 五轮的做法 你做好了 你就达到自然勇 好安 今天 是道之宗子 最后一堂课 我们讲到 既世界为大童 中国有一套 内圣外网的学问 那么这一套学问 普遍用在 我们中国的知识里面 那么 世人 这些读书人 当官之后 把这一套的标准 用在治理国家 人民的身上 那么如果说 他的人根 他的根基地的好 那么他的国家呢 就会成平 就为了 是一个盛世 那我们中国 在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来看到中国的 这个 自乱兴衰啊 那 这一套学问呢 就是大学所讲的 古之欲明明得以天下者 先至其果 先欲至其果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至其知 至知在格物 这一套道理 所以可见 你看他的顺序 是从 这个平天下自果 开始 所以 为什么不是从格物呢 你看中国人 中华民主 他的思想 那就是呢 这个 国之下之家 家之下之人 那么如果没有国 就没有家就没有人 那但是呢 国家又是人所组成的 所以呢 人的根啊 要立好 人的根呢 要立足了 那这样呢 这个国家 才会兴盛起来 那 那由这一点的顺序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道理 那就是 中国人 普遍把这种修身的原则 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是放在 自果平天下 的理想上 也就是说 他这个 格物自知 修身 其家 他的那个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世界大同 是为了 平治天下 如果不是用了这个目标 只是为了自己的家族 为了自己的妻子儿女 那么呢 你的 这个 格子 修旗 这样的一个功夫啊 还不能够 圆满 就是不能够 达到内圣外王 的一个圆满功夫啊 所以内圣的功夫 我们昨天 用自人勇 这三个字来代表 整个 格物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这样的一个代表 那这是一个 大雪跟中庸 的进入 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也是一样 那么大雪用这一套呢 从格物开始到平治天下 然后呢 从平治天下 又关怀到 关系到人的 这个 心性上面的修养 这个可以说是 本末一体 那么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断续 那中庸的进入呢 它是首推 这个五轮之道 从五轮呢 来发挥人的智人勇 用智人勇来推动这个五轮的关系 那智人勇上面呢 还有一个成 成的标准呢 就是 就是儒家所说的道 那道他为什么不讲道呢 因为呢 成 他是在世间的 那道呢 道是整个天下的 那所以在道在天下 他有他的这个道 所以可见呢 道呢 把他在人世间 把他具象化之后 具体化之后 那就是成 这个字 所以他讲成 成者天之道 成知者人之道 那么这中庸跟大学 这两套学说啊 都是辱门的 一个修学进入 那么 其实呢 分而不分 不分而分啊 所以你看 我们说自然勇 讲到自然勇 就是代表这个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修身 这个部分 那齐家治国 平天下呢 我们把它推到 这个成 这样的一个境界 也就是说 只有达到成的境界 去成之 达到成 那么你才能够呢 在这个外网的事业上 做到圆满 那所以说 这两个进入呢 都是 互相的依存 那我们今天讲 既世界为大动 我记得我在 泰国 跟那些道卿 在讲课的时候 教他们呢 回归自然之道 那么我所说的自然之道呢 就是 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我的题目是道法自然 那么人的道呢 是性理 自然呢 就是呢 五轮八德 所以呢 人如果能够 遵行五轮八德 这些三纲五常 那么人就回归自然的生活 那回归自然的生活 那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吗 为什么不去做呢 那所以 在那边的道心 当然他们可能 长期受了这种 佛法的熏陶啊 那认为说 我讲的道理很浅 听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 那么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到底要听多深的道理呢 那你想想看 你跟朋友 你做到信用了没有 你对于 这个家族 对这个长辈 你有做到 这个恭敬的道理了没有 那你夫妇之间 有没有讲求 一个互敬互爱 相敬如宾的道理 你对父亲 父母亲 有没有做到孝顺 你对于老板 有没有达到尽忠 那么你这些呢 你做到了 那么你的人根呢 就立下来了 你们标准 内圣的功夫呢 就做到了 那这些你不去做 专要听 这个高深的心理心法 那么什么叫高深的心理心法 其实就在这里 你做到了 你就体悟到了 那种 成者天之道的道理 那所以呢 后学认为在那里 讲的还不够呢 气里气机呀 所以 并没有让他们得到很大的感受 所以这次后学就了解到 原来他们那个国度的道亲 必须要用什么方法 来跟他们讲述 那么反观到我们今天的道场 我们今天如果不在人根上 好好的立足 那么我们要讲 祭世界为大统 要怎么祭呢 你说这要每一个人来求道 这样就是祭世界为大统吗 我想老师一定不以为然了 你看我们今天求道的道卿多了 但是呢 谁能够走上自人勇之路呢 谁能够好好地来 遵行这种三纲五常 五伦八德的标准 如果人人都做到了 那么这个家就太平 这个家一定兴盛 这个社会呢 一定呢 平定的 这个国家呢 是长治久安的 国家没有天灾地变 没有了这个人心 紊乱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 现在社会 问题却是越来越多 浮动的现象呢 越来越明显 而且呢 整个天灾地变呢 也是越来越频繁 我们想要 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呢 很难期望说 要怎么样达到 祭世界为大统 可是呢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又充满了信心 充满信心的原因是因为 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 那么天下皆是 我还能够保存 这一股的这种清流在 那么我是不是 还可以拥有一份的作为 在这个世间上呢 那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地方 因为呢 因为呢 滔滔者天下皆是 可是呢 我依然 这个力排众议啊 所谓的力往狂澜啊 在这个世间呢 我坚持要做一名 这个君子 做一名圣贤人的典范 我希望把这种五伦八德 这种三纲五常的道理啊 把它推动到人世间 那么落实在家庭里面 推广到社区 社会上去 这个是我们今天修道人 应该做的道理 所以呢 在家庭里面 你第一个 这个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你要先搞好 说搞好这个字眼 事实上是中国人讲的 夫妻关系要处好 夫妻关系呢 要互相忍让 这个 我在从我太太的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 虽然感觉上呢 是很不好受的 但是呢 平心而论啊 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 她在这方面给我的打击 很多 很大 那么我就学会呢 这个 不管事 不理事 不管钱 也不管人 反正什么都不管 她想管 让她管 那么她在批评 她在抱怨的时候呢 我就当做呢 马耳东风 冲耳不文 需要回应的时候 再回应她 我从现在开始 我绝对不会跟你在冲突 那么夫妻之间 没有口角上的冲突 就没有剧烈的这种 夫妻的情变产生 那么我尊敬她 她就尊敬我 她煮饭 我一定洗碗 那么这个 这些动作熟了 大家就会彼此互相体谅 只要她又在批评 又在抱怨什么呢 我就是 不要去回嘴 一回嘴啊 然后她又马上 领一个嘴过来 那么两个人呢 就在那里 为了一个异敌啊 在那里争论不休啊 那所以因为 处于太过这种 痛苦的时期啊 所以呢 我终于发现到了 只要不理她 就没有事了 那你 为什么不懂得放下呢 夫妻之间没有讲道理的 你讲道理 有什么用呢 夫妻之间是讲情啊 讲关怀啊 讲互相照顾啊 你讲个理 你也不可能站得住脚 所以很多的修道人 他们的夫妻关系 都是喜欢在生活之中讲理 因为呢 在道场学的太多了 但是忘了情这方面呢 你要把它 把这种理啊 画出于生活上的行动 那就是一种 关爱 孟子讲啊 推恩足以保四海 不推恩 无以保七子 这种关爱啊 就是一种推恩的动作 推恩是推什么恩呢 推这个天恩施德的恩 推大自然的恩 推整个天地的恩 人世间的恩 你看我们后学在这一生 所遭受到的 这个障碍非常多 我们现在呢 用这种光碟的方式 跟大家结缘 想要说呢 找一个人 能够帮忙做光碟 来打这个字幕 都还找不到人 所以大家看到了 这个光碟 是没有字幕的 相对的就比较吃力 那么住缘不多 但是也是有 可是障碍也是很多 那这些障碍之中呢 让我更加觉得 我一定要呢 立足起来 如果不立足起来 你就什么也不是 以前呢 永远都处在 那种愤恨不平的心态之中 所以为什么我的眉头 一直都是这样纠结 不开呢 就是因为 感觉自己受了太多的不平了 那些人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那些人呢 为什么要这样的阻碍我 甚至呢 在社会上 去讨生活 去打拼 你应该赚了钱 人家不给你 那这个 这种现象 我常常碰到 为什么呢 这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过去是障碍人家太多了 那过去是障碍人家 现在人家障碍你 这是非常公平 所以这辈子呢 没有办法 很自如的 去发展 你的理想 这是有一定的 因果关系 那这样的 因果关系呢 你必须学会放下 你不懂得放下 你把别人的垃圾 放在心里面 造成第二次的伤害 造成了 这个生活上 更加持续的一个苦痛 那么 受灾压的是谁 受灾压的只有自己 对方完全不知情 对方得意洋洋 那么你自己在那里受伤 自己把剑呢 插到自己的心头 让自己受伤 那么让这样的一个 的气啊 负面的能量啊 越累积越多 造成了这辈子 没有办法开悟 你没有办法开悟 结果呢 也不懂得学会 看破 放下 结果造成 把这种怨气啊 一直累积到 这个你的八四田中啊 结果呢 就越累积越多 这样的累积的 让自己的那种质量 让自己的能量下降 所以呢 以后 在转世的时候 有可能就不是 以人生的方向 有可能变成伤恶道具了 这个都是谁造成的 都是自己造成的 如果自己的那一份 烦恶 妄想 执着 都没有能够放下的话 那么 你很难期待自己能够有所成长 那记住 放下 不是换对象 放下是真正的从心里面放下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空间之下 你都要懂得随时能够放下 尤其是在道场 你拥有了这些后学 拥有了这些 这个庙子 大庙 拥有了一切 那么你更要懂得放下 把这些恩推出去 恩不是我的 今天给我的这些都不是我的 只是暂时给我用而已 我只有实用权 没有所有权 那所以呢 这不是我的 那所以你把这个恩推出去 推给别人 更需要的人 更多的后学 承载的这一份恩 让他们更成长 更能够在 开悟的路上 得到光明 所以推恩除以宝四海 宝四海 就是所有的全天下 你这个恩 不推出去 那么你永远 不晓得 你受到多大的恩 因为你的心量 就那么一点点 结果呢 你一直以为 人家给你的不多 事实上呢 人家给你的最多了 我们人 今天起床 能够呢 从床铺上这样爬起来 这个是多大的天恩啊 我最近这段时间 也有好几年了 这个身体一直 很不理想 你说呢 也没有什么大病 可是呢 就是全身不对劲 不是那里酸 就是那里痛 那这种痛苦呢 你也说不出一个原因出来 反正就是不舒服 那么在这几年过程当中 持续的被这种病魔所折磨 感觉到说对于人生 也没有什么做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寄望 跟这种要求了 以前那种不可一世的那种傲慢的那种气息 完全呢把它消灭掉了 我现在学会感恩 学会忏悔 在这里我要学会推恩 所以我现在 走到佛堂 我看到先佛 我第一个 想到的念头都是感谢听恩师的 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之下 我都是感谢听恩师的 如果没有听恩师的 我今天 还不可能用走路的走到这里 甚至呢 不可能爬起来 你还会开车 你还会到某一个地方去朝拜 像后学这样 每天都要 每个礼拜要去天远佛愿 那么每个礼拜去天远佛愿 这个是需要有多大的 这种力量 如果没有听恩师的 我有办法这样子嘛 所以想到的都是感恩 现在人家 即使对我呢 这个怒言相向 我也都是 默然而听之 而受之 不会跟他辩 不要跟他反驳 那这样是不是变成一种 这个 消极的态度了呢 后学认为应该不是 因为呢 以前就是太过积极了 所以呢 认为说 自己应该有权力 去反抗这一切 尤其对于打击我们的人 对于这种 障碍我们的人 我们更要呢 极力的去把他反驳 但是 这几年想一想 你何必去反驳他呢 你反驳他 他用更大的力量 来障碍你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那么 人家会障碍你 一定有因缘 以前一个美国的预言家 叫做凯西 他曾经说 人世间 人所碰到的每一件问题 都不是单独的事件 突然发生 绝对不会无缘无故 然后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啊 这个都有前因后果 一定有他的因缘 才会造成 今天的这样的果报 那这个因缘啊 这个因因为太远了 我们看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到 即使你去问神 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能够跟你讲个大概 你看我们暖堂的那些神 他跟我们指示的 都只是一个大概 那要真正的认清这个理啊 你必须从心性上下功夫 你必须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修身 从这里开始 你才能够真正的测误到 其实我今天所面对的 一切理事因果 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你只有默默承受 你只有心甘情愿的来接受 而且来还 还这个债 那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放下 你才能够真正的看破 无挂爱 没有执着 无智亦无德 一切都是我自己招惹来的 我今天把自信给泯灭住了 我本来是佛 我本来是圣人 今天我没有办法像佛 像圣人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招惹了太多的脾气毛病 这些障碍 这些攀缘 结果让我自己没有办法 来回归本来的面目 所以今天讲既世界为大同 你必须先把自己想清楚 自己能够看破 自己能够放下 那么你再把你所拥有的这份 把它推出去 所以你看我们老师这里讲 老师讲推爱 讲推诚 推功 推己 推道 推孝 把这些德行 德目推出去 然后呢 你才能够做到 真正的既世界为大同 所以推爱四海者 德居 推爱呢 就是把你的这个仁爱的心 推到了所有的 天下百姓身上 所有的事物身上 这个事物是指万事万物 我们今天不要把物 看成是一件物 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生命的状态 那这个生命的状态呢 是跟我一体的一个生命状态 比如说它就是我的一个 肉体上的细胞 今天这个细胞死了 我肉体一部分的功能也必然会死了 所以知道说 你不能够在随意的破坏万物 去杀害万物 这是推爱 推爱者得居 你的道德就能够树立起来 推诚者得利 推诚 你的诚心敬意 我们道之宗旨 说两句 敬天地理神明 就是在讲推诚 所有天地万事万物 我都是恭敬 我都是对它 这个谦卑有礼 我不再是高高在上 我没有我慢 以前真的是太过我慢 尤其是知识分子 对于在这方面 真的是太过的嚣张了 认为自己的不可一世 哇 不得了 不得了有什么用 你越不得了 你的障碍越多 那么到现在呢 受到各种的人事环境的磨练 整个天地的磨练 才知道说 人事这么渺小 而不足言道 真的为不足道 那我今天有能力 还有自己的那份恭敬心 可以去恭敬别人 那么我们要赶快去做 我们对人 对事对物 都存着一片的恭敬心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那十分的恭敬 当然就得十分的利益 这个是推诚的功夫 所以推诚者相与得利 得就会利己 道德呢 就是一种标杆典范 我们就成就了我们的道德 推功 推功于天下的得意 推功 圣人无己 神人无功 那么谁有功劳呢 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间 谁的功劳最大呢 那个没有功劳的 才是真正的功劳 你看大雨 当时在治水 那它这个治水啊 是一阵相当难的一个工程 它是要对抗整个天地 那个洪水滔滔啊 它必须呢 把这个山呢 把它凿开 然后呢 把那座山呢 把它围堵起来 把它引导到 这个 河道之中 一凿开一座山 需要多大的功夫啊 所以大雨要烧山 烧山之后呢 再把这个山给凿开 用人工打开 然后引导水流 水流到河道里面去 那么我常说 大雨烧山 那会不会烧了很多众生呢 可是呢 它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下地狱了 它反而成千作佛啦 那是为什么 因为呢 它的德很大 它可以拼引到这些众生 所以即使被它烧了这些众生呢 就是因为它的牺牲而成就了大雨的德 那么大雨的德成就了 大雨可以用它的德 来超把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呢 也跟着成就了 所以可见的 那个是一种非常大的德 毕级到整个天地万物 这是推功 真的是推功于天下 所以大雨治水 山过其门而不入 在外面十三年 才把水治好 过了自己的家庭了 也不进去喝一杯水 没有空闲 所以大雨治水 治到最后呢 都是呢 这个驼背的 走路了都是满山的 好像老太隆中这样子 所以后来的人 形容 鱼在走的路 就是鱼步 鱼步呢 就是像老人家一样 你看大雨 奉献自己 时间精力 奉献到这种程度 所以他的功 因为太大了 所以后人 把它尊称为大雨 你看姚舜雨 这三位圣人 只有鱼被加一个大字 遥没有被人家 叫做大遥 舜也没有被叫大舜 有啊 大舜有了 可是大雨 人家是因为 叫了大雨之后 总是也叫了大舜 雨的功劳真的是很大 所以这样的功呢 非常大 所以他的道德呢 就非常的纯良 那么功劳很大的 这些历代人物啊 相当的多 我们讲到师尊师母 那因为 这个功劳啊 也没有话讲 把道人普及到 这个 全天下 那师尊呢 是为了普及这个道物 把自己活活累死 那师母呢 为了把道啊 弘扬到海外啊 把自己呢 活活观世 你看呢 这些圣人 都是 推功于天下 所以他们的道德呢 有所谓的义德 义就是这种 很美好的 的 德行 那这些美好的德行呢 都是因为推功于天下 来成就 这样的圣业 他说推己其人 得饮 道德充满 推己其人 就是你 不想要做的 你不想要的 你就不要了 去推给别人 你想要的 你就要去推给别人 所以你看我们论语讲 这个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但是呢 同时有一句话说 己之所欲 必施于人 这句话呢 是西方的谚语 他在讲的 可是孔子只讲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看这两句话意思是不是一样呢 即使细施起来啊 这两句话意思呢 这个立足点不一样 立足点不一样呢 是因为己所不欲啊 是站在人性的这种立足点啊 你不要的 就不要去给别人 这个是一种保守的做法 至少呢 我没有说去影响到别人 但是呢 己之所欲必施于人啊 这个呢 会影响到别人 但是你的所欲啊 并不见得是人家的所欲 所以 你一定要把 你自己认为好的 推给别人 结果呢 就造成对方的伤害 你看我们现在讲科学民主 科学民主 这个是西方所发明 最好的一个人类的行为 但是想想 科学民主 真的是最好的吗 你看西方 昨天看那个欧巴马 跟胡锦涛在对谈 美国方面不断的强调 人类的这种 人权的自主 人权的自主 就是呢 希望中国方面 不要去欺压 这些弱小民族 但是中国认为呢 这些民族都是我们国内的事情 都是内政啊 内政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 所以呢 相对于西藏 相对于台湾 希望呢 美国不要管 所以各有各的利点 利主点 但是呢 你想想看 美国讲的这种 人权自主 他所讲的 民主科学 其实 也不一定适用在 每一个人的身上 每一个种族的身上 你看这个 民主制度比较好呢 还是军权制度比较好呢 想想起来呢 在军权的制度的时代 大家呢 非常守法 有一点是呢 风吹草动 就会引起 社会人心的变动 拾目所示 拾指所指 大家都会呢 去 去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呢 当时的治安呢 非常好 我们说治安好 是相对于 现代的治安而言 以前 做官人 他没有事 还可以去游山玩水 他还可以留下 这些文章 来 移留给后人 作为一种 学问道德的 这种 指 指引 但是现在的做官人 哪有这种时间呢 还可以游山玩水 还可以写文章 写书法 等等 这些呢 已经是 不可能了 那因为民主的时代啊 人人 人人平等 人人有这个主权啊 所以呢 他就想要这个主权 他想要自立 每一个人呢 都想认为说 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呢 要受到人权的尊重 这个表面听起来是 很有道理 但是细说起来啊 人有没有达到那个 那一份自知的 那一份水准啊 来运用自己的 独立的人权呢 想想 佛说 他说呢 一个人啊 如果没有达到 阿罗汉以上的标准 那么他说的话呢 你不要相信他 阿罗汉 是世间的圣人 他已经跳脱六道轮回了 所以他说的话呢 可以作为标准 他不用在六道里面轮回了哦 所以他的修行呢 已经到达相当的程度了 那么如果没有修到这种程度啊 他讲的话呢 你不要相信他 那么用这种道理来看我们现在人啊 人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君子的程度啊 一个君子的标准 阿罗汉相对于是儒家的君子 没有达到君子那种修为啊 那么他所讲的话 你也不要相信他 他所要求的民主 要求的人权啊 事实上呢 他不晓得自己在要求什么 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对一个开悟的人来讲 他知道 人世间的规则 他会遵守人世间的礼法 而且呢 推己及人啊 将自己的体正啊 将自己的这种学问道德啊 来交述给其他人 来引导其他人 但是现代人不是啊 现代的人没有这种修为啊 我们说君子的标准啊 是起码要做到 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所以君子虽然还有起心动念 但是呢